她是所有男人梦寐以求的妻子 竟突然被丈夫提出离婚 就在她极力保持镇定的时候 丈夫却晕倒在地 原来在她为对方拿来的蔬菜里 加入了致命的洋葱 以前的布里从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所以雷克斯有理由怀疑 她是为了报复 而在别人眼中 能娶到布里做妻子 是她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 和妻子多待一秒 都是煎熬 布里擅长烹饪 会做各种叫不上名字的高级食物 还会自己缝纫做衣服 为了追求完美 她甚至亲自整理花园 自己翻新家具 在外人的印象里 布里完美地挑不出一点瑕疵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贤妻良母 却被丈夫和儿女嫌弃 面对母亲花三个小时做出的美味 儿子安德鲁只是敷衍地说了一句 还可以 因为他真正想要的 只是一份普通的食物 是一种在饭桌上随意谈笑的氛围 而不是母亲为了炫耀厨艺 精心制作的大餐 布里也想不明白 自己用心做的小牛径 竟然比不过别人家的碗豆汤 然而他更想不明白的是 一向顺从的丈夫 居然毫无征兆地提出离婚 为了掩饰自己真实的情绪 布里躲在厕所里哭了一会儿 但五分钟后 他又恢复了以往完美的形象 布里不想离婚 但他又搞不懂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于是两人决定找婚姻顾问咨询 高博士是城里最有名的婚姻顾问 他解决了无数起婚姻问题 也自以为对婚姻了如指掌 直到他遇到布里夫妇 第一次见面 布里就为对方准备了见面礼 还没等医生反应过来 他就已经开始滔滔不绝地 讲起自己幸福的一家 而对两人婚姻之间存在的问题 只字不提 直到医生开口打断他 接下来 雷克斯开始讲述两人之间的问题 这时布里本该好好听一听的 但他却被医生衣服上的一颗扣子 吸引了注意力 甚至已经不自觉地 掏出了随身携带的针线包 如果不是医生开口说话打断了他 他可能真的会扑上去 把那颗扣子缝上 第二次见医生的时候 雷克斯并没有出现 但布里并不关心原因 因为他注意到 医生的那颗扣子仍然摇摇欲坠 这下他再也受不了了 看着为自己缝扣子的布里 医生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于是在下一次的谈话中 他的想法开始不自觉地偏向布里 这让布里感到很骄傲 但他再次忽略了丈夫的感受 布里喜欢那种胜券在握 一切尽在掌控的感觉 为了把睡在沙发上的丈夫逼回卧室 他甚至亲自动手弄坏沙发 为了不被外人发现他们 去找了婚姻顾问 布里对外界宣称 两人是去打球 甚至连谁输谁赢他都想好了 尽管他费尽心机地掩饰一切 但很快局面还是被丈夫打破了 这天布里邀请邻居来家里参加宴会 宴会前 他叮嘱雷克斯不要喝酒 刚开始一切都很正常 直到一个邻居 听说他们夫妻最近经常去打网球 面对邻居不断地询问 他不知该如何接话 现场顿时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布里精心维持的假象 在那一刻彻底崩塌 为了缓解甘大的气氛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说起夫妻间的糗事 摊桌上似乎恢复了热闹轻松的氛围 但就在这时 听到这句话之后 众人再次陷入沉默 雷克斯一刻也不想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了 干脆丢下一屋子的客人直接离开 事后他决定搬到汽车旅馆居住 而贴心的布里 居然亲自为丈夫收拾行李 在那一刻 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害怕 他以往所有认为对的事情 此刻都在成为丈夫离开自己的理由 可即便到了如今这个地步 布里仍然不愿直面他们夫妻之间的问题 面对儿子对父亲去向的询问 他只是淡定地告诉对方 他的父亲出差了 但两个孩子看着愈发丰盛的晚餐 就断定爸爸妈妈的感情完了 看着还在伪装的母亲 安德鲁再也受不了了 他不明白自己的母亲 为什么就不能表现的正常点 于是他也离家出走了 并且彻夜未归 布里这辈子害怕过很多东西 但唯一不怕的就是挑战 为了弄清楚 儿子到底去了哪里 这个脱衣舞俱乐部的徽章 然后亲自杀到那里 但安德鲁还是不愿意跟母亲离开 于是布里干脆直接坐下 和儿子一起欣赏 可他的嘴也不闲着 面对母亲的喋喋不休 安德鲁其实还能坚持一下 但旁边的男士却先受不了了 回到家以后 为了儿子以后在他面前没有秘密 他干脆卸掉了安德鲁的房门 由于不甘心被年轻人超越 晨跑大叔开始全力奔跑 但并不是尽力就能在竞争中胜出 很快他就因无法呼吸 他在门前并没有着急去叫救护车 而是用小推车 把人推到邻居家的草坪上 然后才开始呼救 布里听到喊声跑了出来 看着晕倒在自家草坪上的人 他忙跑去拨打急救电话 很快救护车就带走了大叔 但他家的草坪却遭了殃 胡伯太太看着被破坏的一塌糊涂的草坪 嘴角不禁浮起一某笑意 这下他家的草坪才是全镇最漂亮的 可此时的布里 并没有太多心思关注草坪的事情 因为他的婚姻正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就在前不久 先是被丈夫毫无征兆地提出离婚 然后是儿子对自己权威的挑战 他从来没想过 自己的生活会如此分崩离析 一直以来他都是别人眼中的完美嘱咐 达里家务相夫教子 是他自认为最擅长的事情 但如今却一个个地出现问题 为了挽回婚姻 他偷偷和丈夫去咨询婚姻顾问 可惜的是 效果并不理想 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争吵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丈夫雷克斯也曾试着和不理沟通 这次当着医生的面 他提出了一个以往难以启齿的问题 雷克斯之所以对两人的性生活感到不满 大多都是因为不理不够投入 每次两人happy的时候 他总是在担心自己的头发有没有乱 家务有没有做完 牙膏有没有买 等等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这让雷克斯的体验非常不好 而时间一长 他对两人的性生活不再有任何期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医生建议他们请一个性生活督导 但不理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丈夫的中年危机导致的 为了证明自己在性生活里 并不是一个无趣的人 布里进私下里找到医生 毫不避讳地讲起自己对性的看法 但由于语言太过生猛热烈 导致医生当场呆若目击 接下来他要让丈夫见识一下自己的魅力 于是精心打扮一番后 来到丈夫临时居住的旅馆 雷克斯看着主动送上门的火辣妻子 直接扔掉手上的知识卷饼 即可难耐地扑了上去 但就在两人渐入佳境的时候 布里注意到卷饼里的知识 正慢慢流了出来 眼看流淌的知识就要低落下来 布里终于受不了了 面对妻子的二次示好 雷克斯却再也提不起一点兴趣 最终两人不欢而散 布里自知理亏 于是尝试在一尘不染的家里 和丈夫happy 但雷克斯对布里的表现连连失望 面对布里赤裸裸地引诱 他什么想法都没有 两人的婚姻终究还是走到了尽头 他们找了一个时间 正式把离婚的消息告诉孩子们 布里担心两个孩子会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但他想多了 儿子安德鲁当即表示 要和父亲住在一起 而女儿则无所谓 布里感到很受挫 一直以来 自己都在尽力做好贤妻良务 但如今的局面 已经与原来大相径庭 为了弥补离婚给孩子们带来的伤害 第二天 雷克斯就擅自送给安德鲁一辆跑车 并且对女儿远去纽约学习的事情 大力支持 但布里对丈夫送给孩子们的礼物极为不满 为了让他们自愿放弃 他把两个孩子的东西 全部搬出了屋子 并找工人换了房间的门锁 要想重新拿回自己的房间 就必须要回绝父亲给的礼物 最终女儿放弃了去纽约的想法 但儿子安德鲁并不愿妥协 他找到父亲住的旅馆 希望和父亲一起开始无拘无束的生活 可他没想到的是 父亲竟然拒绝了 雷克斯虽然受不了布里的强迫症和控制欲 可他很明白 儿子和妻子住在一起 才是最好的 被父亲拒绝后的安德鲁很受挫 现在 他不得不继续面对咄咄逼人的母亲 但他绝不会就这么乖乖地回去 这天晚上半夜十分 小镇上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邻居家的老太太被撞晕在地 而肇事者却早已逃之夭夭 布里本想回家拿张毯子 给老太太盖上 但却发现安德鲁回来了 看着儿子害怕的表情 他瞬间就明白了一切 布里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自己的儿子竟然就是那个肇事者 很快雷克斯得到消息后 也赶了回来 之后夫妻两人一起 把那辆肇事车辆锁进了车库 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 就在一家人商量着 到底该怎么办的时候 一直不说话的布里 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终身监禁 接下来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 布里把那辆肇事跑车 停在一个治安不好的街区 然后回到丈夫的车上 等待猎物的出现 很快就来了一个小混混 对方毫不犹豫地 开走了那辆车 而这一切都在两人的遇冷之中 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情后 安德鲁竟没有表现出一丝的忏悔 布里担心他的良知已经泥灭了 看着像没事人一样的儿子 布里决定剥夺安德鲁唯一的爱好 但好在丈夫是清醒的 他对妻子神经质的想法强烈反对 不过一向强势的布里 怎么会轻易放弃 没过多久他就察觉到 儿子似乎在吸毒 为了确认自己的猜测 布里强迫安德鲁排尿 然后拿着儿子的尿液找到丈夫 他希望雷克斯把尿液拿去检测 一旦检测结果阳性 儿子就不得不退出游泳队了 雷克斯对布里 无所不用其极的做法很无语 怎么会有母亲 想要亲手为了自己的儿子 两人话不头羁绊居多 说到气氛处 布里竟直接把尿液泼了丈夫一身 眼看丈夫靠不住 他又打起了女儿的注意 在了解了一些情况后 布里偷偷来到学校游泳馆 果然在儿子的储物柜里 他发现了藏在袜子里的东西 但他并没有立马找安德鲁当面对质 却灵机一动 又把东西放了回去 没过多久 安德鲁就被老师叫到跟前 原来是他的小秘密被发现了 这下他不得不退出学校的游泳队 很快布里就接到了学校的电话 但一切早已在他的意料之中 安德鲁看着反常的母亲 心中已经知道是谁出卖了自己 自那以后像是故意和布里作对一样 布里对这个儿子已经无计可施了 从最开始的壮人逃逸后不知愧疚 到后来当着他的面吸烟 以及最近在学校屡次犯错 种种事件都在表明 儿子已经变成不折不扣的堕落少年 为了让他迷途之反 布里查看了很多少年训练般的采练 刚开始丈夫并不同意 但看到儿子竟对妻子动手后 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在训练的过程中 父母有一个时间是要辅助治疗的 可布里一开始并不想去 因为他害怕安德鲁看到自己 就会想起他的无情 为了让儿子感受到自己的爱 他不惜违反训练营的规定 趁丈夫不注意把亲手做的甜食 封进了要带去的箱子 布里就是这样一个人 无论何种境地都在塑造自己完美母亲的形象 去看儿子的当天 布里选衣服的时候突然发了愁 他本想选一件儿子喜欢的 但却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 安德鲁喜欢什么颜色 这是一个完美母亲不应该犯的错误 心中的愧疚感也由然而生 训练营有很多接受训练的问题少年 他们等了很长时间才被安排上 但安德鲁却只愿意见父亲 并表示如果母亲在旁边 他将拒绝会谈 这是布里始料不及的 他认为安德鲁仍然恨着自己 心中的愧疚感也越发强烈 于是同意让丈夫一个人去和儿子谈话 布里坐在屋外的休闲区等候的时候 旁边两个女人的谈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布里从没见过这样不负责任的父母 他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不顾一切冲进了那个房间 相比于大多数的母亲 他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够好了 是安德鲁自甘堕落 而自己没必要忍受愧疚感的煎熬 布里一时之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只能先行离开 考虑到训练营里有两百多个男孩 安德鲁在这里反而不合适 于是夫妻俩把儿子从里面接了出来 但布里从来就不是一个容易放弃的人 他并不打算接受儿子异于常人的取向 而是想方设法要把他掰回正宫 于是他请了神父来家里做客 安德鲁看看神父 再看看母亲 一下子就明白了 神父试图安慰受到惊吓的孩子 但安德鲁对自己的取向并不感到羞耻 也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这种豁达的心理让神父无话可说 他认为成就人生的方式有很多 选择自己喜欢的没什么错 布里听到这里不乐意了 他试图通过羞辱的方式让儿子感到不适 可丈夫安德鲁看不下去了 他不明白妻子为什么一定要改变儿子 只要儿子感到自在就行了 喜好不同并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 布里无法接受丈夫放任的态度 一气之下竟把矛头转向了对方 神父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只是蹭了一顿饭 就观赏到这么精彩的一出戏 实在是欢乐极了 但千万不要以为布里会就此放弃 这天晚上他单独把儿子叫到身边 语重心长地讲起安德鲁小时候的事情 试图用自己无私地付出感化对方 可惜的是安德鲁早就对母亲的花样了如指掌 他是不会轻易屈服的 安德鲁对母亲的这句话感到不可思议 于是答应自己会主动找神父谈谈 但他真的是害怕自己上不了天堂吗 并不是 在听到母亲说出那句类似诅咒的话时 他就有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安德鲁如约去见了神父 并坦白了一切 其实他的取向并不是单一的 而是双向的 之前的谎言只是一个逃出训练营的计划吧 而他接下来的计划是 要做一个让母亲骄傲的乖孩子 考出好分数 开始吃蔬菜 对人有礼貌 但是在某一天 在母亲最骄傲得意的时候 他将会做一件疯狂的事情 一件足以颠覆对方整个世界的事情 那天布里接到医院的电话 等他匆忙赶到时 雷克斯已经在病房里了 但布里发现送丈夫来医院的 竟是一个不可能有任何交际的女人 带着满心的疑问 他找到了那个女人 从对方口中 布里得知 雷克斯一直爱着自己 但他在性生活中有特殊的需求 而这种需求 在布里这样的人 看来是变态的 雷克斯害怕 即便自己提出来 也会遭到妻子的拒绝 于是他找上了这个女人 在了解到所有的真相后 布里来到雷克斯的床前 是的 他要报复丈夫的出轨 依然爱着自己又怎样 有原因又怎样 背叛终究不可原谅 他本不想再照看雷克斯 但为了照顾两个孩子的情绪 他并没有把丈夫的风流运势说出来 而是把雷克斯接回家中 继续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这天 布里去要防卫丈夫买药的时候得知 像雷克斯这样的病人 是需要有人一直照顾的 随后 一直照顾这几个字 一直在他脑中挥之不去 看着旁边的一对老夫妻 布里似乎看到了自己的下半生 为了提前补救 他当即就采取了行动 当晚布里精心打扮了一番 像是故意欺丈夫一般 他把约会对象带到了家里 还特意安排对方和丈夫坐在一起 雷克斯明白布里只是在报复自己 但他现在无计可施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和别的男人去约会 不过他还有儿子 当晚布里约会回来时 被安德鲁抓个正着 两人在争吵的过程中 布里不小心说出丈夫出轨的事实 这让安德鲁很震惊 一直以来父亲都是他的榜样 安德鲁是一个爱曾分明的人 在知道父亲是个混蛋后 便要求母亲把父亲赶出去 但布里听到儿子的话后 却很生气 无论如何 那个男人给了他十几年的美好婚姻 他不允许儿子对丈夫不敬 另一边布里的约会仍在继续 乔治是一个贴心的男人 他知道布里是枪支协会的成员 便把祖父的遗物送给了他 布里对这份礼物很满意 为了感受射击的美妖 当晚就和对方一起练习 他们在墙头摆好酒瓶 布里开始讲解射击的要点 可乔治的注意力并不在枪支上 而是紧紧盯着漂亮的布里 然而就在他忍不住要亲上去的时候 因为一个没有得到的闻 乔治失去了一个脚趾痛 但他伤心的并不是自己的脚趾痛 而是他去亲布里的时候 对方竟然躲开了 在洗衣框里发现一个特殊的小玩意儿 这是他从没见过的一个牌子 于是当即找丈夫对质 布里根本不相信丈夫的鬼话 既然不是雷克斯的 那他总不可能无故躺在自家的洗衣篮里 是的 他还有一个儿子 为了确认自己的猜测 布里决定搜查儿子的房间 一旦查获就没收所有的赃物 但丈夫的一句话立马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布里很明白做好防护措施比悔恨更重要 即便如此 他还是没忍住在餐桌上把事情挑明 可这个东西并不是安德鲁的 他很确认地向母亲表明自己的无辜 于是三个人把目光一起转向丹尼尔 此时的布里张大嘴巴 不敢相信一向乖巧的女儿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一番询问后才知道 前不久丹尼尔的男朋友乔恩提出分手 原因是他不想和对方做越轨的事情 为了挽回男友 卑微的女孩决定豁出去满足乔恩的愿望 能看得出来丹尼尔很爱乔恩 布里看无法说服女儿 决定亲自出手把她拉回正宫 其实布里大可不必如此担心 因为乔恩的身心早被另一个火辣心胆的女人占领 所以在听到布里要他拒绝丹尼尔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但布里认为这样还不够 于是在一场party上出现了这样一面 丹尼尔伤心透了 却不知道这些都是拜他的母亲所赐 这边布里刚处理完女儿的问题 就被另一件更棘手的事情找上了门 前段时间夫妻两人的婚姻出现危机 不久之后他却发现雷克斯竟然出轨了 而出轨的对象是小镇上一个美丽的主妇梅西 在外人看来梅西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白天帮丈夫跑生意 晚上洗碗外加辅导孩子功课 不过他整个下午的时间都用来治疗其他的男士 他的客户并不固定 有生意失败的 有不被理解的 还有特殊需求不能在家里得到满足的 雷克斯的爱好很特别 也很危险 终于在一次happy的过程中心脏病复发 被情妇送往医院 由此布里才得知了丈夫出轨的秘密 他对丈夫的背叛难以容忍 为了报复 布里故意把心坛的约会对象带回家 甚至请了专门的律师团队分割财产 但即便布里已经做得如此决局 他仍感觉到丈夫还有事情瞒着自己 为了彻底弄清楚其中的隐情 布里去拜访了他们的婚姻顾问 可对方有自己的职业操守 对客户的隐私守口如瓶 虽然一无所获 可他确认了丈夫的确还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于是回家后对雷克斯一顿逼问 雷克斯对布里的咄咄逼人忍无可忍 在一番犹豫后终于松口 接下来为了更好理解 两人一起看了一卷录像带 看完之后布里就明白了 雷克斯难以开口的原因 但他还是不能接受 尽管雷克斯一再解释自己并不是变态 但布里仍毫不客气地赏了他一个大嘴巴子 晚上布里看着憋屈的丈夫 在想想自己危在旦夕的婚姻 雷克斯很高兴布里愿意尝试 那晚之后两人的感情表面上恢复正常 但这份平静并没有持续太久 就被小镇上传出的一个劲爆的八卦打断 本想听八卦找乐子 却没想到乐子竟是自己 而更糟糕的是有人说梅西有一个小黑本 上面记录着他所有客户的名字 当然也包括雷克斯 一旦小黑本上交 整个小镇势必掀起一片腥风血雨 布里很快从小道消息得知 为了获取最亲的刑法 梅西已经和检察院达成协议要交出小黑本 这个消息对布里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为了保住一家人的脸面 他决定亲自去见一下梅西 希望说服对方能悄悄化掉雷克斯的名字 但看见一向高傲的布里还是那么骄傲 梅西当场就不爽地回绝了 这下布里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接下来迎接他们的是铺天盖地的闲话 和无处不在的指指点点 但没过几天乔治再次找到布里 希望继续和布里做朋友 可布里知道两人绝无可能 他不想再欺骗这个可怜的男人了 在听到自己被拒绝后 布里没想到乔治的脾气竟如此棒 但他更想不到的是 这个孤独的男人心中 已经被他埋下了一颗种子 接下来他打算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 慢慢得到对方 首先是不经意地偶遇布里 然后以朋友的身份和对方畅聊到深夜 布里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 他小心翼翼地上楼 却不知丈夫一直在等着他 第二天雷克斯去药房拿药 他本身是一个医生 压根瞧不上作为药技师的乔治 看着雷克斯得意的嘴脸 乔治谎称找不到对方的药 并表示找到后会给他寄不去 然而等雷克斯离开后 他直接撕开标着对方名字的纸袋包装 取出里面的药瓶 然后把药瓶里的药片一股脑倒进垃圾桶 接着他要在药瓶里装上效果更好的药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雷克斯在布里的精心照料下 每天按时吃药正常就餐 在经过一系列的事情后 夫妻两人的感情慢慢恢复正常 直到第二年的春天 到了万物复苏的季节 乔治终于按耐不住内心的躁动 主动邀请布里夫妇参加一场盛大的花展 可雷克斯对花花草草这些东西并不感兴趣 布里没有发现他触摸到乔治的时候 对方的手在颤抖 但是雷克斯注意到了 这下他确信乔治依然对妻子有不该有的想法 因为当初他刚爱上布里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虽然布里坚持认为两人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 但为了打消丈夫的疑虑 他还是找到乔治把话说清楚 而乔治当即表示自己爱的是另外一个女孩 布里听到这里终于放下心来 同时邀请乔治带他的女朋友参加一场party 这样丈夫对他们纯粹的友谊就无话可说了 但雷克斯对乔治有女朋友的这件事很是怀疑 一气之下竟直接把对方推下了勇石 却不想布里被连带着一起掉了下去 第二天布里找到乔治表达歉意 两人约定瞒着雷克斯偷偷做朋友 他们就像各自的灵魂伴侣一样 彼此交换着内心最深处的想法 两人甚至打算瞒着雷克斯去法国旅行 在这个过程中 布里只觉得有一个可以掏心掏肺的朋友真好 直到偶遇一个邻居对他们投来一样的目光 他才意识到两人似乎过于亲密了 事后为了避免对方误会自己对丈夫不忠 他试图向邻居解释自己是清白的 但在感情方面身经百战的伊迪一眼就明白 两人的关系绝不是布里口中的那般正常 到家后布里向丈夫提起想要一起出去旅行 顺便提起两人刚结婚时去意大利旅行的美好时光 生活已经不再有当初的激情 但是在乔治身边 布里似乎又找到了当年快乐的感觉 只是男女之间真的有纯粹的友情吗 在两人的一次打球游戏中 布里试图通过肢体干扰乔治进球 却不想乔治的身体进起了不该有的反应 布里气坏了 他没想到乔治真的对自己还有感觉 这让他觉得自己背叛了丈夫 但乔治早已深陷其中 他趁布里夫妇离开家后 悄悄潜入对方家中 先是替换了雷克斯常吃的药片 然后把布里的内衣摆在床上拍照 最后还意外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而正是这个秘密揭开了雷克斯死亡的序幕 第二天乔治再次假装偶遇布里 然后不经意地透露他们夫妻之间的小秘密 看布里上钩后 他又隐晦地提出是雷克斯透露出去的 虽然布里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自愿的 但他一直对丈夫的特殊癖好感到羞耻 既然那么多人都知道了 他一直努力维持的淑女形象算是彻底毁了 这天晚上夫妻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雷克斯极力解释自己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可布里根本不信 就在这时雷克斯突然感到心脏病复发 谁知布里以为丈夫是庄的 并没有第一时间把对方送往医院 直到丈夫被推进病房的那一刻 他才真正开始担心起来 几个闺蜜都前往医院陪着他 手术前雷克斯做了最后一次体检 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肾脏功能正常 但是体内的甲含量却持续攀升 所以这些甲元素一定是从外界摄取的 雷克斯看着自己的检查报告 不敢相信妻子竟希望自己去死 绝望之下他拿出纸笔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一言 布里 我爱你 我也原谅你 几分钟后 正在家中收拾餐具的布里 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得知了雷克斯去世的消息 起初他并没有什么反应 礼貌地挂断电话 擦完最后一把条羹 然后盖上盖子把它们放好 随后理了理桌布 等做完这一切后 他瘫坐在椅子上 再也控制不住地痛哭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 他准备把这个消息告诉闺蜜们 可在时辰到来之前 必须先耐心等待 等钟表上的秒针 走到九点整的位置 他才拿起电话开始拨号 闺蜜们很快都得到了消息 他们以为布里 现在一定极伤心又忙碌 可转头却看见 他一个人静静地站在路边 看几个朋友朝自己走来 布里忙问有人喝豆奶吗 那是他早上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可家里唯一喝豆奶的丈夫已经去世 如果没人喝 那就只能扔掉了 话音刚落 一辆出租车就朝这边驶来 紧接着车上下来一位伤心欲绝的老太太 婆媳相见 好戏登场 菲利斯这次来参加葬礼 特意带了一条儿子大学毕业时的领带 想要他陪着雷克斯一起下葬 可布里觉得丈夫当天穿的是蓝色的西装 与这条橙色的领带不太大 因此当时就拒绝了 并表示自己已经打理好了一切 况且他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位婆婆 两人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可菲利斯这次来可是做了充分准备的 但是葬礼上的道词 他就整整写了15页 不过在交给神父时 却被儿媳结下 布里觉得没必要在葬礼上讲太多儿时的去世 两三个就足够了 毕竟真正有意义的应该是男人婚后的幸福生活 对此老太太很不满 忍不住当着神父的面斥责儿媳的不是 听到婆婆竟然这么说 布里终于忍无可忍 神父想要劝说 可女人根本不给她机会啰嗦 面对信徒的威胁 神父一句话都不敢再多说 至于被驱逐的老太太 虽然不甘心 但却无能为力 不过幸好她答应外孙 最终布里答应让老人留下 但她不知道的是 正是因为自己的一时心愿 才让婆婆有机会做了那件让她抓狂的事情 当天 布里发现那条橙色领带的时候 葬礼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步 她很清楚是谁干的好事 可一时又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去补救一下 眼看棺材就要被盖上了 关键时刻 她起身叫停了准备启灵的人 然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把那条眨眼的橙色领带换了下来 葬礼过后 布里的表现仍然很正常 一点都看不出伤心的样子 但她的婆婆就不一样了 只要有人提起雷克斯 不管认识不认识 老太太都像见到了亲人一样 拉着对方就开始哭诉自己的丧子之痛 其实对布里来说 丈夫的离世对她的打击也很大 只是她习惯了把情感隐藏起来 可这在整天痛不欲生的菲利斯看来 她的儿媳就是一个冷血无情的怪物 这天婆媳两人去餐厅吃饭 恰巧碰到好朋友来打招呼 勒奈特安慰布里要坚强一些 可没想到对面的老人却开始抽气 她看了一眼没有在意 转过头继续和朋友说话 谁知对方哭得更大声了 还眼巴巴地看着她 这种情况下 如果在装作无动于衷的样子 就显得太冷血了 挨了一巴掌后 老太太终于安静了下来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她将会让儿媳认识到 将还是老的辣 原来看望几天前下葬的丈夫 可诡异的是 墓地的棺材竟不翼而飞 正当她疑惑之际 旁边的婆婆却说她知道怎么回事 直到这一刻 女人才想明白这几天为什么没神附体 原来老太太并不是得了健忘症 而是故意使了坏心眼 但现在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警方也怀疑是她毒害了自己的丈夫 所以才把尸体挖了出来 这对女人来说简直是天大的污蔑 她当即就断定是那个老人搞的鬼 第二天一大早 趁着婆婆下楼喝咖啡的功夫 布里快速冲到楼上 开始收拾对方的行李 等老太太端着咖啡走出厨房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所有东西都被打包好了 接下来 她要让这位没事找事的婆婆从哪来的 立马回哪去 对于丈夫的尸体被挖出来 而她是最大的嫌疑人这件事 布里选择告诉两个孩子事情 并保证自己绝没有毒害他们的父亲 可谁知一对儿女都不相信 前不久 丹尼尔曾亲眼看到父亲发病时 母亲非要铺好床才送她去医院 至于安德鲁 则一直和母亲处于敌对的关系 为了自证清白 她带着两个孩子来到警局 要求对自己进行谎言测试 最开始还算顺利 测试员问她是否杀了自己的丈夫 她肯定的回答没有 电脑上的波形图并没有任何变化 但当被问到在与丈夫分区期间 是否与乔治威廉姆斯交往时 她明显不愿意回答 可警官告诉她 为了保证测试的可信度 这个问题必须回答 接着测试员接着问她是否爱乔治 她思考了一下回答不爱 但此刻电脑上的波形图 却发生了一些变化 布里明白那意味着什么 于是要求重新回答那个问题 你和乔治威廉姆斯交往时 然而这次的图形却波动得更厉害了 也就是说 雷克斯的死或许不是女人亲自下的毒 而是他指使情夫动的手 布里认为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说服乔治也去做谎言测试 只要他顺利通过 不仅能洗脱两人的嫌疑 而且他们以后还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可以抬机器真的能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吗 对有些人来说 为了达到目的 他们甚至能骗过自己 只可惜布里当时并没有认清楚这一点 通过测试的两人正式开始约会 但安德鲁对母亲的新男友似乎有很大意见 即便如此 女人还是决定周五邀请乔治来家里做客 不过他绝不会让那个男人好过 餐桌上本来充满敌意的两人意想不到的和谐融洽 男人讲了一个不怎么搞笑的笑话 安德鲁就被逗得异常开心 可等母亲去厨房准备点心的时候 他开始向对方讲述了一件关于布里的事情 这里不太方便进行描述 只是这件事引起了乔治的强烈反感 忍不住对男孩发火 他想得到布里的支持 但在别人家里管教别人的孩子总要有个理由 男人无计可施 只能愤愤地转身离开 后来乔治还是把整件事说了出来 可布里听后却觉得两人不应该再见面了 因为他意识到安德鲁最近的行为都与丈夫的死有关 也许自己应该多花些时间关心一下儿子 不过乔治倒是觉得应该把安德鲁送到少年班治疗一下 幸好此时的布里还算理智 既然如此 男人也不再坚持 只是心中却有了一个打算 周二那天 布里去学校参加儿子的游泳比赛 谁知乔治也来了 还特地带了一份礼物 此时一声枪响 比赛开始 泳池中的安德鲁游得并不安心 他不时地看向观众席的位置 当看到那个男人抱着母亲亲吻的时候 他再也忍不住了 不管不顾地就往岸上游 上岸后直接扑向那个放肆的男人 被教练拉开后 安德鲁在乔治的脸上看到了得逞的笑容 现在他应该是明白自己中了圈套 只可惜已经晚了 最终 安德鲁还是被母亲送走了 那个男人被埋了两次 可待遇却有天差之别 第一次葬礼是在庄严神圣的教堂 妻子亲手为他整理仪容仪表 第二次则是在破旧的马路边边 一向优雅从容的妻子对他破口大骂 生气的样子像急了一头发怒的野兽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男人临死前留下的一张纸条 从那一刻开始 女人对丈夫的爱就彻底消失了 不过这也意味着新男友将正式走进她的生活 只是她似乎并没有做好迎接新生活的准备 这晚两人刚准备亲热 女人就赶到脖子处起痒无比 看着满身的红色疹子 她毫不犹豫地把男人赶了出去 布里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怎么了 心理医生分析 可能是她的潜意识想要破坏与乔治的约会 对于这种荒谬的说法 布里根本不相信是自己的心理问题 可医生发现每次提到雷克斯 他都会无意识地抚摸以前带婚戒的部位 为了摆脱王夫的影响 布里决定和乔治去城外共度周末 听到一男一女要开一间房 服务员想当然地以为他们是夫妻 听到秃头哥阴阳怪气的语调 布里感觉自己的脖子又痒了起来 乔治也无计可施 只好安慰他先开两间房 至于空闲的时间就逛逛附近的谷玩市场 谁知两人刚商量好 神奇的一幕就发生了 男人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当晚他们在酒店的餐厅共进晚餐 其他的情侣都是你浓我浓 而乔治的身边虽然也有一只漂亮的天鹅 可却只能观赏不能享用 是的男人都会不甘心吧 于是他拿出那瓶早就准备好的抗过敏药 劝说女人配着酒吃下去 很快要劲在酒精的催发下越来越强 布里整个人都晕晕乎乎的 需要有人搀扶着才能走路 之前的那个服务员好心地上前询问 但被男人三言两语就打发了 来到房间 乔治为布里脱下鞋子 看着已经睡着的女人 不觉松开了自己的领带 可事实上 男人并没有趁人之威 一方面他想要的是长久的关系 另一方面他太了解这个女人 也许欲擒故纵的招式会更有效 最终两人还是突破了最后一道防线 一个小时后 男人已经熟睡 可布里却再也无法入眠 不知道自己这么做究竟有没有错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让他打起了退堂鼓 先是乔治买下了一处漂亮的房子 想要作为两人以后生活的地方 接着他的母亲就突然出现在房子里 于是见家长的事情就这么匆匆而过 而下一步他要做的就是求婚 要知道雷克斯刚刚过世不到两个月 像布里这样传统的女性 是不可能这么快就再婚的 可就在女人迟疑的时候 乔治的母亲却以为儿子求婚成功 提前端着酒杯就出来庆祝了 布里本想拒绝的 可其他三人都用期待的目光盯着他 拒绝的话实在是说不出口 就这样 他一下子就成了别人的未婚妻 但婚姻大事如此仓促真的是对的吗 内心深处 布里的最爱一直是雷克斯 但就目前的现状而言 也许选择有共同爱好的男人过渡一下也未尝不可 况且与乔治在一起让他感到很惬意 可还不等他想明白到底该怎么选 对方就把消息通知了整个家族 但未来的婆婆觉得他们还差一个孩子 然而这一切看似美好的事情对布里来说简直太离谱了 如果再不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他可能就要崩溃了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医生觉得他们订婚是一个错误 他自己也认为进展的太快了 根本就来不及好好考虑一些事情 最终乔治答应慢慢来 而布里决定明天再找心理医生谈一谈 第二天早上 高德芬医生像往常一样在马路上乘跑 一辆自行车越过他在前面不远处停了下来 车主一边断练 一边观察身后的人 等医生跑到眼前的时候 他不由分说抓住对方就是一顿狂殴 由于布里的丈夫过世还不到两个月 所以现在还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已经订婚的消息 然而事与愿违 这天早上他在报纸上捡优惠券的时候 竟在上面看到了自己的照片 于是赶紧把报纸反过来拼好 却发现原来是自己的订婚通告 这可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而乔治给出的说法是 他太忙忘记取消了 不过幸好今天的报纸头条是水灾 应该不会有太多人关注他们 可在女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乔治却要求他戴上婚戒 因为光罗的手指会引起其他男人的惦记 虽然布里不是很情愿 但在男人的坚持下 他还是戴上了那枚戒指 这个时候 他并没有意识到未婚夫有什么问题 第二天 一个自称是乔治前女友的人前来拜访 对方在报纸上看到了他们订婚的消息 可他并不是来送祝福的 而是出于好心要提醒不理一件事情 据女人所说 乔治是一个战有欲极强且非常诡异的一个人 只可惜不理一句都不信 一个陌生人跑来说自己未婚夫的坏话 本来就是极不礼貌的 他绝不会蠢到相信这种人的一面之词 于是直接把这件事告诉了男友 而乔治听说后并没有慌张 只说对方的精神有些问题 边说边在电脑上操作 不一会儿 一张药方就被打印了出来 上面显示那个女人正在服用一些精神类的药物 这足以证明那些话都是胡编乱造的 可等女友离开后 男人竟删掉了那个女人的名字 接着打上了另一个人的姓名 与此同时 不理在离开药店前 取下了手上的那枚戒指 内心深处 他对男友的好感越来越低 就连在高档餐厅吃饭也提不起多大的兴趣 乔治看出女伴的情绪不高 便想邀请他跳一支舞 但对方拒绝了 就在这时 他发现女友的手上又没带婚戒 不理解释上面的宝石有些松动 要送到珠宝店修过之后才能带 可男人却不依不饶 非要他现在就带上 就在两人争执的时候 不理的一位老同学过来打招呼 两人在大学时曾是恋人 如今再次见面很是热情 他没想到男友竟然这样说 于是报复般的主动邀请老同学跳舞 乔治独自一人坐在那里 满脸忧愿地看着未婚妻和别的男人搂搂抱抱 一气之下 他从女友的包里取出那枚戒指 然后静止走到两人身边 拉住女人的手就要强迫他戴上 看着如此偏执的男人 不理意识到两人不适合再交往下去了 但他绝想不到对方接下来会做些什么 只见乔治默默走到餐桌旁 先是把戒指放在女人的包上 然后掏出钱留下餐费 但在离开前 他顺走了那个男人口袋中的停车凭证 以及那枚戒指 服务员告诉他好车都会被安排在最前排的位置 只因为婚妻和别人跳了一支舞 男人就偷走了那人的车 然后一把火烧了个金光 而可怕的是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做这种事 一周前 高德芬医生像往常一样在路上乘跑 可在跑到桥中间的时候 却被一个骑自行车的陌生人拦下 对方不由分说就对他一顿狂偶 最后还把他从桥上推了下去 所幸只是摔断了腿 并没有危及生命 高德芬医生告诉布里 自己从未与别人结仇 那个骑蓝色自行车的男人 一定有什么心理疾病 如果可以 他也许能治好那个人 听到这里布里突然想到 刚分手的未婚夫就有一辆小蓝自行车 而且他曾经向对方提起过高德芬医生 这下动机和证据都有了 布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 当天 乔治刚到家门口 就发现有警察正在他的家里搜查 看到那辆蓝色自行车被带走 他赶紧藏了起来 接着又给布里打去电话 得知罪行暴露 男人犹豫了片刻 抱起东西就要离开 可又觉得走着太慢 于是果断扔掉一切开始狂奔 乔治很清楚现在能救自己的只有前女友 于是打算拿自己的性命赌一把 随后 服务生按照要求把东西送到了女人手中 布里当时就打开了那封信 看到里面的内容后 他第一时间给警方打去电话 然而还不等他开口 对方就告诉他一个惊人的发现 要知道两个月前 女人的丈夫就是死于血脚过高 警方曾一度怀疑是他下的毒 此刻一切真相大白 布里心中又悔又狠 但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只能默默地走进电梯 而此时的服务员看着他关上电梯门后 立刻给楼上的顾客打去电话 乔治放下电话开始下一步行动 等把一大半的安眠药吞下去之后 他躺在床上开始等待 然而过了很久也没人进来 再这么等下去的话 自己可能真的要挂了 于是他拿起电话准备叫救护车 可话还没说完 门外就响起了敲门声 既然计划又回到正轨 他赶紧挂掉电话继续演戏 布里一进屋就看到了躺在床上的男人 还有桌上散落的药片 他一眼就识破了男人的计谋 现在他只想听对方亲口承认犯下的罪行 此时的乔治已经处于半昏迷的状态 他没有力气再为自己找借口 当时布里确实和丈夫的感情出了问题 但他从没想过要害死对方 而眼前的这个男人却把一切都推给了他 简直不可饶恕 听到对方这么说 男人终于放心地闭上了眼睛 而接下来的时间里 布里什么也没做 就那样静静地看着男人永远地睡了过去 乔治死后 警方对他的家进行了全面搜查 还特意叫布里来了现场 因为他们搜出了一些特殊的东西 据警察所说 乔治有一间屋子里装满了令人不齿的物品 摆设得就像一个神龛 原本女人就感到有些尴尬 可很快他发现还有更尴尬的事情 只见工作人员从里屋抬出来一个人偶 漂亮的红发和素雅的穿着 他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要是普通人遇到这种情况 早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但作为一名优雅的贵妇 无论在何种丢人的情况下 都会一如既往地保持风度 没过多久 被送到少年般改造的安德鲁被送回家中 他知道母亲主动让自己回来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得知所有的真相后 男孩认为父亲的死都是因为母亲 是他把那个变态男人带到自己的家中 因此他以后再也不会听母亲的话 为了让儿子的心中好受一些 布里选择把乔治死亡的真相说了出来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件事将成为儿子勒索他的把柄 于是开始肆无忌惮地叛逆 为了管教逆子 布里花重金请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律师 在绝对的头脑和力量面前 男孩只能乖乖听话 而在处理这些糟心的事情时 女人不知不觉间开始喜欢上喝酒 作为母亲 最大的烦恼通常都来自儿女 除了翅膀长硬的儿子 布里还有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女儿 这天她来丹尼尔的房间收拾脏衣服 却突然发现床底下藏了一个人 这还了得 当时她就揪着两人去找男孩的母亲心事问罪 这一巴掌把母女俩打猛逼了 他们没想到对方的反应会这么激烈 丹尼尔意识到自己的恋情就这样夭折了 忍不住躺在床上一直哭 她现在对母亲满是恨意 甚至觉得对方是因为嫉妒自己 才诚心要毁了她的人生 布里不敢相信这些话竟出自女儿之口 她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只能默默地离开 可无论如何寒心 母亲永远不会真的不管女儿 然而就在她找贝蒂商议两个孩子的事情时 却无意间发现邻居家的二楼有一张陌生的面孔 当时她并没有声张 先是找了一个借口匆匆离开 到家后就开始去仓库翻找往期的报纸 最终还是被她找到了那篇报道 上面男孩的照片和她在窗口看到的那张脸一模一样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 家部发现家中闯进了一名不速之客 等看清楚那是一个人高马大的陌生黑人后 他被吓得急忙往楼下跑 可由于太过慌张 静意失足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本以为自己性命不保 可那个黑人并没有对她做什么就离开了 然而不幸的是 这一摔导致女人失去了腹中不到两个月的孩子 两天后的晚上 麦克的狗子突然有些不安 他撩开窗帘后 竟发现一个黑人神色慌张的正要偷车 于是果断跑出去 趁机扑上去把男人摁倒在地 警方赶来后把人抓了起来 家部认出那人正是当晚的入侵者 而此刻 布里翻出的那个新闻正式对这件事的报道 在打电话通知几位闺蜜之前 他警告女儿不要再和那家人接触 然而 对于叛逆期的孩子来说 你让她往东 她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往昔 丹妮尔不仅把母亲的发现毫无保留地告诉了男友 还用自己家里的秘密交换对方的秘密 与此同时 布里正在准备排局 这时门铃声响起 她以为是闺蜜们来了 然而打开门却发现是贝蒂 对方进屋后就坦白那个黑人是自己的另一个儿子 虽说有些先天不足 但她没有伤害任何人 布里很惊讶对方居然如此坦荡 难道就不怕自己报警吗 可贝蒂这么做绝不是犯傻 而是因为她也掌握了布里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晚安德鲁酒后开车回家 谁知竟撞倒了一位没看路的老人 事后为了帮儿子摆脱嫌疑 布里和丈夫亲自处理了那辆肇事车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本以为永远不会再被提起 却没想到被自己的女儿捅了出去 此时 充满好奇的几个闺蜜终于姗姗来迟 原本他们是来听朋友讲述关于贝蒂的八卦 然而进屋后却发现布里含糊其词 而且贝蒂本人也从屋里走了出来 正是由于这一桩桩一件件的糟心事 布里的酒瘾越来越大 甚至躺在自家门前的草坪上就睡了过去 口中的酒气差点熏晕旁边的老太太 而男孩只用一招就让母亲彻底清醒 想停酒下肚 女人就醉晕了过去 双胞胎本想叫醒她 可却发现对方睡得死沉 两个小家伙相视一笑 果断推上婴儿妹妹去找爸爸妈妈 可他们哪里知道路 三个小不点就这样在大街上游荡了很久 一个小时之后 醉酒的女人悠悠转醒 然而几个孩子早已不见了踪影 她找遍了家中的每个角落都一无所获 朋友家没有 路边的老太太也没看见 熊孩子们能去哪呢 与此同时 正在开会的勒奈特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夫妻俩火急火燎地赶到那里 见到孩子们平安无事终于放下心来 要知道三个小家伙足足走了三英里才到这里 幸好路上没遇到什么坏人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看到朋友的车回来 布里第一时间就冲了过去 然而他并没有说出实情 而是解释说自己在厨房做饼干的时候 孩子们偷偷跑了出去 考虑到这对双胞胎以往的表现 勒奈特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朋友 但第二天早上 邻居就告诉了他一件可怕的事情 起初他并不相信 可还是打算找朋友问个清楚 要知道两个双胞胎或许是擅自离开的 但一个小婴儿是如何在大人毫无知觉的情况下 被两个哥哥抱上婴儿车的呢 真相只有一个 那就是负责看护他们的人睡着了 可即便如此 布里也不肯承认他染上了酒瘾 自欺欺人比坏习惯本身更可怕 为了让朋友认清现状 勒奈特开始翻垃圾桶 令人惊讶的是 垃圾代理装的几乎全部都是酒瓶子 然后他把那些空酒瓶在朋友家门前一字排开 即便如此 女人也从没考虑过改变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 却为他提供了一个借酒的理由 安德鲁想用自己的信托基金买一辆车 可他还未满18岁 布里果断拒绝了儿子的无理要求 挨了一巴掌后 男孩并没有放弃 而是请朋友再把自己打得更狠一些 第二天 布里就在家中见到了一位律师 以及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儿子 家中有一个暴力又有酒瓶的母亲 这样的环境显然已经不适合未成年人生存 因此安德鲁想要申请独立 不再受任何成年人的监护 而且可以全权掌控自己的财物 听到这里 布里算是明白了 儿子就是想要信托基金来买车 为了在几天之后的听证会上获得支持 布里倒掉了家中所有的酒 从明天开始 他要去参加戒酒协会 争取在法官面前做一个改过自新的母亲 要知道爱的反面并不是恨 而是冷漠 也就是说他们母子之间还有亲情 那么他就有机会让儿子走上正道 接下来的每周五 布里都会按时去参加一个特殊的会议 在众多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面前 说着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之后回到家中 他都会小酌一杯奖励自己又成功熬过了一周 在听证会开始之前 律师送来了一份要出席的证人名单 布里在上面看到了勒奈特的名字 他明白两人之间存在一些问题没有解决 于是主动找对方道歉求和 两人重归于好 可当他提到听证会的事情 勒奈特马上意识到朋友并不是真心道歉 而是有所图谋 勒奈特不知道该不该相信 他只说自己到时候会实话实说 之后 律师来找他出面作证 同时出示了安德鲁被打的惨状 女人有些纠结 于是找另一个好友商议 他不相信布里会下那么重的手 可对方确实酗酒 还曾当众扇他婆婆耳光 但朋友却始终是支持布里的 安德鲁觉得这辆车很酷 不知道勒奈特是否有内部价格 听到对方这么说 勒奈特基本上清楚是谁说谎了 而接下来的听证会 他将会无条件地偏向母亲的一方 小时候 安德鲁曾因偷走邻居家的一只陶瓷青蛙 被父母压着去道歉 稚嫩的声音被送着母亲交给他的台词 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男孩到了青春期开始叛逆 先是肇事逃逸后毫无愧疚之心 后又被发现与众不同的性别取向 这些不理都忍了 可现在儿子不仅把丈夫的死规则于他 而且为了买车竟要把他告上法庭 这天他来商场购物 却发现安德鲁正带着女朋友在血平 而刷的信用卡却是从他的包里偷走的 不理气地直接抢了过来 可他万万没想到 对方为了要回信用卡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这是多大的仇恨 才会让亲生儿子对母亲说出那样的话 女人的忍耐快到极限了 为了不至于发疯崩溃 他只能再次用酒精麻痹自己 却不想喝得太多 竟晕倒在了商场的换衣间里 等他醒来时已是半夜时分 其实他很早就参加了戒酒协会 但每次开会他不是在做手工 就是在收拾桌子 皮特是个老成员了 一眼就看出这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并没有真的戒酒 于是好心地递上自己的名片 也正是这张名片把布里从尴尬中解救了出来 那晚以后 女人下决心开始戒酒 接下来的日子 只要想喝酒 他就会打电话给戒酒担保人 很快皮特就会带着各种东西来陪他 有时是DVD 有时是扑克牌 每次两人都玩得很开心 第20天的时候 布里已经不再想着喝酒了 因为他现在的关注点不再是酒 于是轻轻亲了一下对方的脸颊 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竟引起了皮特的不适 布里并不觉得这个嗜好有多可怕 竟然又给了对方一个深情的吻 花瓶掉落的声音惊醒了男人 眼前的这个女人对他来说太危险 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皮特意识到如果两人继续在一起 迟早有一天会出事 于是为女人介绍了一个新的戒酒担保人 可布里想要的只有皮特 他试着去争取 然而对方铁了心不想和他有任何瓜葛 于是他又开始自甘堕落 直到这天男人接到电话后把他带回家 之后在皮特的陪同下 他和儿子即将对不公堂 但两个人的到来及时阻止了这场闹剧 布里的父亲是个老律师 他成功收服法官延迟开庭时间 老人觉得自己就能完美地解决这件事 根本不需要对外宣扬 为了让女儿和外孙重归于好 老人向了一个简单的办法 那就是看着对方的眼睛 然后说我原谅你了 为了老父亲的面子 母子俩对视着轻而易举的就说出了那句话 至于是否诚心那就另说了 老人天真的以为这样就能解决问题 可事实上 这个家庭的矛盾依然存在 安德鲁仍然想要自己的信托基金 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应该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这一分钟对老人来说简直此起彼伏 承受能力要是在差点 估计心脏病就要发作了 两位老人商量后 决定带着外孙一起离开 可这也意味着安德鲁要和自己的小伙伴分别 布里看着生气的贾斯丁 决定帮他一起把儿子留下 于是在几人离开之前 布里搬出了安德鲁最重要的一箱东西 老人以为那是男孩的一些小爱好 然而却疑惑地发现杂志上全是性感的男模特 一个女的都没有 对此两个老人显然无法接受 留下外孙就独自离开了 而且他们还取消了那笔信托基金 现在就算再不甘心 安德鲁也必须继续和母亲住在一起 可你以为他会就此认输吗 绝不可能 很快他就会做一件彻底击垮对方的事情 人轻轻地把手搭在男伴的腿上 但他不知道的是 对面的女儿也做了同样的动作 男人察觉到了异常 可又不方便当场发作 却不想旁边的女孩得寸进尺 皮特随便找了个借口就赶紧逃离 而对一切毫无所知的布里 还在晚戏男友走得太匆忙 却不知就差那么一点点 儿子击垮他的计划就会得逞 接下来 安德鲁希望妹妹继续昨天的事情 可丹尼尔却不愿意了 他只是想报复母亲拆散他和男友的事情 并不想真的把自己献给那个中年男人 无奈之下 男孩只能另想他发 在得知皮特的特殊嗜好不分男女后 他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 半个小时后 布里收到儿子的信息赶回家中 可打开卧室门后 却发现对方正躺在自己的床上 紧接着他又看到皮特 从另一个屋子里走了出来 令安德鲁意外的是 母亲并没有想象中的发疯崩溃 只是若无其事地说要带他去参观一所大学 车子在行驶到一处废弃的加油站室停了下来 女人从后备箱里拿出儿子的行李 她已经事先在里面放了一些钱 足够对方找到一份新工作养活自己 看母亲似乎是动真格的 男孩这才开始慌张起来 然而当一个人被伤透了心 再多的哀求又有什么用呢 布里看着后视镜中的儿子 心中满是悲伤 但他知道自己别无选择 不过幸好还有一个女儿陪在身边 女人正准备休息 却突然听到女儿的尖叫声 她第一时间从抽屉拿出手枪 然后迅速冲到对面的房间 此时一个黑人壮汗似乎正在欺负地上的女孩 女人认出那是邻居家的傻儿子 于是对着屋顶开了一枪 黑人被枪声吓得连忙后退 可女孩却担心男友受到牵连不愿报警 因为这个傻大个儿是他男朋友的亲弟弟 在女儿的请求下 布里决定先和男孩的母亲谈一谈 原本两家约定互相保守对方的秘密 可现在自己的女儿差点被侵犯 然而两位母亲怎么也想不到 整件事都是两个年轻人的计谋 他们的目的是把傻大个送到精神病院 彻底摆脱这个累赘 作为母亲 贝地绝不会把儿子送到别处任人摆布 可如果不送走 布里就会报警 于是这位坚强又狠心的母亲 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马修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但即便他现在知道了 也没打算对母亲说出事情 当晚贝地就在冰淇淋里加入了那瓶药水 明天他将会带卡莱布度过最完美的一天 母子俩来到一处美丽的湖边后 卡莱布开始享用他的冰淇淋 他问母亲哥哥怎么没来 听到这里 女人立马意识到不对劲 当晚贝地一人回到家中 他告诉马修事情已经做完了 现在要去地下室把卡莱布的东西扔掉 然而当男孩蹲下收拾东西时 却听见身后的门被母亲关上 之后 丹尼尔来楼下找男友 但喊了很久也不见对方回应 于是他来到后院 打算从地下室溜进男友的房间 此时的马修听到外面的动静 还以为是母亲来了 很快到了饭点 贝地来给儿子送吃的 但就在他准备打开门锁的时候 却被躲在一旁的女孩给敲晕了过去 马修出来后拿走了凳子上的那把枪 而丹尼尔在给母亲留了一封信后就不辞而别 布里看到那封信的时候几乎要崩溃了 前不久他刚遗弃了儿子 现在女儿也离开了 他知道自己随时可能发疯 于是主动来到精神病院 与此同时 贝地准备带卡莱布离开此地 在收拾东西的时候 他想起了一年前的那个晚上 马修坚持要和女朋友分手 可女孩死活不同意 非要约对方晚上在伐木场做最后的分别 而两人的对话被一旁的傻弟弟听得清清楚楚 当天晚上卡莱布走小路提前到了那里 他拿着一束花对女孩表白 梅勒尼自然是看不上这个傻乎乎的大骨子 直接扇了他一巴掌 女孩很害怕 捡起地上的一根木棍就朝男孩打去 卡莱布挨了几棍后终于忍不住了 他蹲下来想叫醒梅勒尼 但对方没有丝毫反应 头上还流了很多血 他害怕极了 胡乱把手上的血抹在了衣服上 然后就逃跑了 男孩没有地方可去 直接跑回了家中 而贝地看到儿子满身的鲜血后 想当然地以为他杀了人 但他始终不知道这件事还有后续 直到警察拿出没了你死亡时的现场照片 他才发现真正的凶手另有欺人 因为死者身上的那件外套并不是卡莱布的 而是他的另一个儿子马修的 事实上 那晚卡莱布因害怕逃走后 马修也来到了伐木场 而女孩恰好在那时醒了过来 为了不分手 他威胁说要报警 看女孩没了动静 男孩脱下外套革在他身上后就离开了 所以马修才是真正的凶手 贝蒂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布里 现在他们必须要找回丹尼尔 可精神病院静止容易出来呢 布里在强行离开时被打了一针镇定剂 等他冷静下来后 决定好好和医生谈一谈 可你以为他是要乖乖接受治疗吗 当然不是 很快警报收响器 趁着警卫开门进来时 他赶紧打开门跑了出去 此时 私奔的两人准备回家偷一些盘缠 丹尼尔知道母亲的房间有一个保险柜 可密码好像被改过 他打不开 于是马修决定回自己家中找件衬手的工具 却不想再离开时碰到了母亲 他一直觉得母亲爱弟弟胜过爱自己 无论如何 男孩不会再回头 于是拿上母亲的钱包后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而贝蒂看儿子离开后 就立刻打电话报了警 重新回到布里的卧室 马修用锤子砸开保险箱 里面果然放了很多现金 与此同时 从精神病院逃走的布里赶回家中 恰好碰到了正在厨房搜刮食物的两人 他想要女儿认清男孩的真面目 可丹尼尔却还以为母亲想要拆散他们 此刻即便被人拿枪指着 布里的心中也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保护女儿 于是她一步步地向前靠近 然而就在男孩准备开枪的时候 窗外却传来了一声枪响 紧接着马修应声倒地 七个月后 女人正要和新婚丈夫去度蜜月 然而在机场的等候室 正在播报的一则新闻引起了她的注意 屏幕中的男孩捧头垢面 可怜兮兮地蹲在街边 布里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儿子过得这么惨 残存的母爱在这一刻再次蒙发 现在蜜月什么的都已经不重要了 他必须想办法立刻找到安德鲁 可惜一个流浪是没有固定的居所的 电台的记者也只知道在哪个街区 布里决定去碰碰运气 幸运的是 在一个为流浪者提供免费食物的汤屋里 他终于见到了儿子 可男孩根本不想和这个抛弃他的女人有任何瓜葛 心碎的母亲 失望的儿子 不知怎么的就走到了今天这种地步 奥森不仁看到妻子难过 私下在街边找到了安德鲁 也许是被继父的话打动 几天后 男孩终于敲响了自家的门 为了掩盖这段不堪的往事 布里对外宣称安德鲁是去参加了一个戏剧下令营 只可惜发生过的事情无论如何掩盖 都无法抹去所有的痕迹 在丹尼尔学校举办的历史展览会上 安德鲁遇到了一个熟人 在他露宿街头的时候 曾经为这个男人服务过 奥森知道男孩做过一些不光彩的事情 但他没想到的是 爱华德会是那样的人 要知道对方在当地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医生 家庭美满事业成功 两人嘀咕的这一幕恰巧被布里看见 他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什么 到家后忍不住向丈夫问个明白 奥森不想对妻子有所隐瞒 虽然说得很含蓄 但布里还是听明白了 他一边更加自责 一边纠结要不要把爱华德出轨的事告诉他妻子 朋友们劝他不要多管闲事 可他还是无法忍受道德感的谴责 提着一篮松饼就敲响了对方的家门 出乎他意料的是 维拉得知一切后并没有感到震惊 事实上 他一直都知道丈夫特殊的发泄方式 只是懒得去管 现在从别人口中得知就显得有些尴尬了 作为回报 他也向对方透露了一个人尽皆知的秘密 一对儿女 哪个都不让他省心 面对母亲的指责和反对 丹尼尔坚持年龄不是问题 真爱大于一切 不理感觉自己作为母亲失败极了 唯一庆幸的是儿子已经浪子回头 虽然对方仍不愿意谈及那段时间的事情 但至少两人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剑拔弩张 有了儿子的前车之鉴 他绝不会放任女儿不管 于是来到丹尼尔和老师约会的宾馆 直接要求老板打开房门 这样他就能静止走进去抓两人的现行 在确认女人没有带枪之后 老板打开了那间房门 五分钟之后 布里优雅从容地走了出来 他确信里面的两人都得到了教训 临走前还不忘夸赞老板的新地毯真漂亮 丹尼尔对母亲的做法很生气 打算绝食抗议 可知女木若母 女孩认为所有人都不把她的痛苦当回事 一气之下把自己的餐盘砸了出去 然后转过头看着母亲 等待被力声呵斥 但布里只是淡定地看着这一切 女孩离开后 三人继续吃饭 突然楼上传来东西碎裂的声音 布里并没有在意 只是让儿子去确认丹尼尔只是在砸自己的东西 安德鲁无奈起身 可上楼后却在对面的洗手间听到了动静 打开门发现地上掉落着碎裂的罐子 浴缸上放着一瓶安眠药 女孩忙哼哼的两声表示痛苦 经过检查 丹尼尔并没有什么大碍 震惊药也只不过吃了三瓶 安德鲁一点都不担心 她清楚妹妹这么做只是想引起大人的注意吧 那个傻姑娘是不可能真的寻短见的 之后 一家人一起去做心理治疗 只不过效果似乎并不好 听到母亲说不想失去自己 丹尼尔马上想到了打败母亲的办法 看来心理治疗并不管用 布里决定用自己的办法解决此事 于是她收拾了女儿的所有东西 把她送到了法拉迪的住处 既然两人是真爱 她决定成全他们 男人虽然嘴上说爱着丹尼尔 但要为此放弃事业和婚姻 她是绝不可能同意的 当然 这也在布里的意料之中 达到自己的目的后 女人在离开前还为女儿争取了最大的权益 为了成全出轨的丈夫 女人决定亲自送她去西天找情婦 幸亏男人跑得够快 及时冲进办公室才躲过一劫 只是正在超时中购物的顾客却遭了殃 一个男人试图逃出去 但却被一枪击中后背 接下来所有人都被集中在了一起 现在的女人什么都不在乎 她需要用这些人制把警察挡在门外 好有时间和丈夫把事情说个明白 与此同时 一群吃瓜群众正聚集在布里家中 这里有吃有喝 是最佳的八卦场所 可当警方公布了嫌犯的名字后 女主人再也不似刚才的淡定从容 因为当天早上她刚见过那个女人 并且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原本两人是没有任何交集的 可在她订婚的当晚 卡洛林却闯进宴会 并控诉她的未婚夫是杀人凶手 布里并没有相信陌生人的一面之词 坚持与奥森结为夫妻 在婚宴当晚 警方登门找新郎去确认一具尸体 虽然那具女士并不是前妻 但奥森却似乎认识此人 之后卡洛林在丈夫的陪同下找他们夫妇道歉 并相约共进晚餐 然而 在两个女人去卫生间补妆的时候 卡洛林却拿出了奥森有暴力倾向的证据 那是一份报警记录 照片上的阿尔玛脸上和脖子上都有明显的伤痕 虽然布里觉得丈夫不会打女人 但证据就摆在眼前 由不得他不信 与此同时 餐桌上的两个男人也聊了起来 哈维的情绪有些低落 他告诉奥森自己有了外遇 两人在飞机上一见钟情 可八个月前 那个女人像是消失了一样 再也联系不上 边说边把情妇的照片拿了出来 在奥森看到照片的那一刻 表情有些不自然 似乎也认识照片上的女人 但他只是不动声色地把照片还给了哈维 第二天 警方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对方透露莫尼卡死之前 曾和一个叫哈维的男人有奸起 只可惜那人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 很快那名警官就找到哈维了解情况 在屋里的卡洛林看到了这一幕 但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而另一边的布里则 直接拿着那些照片找丈夫对质 男人给出的解释是 他只是出于自卫推了前妻一下 那些伤都是他自己摔的 而且警方后来撤销了这项指控 得知这份资料又是来自那个女人 布里也没想到哈维竟然出轨了 他原本没打算多管闲事 可那个女人竟然又跑来追问 他是否已经离婚了 他气急了 听到这句莫名其妙的话 卡洛林直接挡住了对方的去路 既然如此 也就没必要再隐瞒了 得知真相的女人给丈夫打去电话 他问丈夫如果莫尼卡还活着 他会选择谁 从接下来卡洛林的行为来看 这样的回答是要命的 此时哈维躲在办公室里不敢出来 而卡洛林劫持了十几个顾客做人质 他向众人诉说着自己的遭遇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但与那些无辜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有人都小心翼翼不敢出声 除了一个不知死活的女人 女人被击中后很快就断了气 勒奈特开始感到后悔 但已经晚了 卡洛林举起枪对准了他 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男人拿起一盆奶粉用力扔了过去 刚好击中疯女人的头部 女人倒地后立刻起身去捡手枪 幸好一名年轻人及时扑上去阻止了他 在两人纠缠的时候 有人捡起了地上的手枪 卡洛林当场死亡 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连命都不要 真的是值得的吗 每年的圣诞节 布里都会给身边的人寄送圣诞卡片 连超煤气表的人都有份 今年他还想把卡片寄给一个素未谋面的人 一听到妻子要给母亲寄贺卡 奥森明显地表示抗拒 可越是这样 布里的道德感就越强 第二天 他瞒着丈夫来到了婆婆所在的养老院 发现老人除了腿脚不太方便外 并没有任何老年痴呆的症状 于是擅自做主把婆婆接回了家里 本来是出于一番孝心 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个婆婆不是那么好伺候的 对方不仅抱怨他做的病号餐太难吃 还时不时地偷偷喝酒 被抓了现行后反倒把一切罪责推到儿子身上 布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在两人结婚的当晚警方曾传唤奥森去太平间辨认一具女尸 由于尸体的牙齿全部被拔掉了 所以无法确认身份 可后来得知死者就叫莫妮可 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人竟是丈夫的情妇 虽然这些事情发生在两人认识之前 但被欺瞒了这么久 布里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 第二天他就让奥森收拾行李离开这个家 然而就在他纠结是否要报警时 却发现邻居迈克被抓了起来 罪名是谋杀了一名叫莫妮可的女人 这无疑为丈夫洗脱了杀人的嫌疑 于是他打算再给对方一次机会 即便男人知道那样不对 但他不在乎 而妻子得知了他出轨的事情后 离家出走消失的无影无踪 布里相信丈夫所说的都是真的 也能理解他的所作所为 于是主动请丈夫回家 同时要把他的女巫婆婆送到老年公寓去 老人看计划失败 马上打电话联系了一个人 可谁也想不到 他在街角见到的那个人会是失踪已久的前二席 而且两人似乎早有预谋 阿尔玛的出现再次打破了刚刚恢复的瓶颈 谁会想到在一年前 她的离妻失踪曾差点把对方送进监狱 最开始 两人的结合就是一场只妇为婚的骗局 阿尔玛以为新生命的诞生能唤起丈夫的爱意 可天不随人怨 期待的孩子没有降生就夭折了 而且男人的眼里完全没有他 但即便如此 女人仍期待奇迹的发生 直到有一天在丈夫的衬衫上发现了一枚唇印 她才意识到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对方永远不会在意她的存在 于是 她决定悄悄离开这个家 这天早上 她亲眼看着丈夫开车离开后 立刻开始收拾行李 临走前还不忘带上自己的小伙伴 可由于太过慌张不小心摔了一跤 更糟糕的是 男人不知什么原因又回来了 眼看车子已经在门外停了下来 可那只鹦鹉却不肯飞回笼中 此时 奥森已经到了门口 他开门后看到了放在墙边的行李箱 便随口问了一句 在得知妻子准备离家出走后 他表现得一点都不在乎 自顾自的就上楼换衣服了 阿尔玛不甘心 冲到楼上告诉丈夫自己离开的原因 他以为对方会承认错误并恳求原谅 然而 男人却表现得异常兴奋 恨不得把自己找到真爱的事情告诉全世界 那一刻 阿尔玛发觉一走了之并不能挽回丈夫的心 必须让对方受到惩罚 之后 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 就连警方都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很多人都以为奥森杀了自己的妻子 警方曾多次传唤他 可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 而且也没有发现阿尔玛的尸体 所以才暂时无视 后来他遇到了自己的真爱 两人婚后的生活很幸福 但这天一个女人的出现却打破了一切 布里当时就晕了过去 却不知真正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阿尔玛对布里说 他故意失踪是在惩罚奥森的部中 这次回来是要为自己讨回公道 两人正在说话时 奥森下班到家了 对于坐在自家客厅的老熟人 除了震惊外 更多的是生气 从前他不爱这个女人 现在更不想和他有任何瓜葛 阿尔玛说自己这次回来是来了结一切的 但事实上 他的目的远不止如此简单 几天后 布里再次见到了情敌 可这次他却得知对方在附近买了一所房子 马上就要搬过来了 丈夫的前妻在自家门口安营扎债 哥谁能受得了呢 布里快被气疯了 恨不得把情敌当成手中的面团狠狠吹打 奥森安慰妻子无论如何都会赶走那个女人 然而事情进展的并不顺利 阿尔玛掌握着男人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旦他觉得两人再也没有复合的可能 就会把那些事情公之于众 倒是男人将会万劫不复 而在窗口观察的布里 不仅没看到两人决裂的情形 反而看到他们在门廊上吻叠 既然丈夫没用 他决定亲自去赶走那个女人 阿尔玛很清楚布里的来意 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住下来 于是递给对方一杯饮料后就离开了 留下布里一人在厨房里 可就在他准备喝柠檬汁的时候 却突然听到了一句鸟语 他想去杂物间找工具收拾一下 却没想到高跟鞋卡在了地板的缝隙里 他一使劲 鞋跟就连带着那块地板被提了起来 令人惊讶的是 那块地板下面似乎是一处暗格 里面除了一张两人的合照外 还有一个黑色的小袋子 等他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后 震惊地发现那竟是人类的牙齿 他立马想到了之前 躺在太平间里的那具女尸 于是把东西交给丈夫处理 奥森在看到牙齿的那一刻 立刻明白了母亲和前妻的阴谋 他们是想用这些东西威胁他乖乖听话 可现在他不用再怕了 于是把牙齿又放回前妻的家中 藏在一个他找不到的地方 这样一来 双方都有杀人嫌疑 谁也无法威胁谁 为了再次拿捏住男人 婆媳两人密谋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那天奥森到家后接到母亲的电话 对方说阿尔玛自杀了 等他赶到那间屋子的时候 发现前妻正虚弱地躺在床上 还留下了一封遗书 接下来的时间 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疑惑地发现自己四肢无力 此时 躺在床上的女人也微笑着坐了起来 接下来婆婆退场 留给两人单独相处的时间 阿尔玛相信只要她怀上男人的孩子 对方一定能回心转意 只是来邻居家串个门 竟发现丈夫和前妻躺在一起 可到了这种时候 男人却还在呼呼大睡 女人气不打一出来 拿起包就朝丈夫身上用力砸去 但奇怪的是 对方还是没有一点动静 她马上意识到不对劲 而前妻姐的脸色也表明事情没那么简单 奥森上放着喝过的酒杯 难道酒里面添加了什么东西吗 她立刻打开床头开始翻找 果然从抽屉里找到了两瓶药物 一瓶是安眠药 另一瓶则是一种让人听了就脸红的药物 在掀开被子查看后 她马上确认了自己的猜想 阿尔玛说只要孩子出生 前夫就会回到她身边 对于自己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 被前妻侵犯这件事 奥森感到不可思议 很明显 为了控制她 那两个女人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 于是她明确告诉前妻 即便有了孩子 她也只爱不理一人 听着如此决绝的话 阿尔玛想放弃了 既然如此 也就没必要再护着那个男人了 婆婆曾告诉过她 奥森杀了那个叫莫妮可的女人 也许是时候报警了 然而老人听到她的想法后 却说他们还有希望 因为昨晚她在对面的屋子里 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但是需要通过楼上杂物间的窗户 才能看到 出于好奇 阿尔玛跟着老太太来到顶楼 可就在她走进去的那一刻 婆婆却从外面锁上了门 而接下来 她将会采取行动 好让对面那个碍事的女人彻底消失 女人刚扔完垃圾 抬头的瞬间 竟看到一个熟悉的黑袋子挂在高处 上一次她见到这个东西时 里面装的是20多颗人类的牙齿 可她明明已经把那个东西交给丈夫 现在怎么会出现在梯子上呢 为了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她开始顺着梯子往上爬 丝毫没有发现背面还挂着一条绳子 到了差不多的高度后 女人伸出手去够 可还差那么一丢丢的距离 于是她又往上爬了一步 这下终于能拿到了 可就在这时 儿子和丈夫听到动静后赶了过来 男人说从高处坠落的人不能搬动 于是立刻拨打急救电话 而男孩子看到了母亲手边的那个黑色袋子 她好奇地打开 却发现里面装着一些彩色的玻璃珠子 表面上看这些东西毫无意义 但男人立刻就明白了一切 不说人在临死前 自己的一生会在眼前闪现 但这个正在坠落的男人看到的 却是那特殊的一晚 他原本兴高采烈地来见情妇 却不想进在厨房看到了 正在擦拭班手的母亲 而心爱的女人则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男人立马上前查看 可惜的是 对方早已没了气息 奥森想要报警 但母亲提起了一件就是 让他马上放下电话 二十年前 父亲在外面有了其他女人 被众人发现后整天借酒消愁 那天母亲外出办事 临走之前叮嘱男孩看好父亲 可当晚他与朋友有约便离开了一会儿 然而等他到家时 却看到父亲在浴缸里割腕自杀了 接下来 母子俩开始处理那具尸体 但就在这时 外面却响起了敲门声 原来是之前出去买配件的修理工回来了 奥森解释说自己是莫妮可的男朋友 他本人去楼上休息了 边说边把毛巾扔在地上来挡住流淌的血液 为了尽快打发走那个修理工 男人提前支付了所有费用 同时提醒对方带走那个班手 这样即便警方发现 也找不到凶器在哪里 接着两人继续处理尸体 在奥森忙着挖坑的时候 母亲也没闲着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老人竟然用钳子拔掉了尸体上的全部牙齿 因为这样一来 警方就无法通过牙齿记录查出死者的身份 看着坑里伸出手求救的妇人 有那么一刻 他真想直接把对方给埋了 此刻再次回到现实 男人还在继续下落 眼看就要粉身碎骨 关键时刻 楼下的一棵大树给了他缓冲的机会 而且这里是医院 一辆救护车就停在旁边 虽然是意外掉落 但说到底还是男人自作自受 谁让他栽赃陷害别人呢 奥森醒来后想要马上回家见妻子 但护士说他的母亲曾打来电话 特意交代希望儿子能被留院观察一夜 听到这里 男人意识到不对劲 于是立刻给家里打去电话 可惜始终无人接听 与此同时 安德鲁着急要出去工作 他希望妹妹能担起责任 在家照顾摔断腿的母亲 女孩很生气 所有的同龄人都去参加聚会了 他却要被困在家里 殊不知兄妹俩争吵的一幕 被有心人看得清清楚楚 五分钟后 老人端着一份包好的汤来敲门 他好心提出要在这里帮忙 好让孙女去参加派对 丹尼尔很开心 不过在离开前 他需要把热好的汤端到楼上 在女孩准备离开的时候 隐隐约约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但他并没有在意 而在那所房子里 老人来到楼上 看着床上昏昏沉沉的女人 他就知道汤里的药物起作用了 不理察觉到对方来者不善 忙呼唤自己的儿女 但哪里有人回应 老人在浴缸边点上蜡烛 接下来 他要亲自伺候儿媳洗个热水澡 同一时间 正在工作的安德鲁在餐厅见到了妹妹 他放心不下母亲 立刻赶回家中 可刚冲到楼梯口 就被一根拐杖狠狠打了下去 处理完这个小插曲后 老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儿媳搬进浴缸 接着把刀放进女人手中 打算制造一场割腕自杀的假象 此时 从医院溜走的奥森也到了家门口 他进屋后看到了晕倒的安德鲁 立刻意识到楼上有事情发生 在打开卧室门的那一刻 荧幕熟悉的场景映入眼帘 他急忙冲进里屋 发现母亲正要动手 奥森想把妻子从水里抱出来 但老人却再次上前拿拐杖死命敲打 等把儿子打倒在地后 他立刻捡起地上的刀 千钧一发之际 男人不顾疼痛再次爬起来 眼看妻子的整个头部已经滑进水中 奥森急忙把他抱了出来 把布里安顿在床上后 他来到母亲身边 经过刚才激烈的打斗 老人好像中风了 躺在地上一点都动不了 男人不想这个恶毒的女人死在自己家里 于是抱起他走去对面前妻的房子 可刚到门口 就看到跌落在草丛里的女人 第二天早上 早起的邻居发现了一个害人的场景 两具尸体并排躺在草坪上 经过侦查 警察给出的结论是 年轻的女人失足坠楼 当年长的女人发现是突然中风 等警方搜查那间屋子时 不仅发现了一封遗书 而且旁边还放着装着 莫妮可牙齿的黑袋子 证据确凿 死无对证 堪称完美 夫妻俩原本准备出国旅游 可在临走前却得知女儿意外怀孕 为了家庭的脸面 他们决定先带着女孩一起离开 等到九个月后孩子出生 并找到合适的收养家庭后 一家人在一起回来 只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 八个月后 家里的好闺蜜要结婚 按照传统 布里需要为新娘子带回一个新手镯 于是当她姗姗来迟地出现在朋友面前时 挺起的大肚子差点惊掉众人的下巴 假装怀孕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容易 除了每天要带上假肚子外 还要提防各种突发状况 比如有些老太太会特别想摸一摸她的孕度 另外有个怀孕的朋友 非要和她看同一个医生 布里找各种借口拒绝 可对方却坚持要一个电话号码 既然闺蜜这么难缠 也就只能用那个万能的办法了 拿到号码的苏珊非常激动 这下两人不仅是好朋友 还是完美的孕妇搭档 然而谁都没想到 那个被点到的医生会在一个脏乱差的小诊所里 如此恶劣的环境 朋友怎么可能来这里 苏珊快恶心坏了 一到家就不停地洗手 恨不得把那层皮给搓掉 可布里除了抱歉 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而在她努力隐瞒整件事的时候 真正的孕妇正在修道院中过着无聊至极的日子 这天 布里收到前婆婆给女儿寄来的一件礼物 老人并不知道孙女的现状 因此送来的是一辆可爱的红色摩托车 显然现在的丹尼尔肯定是骑不了的 可奥森和安德鲁非常喜欢这辆车 不过布里认为任何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都是不安全的 于是决定把她捐给教会用来做抽奖的奖品 宁愿给别人也不给自己玩 身后的两个男人不知有多失落 但在送到教会前 奥森还是忍不住过了一把瘾 果然如想象的一样刺激又好玩 只可惜嘚瑟了不到五分钟就翻车了 然而在布里去查看丈夫伤势的时候 安德鲁却和另外三个主妇密谋了一个计划 第二天 外出购物的夫妇俩刚到家就被吓了一条 不仅如此 接下来还有更大的惊喜 布里从未喜欢过这个婆婆 前夫活着的时候没有 现在更加不可能 这不 两人刚见面五分钟就起了争执 老人得知自己在这里不受待见后就要离开 但在走之前 她要收回曾经送给儿媳的一件貂皮大衣 布里看到婆婆直奔楼上 立刻意识到了什么 可还是晚了一步 这下无论如何也瞒不住了 她只能实话实说 在得知真正怀孕的人是自己的孙女后 老人非常开心 只可惜为了避免旁人猜疑 布里不会让她参与孩子的任何事情 因为到时候那个孩子将会是自己生出来的 与婆婆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对此老太太很生气 当即就要下楼把真相公知于众 但在最后一刻 她还是犹豫了 在那么多人面前揭露家丑 确实不怎么明智 于是话头一转改为向大家道别 虽然众人对如此隆重的道别有些猛低 可至少这个家的秘密暂时被保住了 然而你以为老太太就这么认输了吗 当然不会 今天是万圣节 所有人盛装打扮成各种妖魔鬼怪参加派对 而最让人惊讶的是一个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 你别说 模仿的还真像 特别是那个运渡 朱莉只是随手摸了一下 竟然感觉里面有东西在动 这是丹尼尔八个月以来最开心的一次 可刚享受五分钟就被老妈拽到了一边 布里的忍耐快到极限了 不仅仅是因为女儿在众人面前模仿自己 更关键的是 一旦有人发现丹尼尔的运渡是真的 那他们一家就彻底颜面无存了 然而就在母女俩争执的时候 女孩的表情却突然凝滞 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 布里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忙拉着女儿赶紧离开 同时不忘叫上儿子和丈夫 此时丹尼尔的感觉很强烈 怕是赶不到医院就要生了 于是几人回到家中 奥森让安德鲁把孕妇带到厨房 然后准备热水和毛巾 要知道他可是一个医生 可一个牙医真的会接生吗 万一出现并发症怎么办 当闻到丈夫口中的酒气后 布里毫不犹豫地出去搬救兵 现在对所有人保密已经不可能了 幸运的是 派对现场就有一位妇产科医生 虽说艾达今天扮演的是科学怪人 但丝毫不影响他专业水平的发挥 然而就在屋里一片紧张的时候 门外却来了几个药堂的导弹鬼 几个小家伙看无人开门 但里面却传出尖叫声 于是决定给这家人一些教训 可当他们赶到后院的窗口时 却被屋里发生的一幕下的尖叫连连 那是一个漂亮的男孩 可在此之前 丹尼尔从未喜欢过这个孩子 当初得知自己怀孕 他就满心的不情愿 之后被母亲关在修道院中养胎 更是无聊至极 虽说后来被祖母接到养老公寓居住 但那里除了老人还是老人 难道自己年纪轻轻 就要提前过上老年生活吗 意识到这点后 他选择跟母亲回到家里 都说母爱是女人的天性 但丹尼尔很确定自己没有这份情感 可此刻 那个小生命就躺在自己的怀中 看着那张可爱的小脸 心中最柔软的那个那个地方 还是被触动 只是为孩子着想 把他交给母亲抚养 才是最好的选择 第二天 丹尼尔就离开了家 只希望经过此事 他能真正地长大吧 在此之后 本应是爷爷奶奶的两人 正式成为父母 虽然这个孩子 与奥森毫无血缘关系 但他真的当作 自己的亲骨肉对待 而不离汲取之前失败的教育经验 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孩子培养成才 书上说婴儿最好和父母一块睡 当即便决定 让孩子睡着两人中间 只是这颗苦了男人 不仅要和妻子保持距离 而且几乎一晚上都被吵得没法睡 以至于第二天 给顾客香牙时 差点就睡着了 要知道 其他两个孩子小时候 睡得可是单独的婴儿床 虽然妻子说 他是在积取以前的教训 但男人也不想妥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布里特意去隐晦地 请教一个有五个孩子的父亲 汤姆倒是一点都没觉得不好意思 当即把自己的经验倾囊享受 殊不知说者无心听着有意 如果他们是快乐的一家三口 那另一个家庭成员算什么呢 第二天 安德鲁就收拾好东西准备搬出去 但以他的收入根本住不起公寓 只租了一个连床都没有的标间 布里以为儿子是在赌气 可事实上 现在的安德鲁 早已不是从前那个叛逆的年轻人 现在不仅有了工作 还为自己买了健康保险 他一直在努力让一切变得好起来 只是母亲似乎没有发现这些 即使发现了也没有说出来 然而安德鲁说这些并不是在抱怨 他早就原谅当年母亲的抛弃 听到儿子这么说 布里真的很欣慰 无论如何 这个从前离经叛道的年轻人 终于走上了正轨 一场史无前例的龙卷风 袭击了小镇 由于布里家的屋顶破了一个大洞 因此暂时搬进好朋友家里居住 苏珊本就不是一个多细致的人 刚开始他还担心凡事追求完美的朋友 会把自己逼疯 但没多久就完全改变了想法 这天晚上 他抱着一堆东西正准备开门 手中的钥匙却掉在了地上 可他刚捡起来 袋子中的东西又掉了下去 那一刻 他想到自己糟糕的现状 不禁感到有些崩溃 然而等他进屋后 一下子就被焕然一新的房子给治愈了 这哪里还是原来的那个家 简直就是天堂 优美的音乐 浪漫的烛光 烤箱中美味的食物 就连洗衣篮中的袜子都香得让人陶醉 苏珊感觉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 母女俩别提有多开心了 相比于此刻 他们以前的生活简直粗糙的难以形容 而不理做这一切 都是在为明晚宴请一名包工头做准备 虽然沃特是一个同志 但他的修缮手艺相当不错 只是最近感情受到挫折 因此不想给任何一家干活 为了尽快住到自己的房子里 女人打算让儿子牺牲色相 晚宴开始后 夫妇俩你一句我一句说起了相声 安德鲁听了一会儿终于察觉到不对劲 母亲似乎是在撮合他和身边的男人 这简直太离谱了 要知道那个男人的年纪比他大了一倍 不过安德鲁最终还是答应了 但是作为交换 他想要一台60英寸的液晶电视作为回报 而两人的谈话被下楼取东西的朱莉听到 他立马上楼告诉母亲 苏珊明白一旦屋子修好 朋友就会立刻搬走 那也就意味着刚刚开始的美好生活也会被带走 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于是借口找吃的来到客厅 可他拿到食物后并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毫不顾忌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接下来女人看似说着一些关心的话 可句句都在暗示两人有多不合适 本来沃特就有些犹豫 现在听到那些挑拨的话后 当即就要离开 这下不理的愿望落空了 可苏珊的目的却达成了 接下来到了算账的时刻 苏珊坦白自己这么做是因为私心 自那以后 不离一家安心在这里住了下来 个人竟然裸着上半身坐在自家厨房里 这样女人感到有些费解 可她以为对方只是在深夜思考人生 并没有怎么在意 然而等她转过头 并入眼帘的却是相当羞耻的一幕 令人疑惑的是 不管她说什么 男人始终坐在那里纹丝不动 为了避免更加尴尬 女人只能赶紧离开 第二天早上 苏珊本指望男人能对昨晚的事给一个解释 可对方却一点印象都没有 更可气的是 朋友还怀疑她是不是做了什么特别的梦 为了表明自己没有说谎 当晚苏珊一直坐在沙发上 一听到外面有动静 她立马起身查看 不出所料 男人再次吃身裸体地出现了 只不过这次是在门外 可当苏珊上前与她对峙时 却发现对方说的话语无伦次 直到这时 她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于是伸出手在男人眼前一顿晃悠 但对方眼睛都不眨一下 看来是梦游无遗了 苏珊犹豫了半秒 然后一个巴掌就甩了出去 奥森当即就醒了过来 当得知自己无意识中提到了迈克的名字 她立马变得不安起来 心中那个隐藏的秘密差点就被发现了 幸运的是 他们自己的房子下周就会休好 只要赶紧搬出去应该不会出事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在离开前的晚上 再次梦游的奥森还是说出了那个秘密 我抱歉 我准备你了 我准备你了 远远精心布置好一切 满心期待等男友来求婚 与此同时 男人也买好钻戒准备去赴约 然而 在走到马路中央时 一辆红色的小轿车静止朝他 紧接着 那辆肇事车在拐弯处停了下来 显然 这并不是一场意外 而是蓄意谋杀 幸运的是 男人捡回了一条命 不幸的是 他忘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比如 为什么一名女性的尸体上会有她的电话号码 一把带血的扳手 而且上面的血迹与死者的血型完全相同 由于证据确凿 男人很快就被警方逮捕 如果不是被亲生儿子保释 他很可能会把牢底坐穿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麦克去找催眠师进行治疗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终于有所收获 他原本是一名修理工 那天晚上的客户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后来他出去买水槽零件 可回来时并没有看到女主人 只在餐桌后出现一双戴着清洁手套的手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 回忆进行到这里 男人就醒了过来 虽然没有看到那双手的主人是谁 但至少现在确认了一件事 后来每次被催眠 他都尽量让记忆停留在那天晚上 终于戴手套的男人站了起来 让人惊讶的是 那竟是身边的一个熟人 回忆继续往前推进 男人当时似乎很着急要打发走他 而且在离开前 对方还特意提醒他带走那个扳手 想起所有的来龙去脉后 麦克立马去找那人算账 然而在两人打斗的过程中 男人一不小心从楼上跌落 好在当时楼下停了一辆救护车 奥森很快就被抢救了过来 事情发展到这里似乎已经真相大白 但对麦克来说 他只是洗脱了杀人的嫌疑 至于究竟是谁撞的自己人未可知 不过他和邻居达成了某种协议 要知道只终究包不住火 奥森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有梦游的习惯 而且还在无意识的情况下 把那个秘密说了出来 朱莉对听到的事情感到震惊 但由于母亲最近情绪不稳定 所以先把这件事告诉了继父 麦克得知真相后 当即就去找对方算账 对此奥森没有否认 一直以来他都在忍受内心的煎熬 当初母亲杀了自己的情人 他不得已一起隐瞒 后来在诊所里 前来看牙的麦克说他看起来有些面熟 母亲说做事不能留下后患 奥森经过反复思量 最终还是做了那件让他后悔终生的事情 而对麦克来说 虽然感到愤怒 但那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 况且他现在过得很幸福 也就不忍心再毁掉别人的生活 可苏珊在得知整件事后一下子就炸了 当时就冲进朋友家里 严厉警告奥森离他们一家人远一点 麦克也没想到妻子这么冲动 要知道曾经他也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 如果自己能被宽恕 也许别人也应该得到第二次机会 苏珊被丈夫的话打动了 退一步海阔天空 放过别人等于放过自己 所有人都觉得今天的柠檬派一场美味 可厨师本人尝了一口后 却立刻觉得味道不对 此时 刚准备品尝的一个女人瞬间不敢再吃 因为她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原来这份美味是新来的凯瑟琳做的 而原先的那个派早被她偷偷藏了起来 作为一名优雅的贵妇 最重要的就是无论心中奔腾过多少只草泥马 表面都要保持一如既往的平静 但到了家里就没必要再装了 布里一直是公认的美景镇第一嘱咐 现在竟有人要来砸招牌 最关键的是 对方做的派竟然比她的好吃 而且她尝试了很多次也无法复刻出那个味道 第二天一大早 布里带着自己的一份肉线派配方作为礼物 想要换取对方的柠檬派秘方 但凯瑟琳也不是傻子 一份不知拿本书上抄来的菜谱 就想换她的独门秘方 想都不要想 可布里从来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女人 既然无法通过正当途径得到想要的 那么是时候用一些特殊手段了 当天下午 在亲眼看着凯瑟琳开车离开后 布里掏出以前房主留下的备用钥匙 然后直接潜到对方家里 可打开柜门后却傻了眼 因为那个装师谱的箱子竟然上了锁 于是他又来到另一个邻居家 借了一把衬手的工具 接着 布里再次回到现场取出箱子 然而他刚准备剪断那把锁 就听到有人进屋的动静 于是不动声色地快速把箱子放回原位 值得庆幸的是 一家三口只顾吵架 丝毫没有察觉屋子里还堵着另外一个人 听到所有人都上楼后 布里赶紧关好柜门 现在师谱的事情似乎没那么重要了 因为好奇心暂时占了上风 要知道八卦是主妇们的天性 在没有比挖掘邻居的秘密更有意思的时候 为了探究得更清楚一些 闺蜜团举办了一场猜字派对 特别邀请凯瑟琳来参加 可惜对方的口风很紧 根本不给他们一探究竟的机会 不过不打不相识 凯瑟琳和布里一样热爱朋人 而且有相当不错的审美 为了表明谁都不是小肚鸡肠的人 当着几个朋友的面 两人决定共同操办一场宴会 按照以往的经验 在两个同样优秀的主妇共同努力下 宴会举办得非常成功 有了这次的经验 凯瑟琳主动提出想要承包一些宴会 最初布里考虑到自己还有一个孩子要养 没有时间做其他的事情 但又不想对方拿他们共同的设计去获得利益 因此 两个女人由敌人正式成为合作伙伴 最近他们又接了一个百人的宴会 但在开始前 凯瑟琳突然通知布里自己有急事要离开此地 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 看来布里要一个人挑起整个大梁 眼看快要开席了 可事先预定的冰雕竟还没有送到 她决定亲自去取 可刚走到半路 先是手机没电了 接着车子也突然爆胎 眼看后座的小天使已经开始融化 情急之下 女人把冰雕放在婴儿车上 打算一路推着她走回去 可走着走着 一辆大车从身边经过 扬起的尘土差点把人淹没 这可能是不离此生最狼狈的一切 幸亏丈夫特意来帮忙 否则等她到家时 小天使就彻底融化了 最让人生气的是 当她忙完一切 却听人说凯瑟琳现在就在家里 简直不要太过分 如果不是那个女人临时放鸽子 自己也不至于如此狼狈 于是怒气冲冲的就去敲门 完全不知道现在的屋里 正在进行一场绑架 十几年前 凯瑟琳因受不了丈夫的家暴 带着女儿逃到了姑妈家 一直到前不久 他们才又搬回来 可不幸的是 威廉不仅找到了他们 而且还发现一起回来的那个女孩 并不是她的女儿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她急于想弄清楚 可凯瑟琳知道只要自己说出真相 就会被对方毫不犹豫地干掉 于是坚持不开口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布里却主动送上了门 她不能眼睁睁看着 无辜的朋友受到伤害 只能把事情的真相合盘拖出 原来他们的亲生女儿 因为一场意外早就死了 女人害怕前夫的报复 于是把女儿的尸体埋在了树林里 接着又去福利院 领养了一个同样年纪的女孩 真相往往都很残酷 男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当即就要杀了这个害死女儿的人 危急时刻 凯瑟琳的现任丈夫赶了回来 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 最终艾伦走了进来 接下来布里给男人包扎 凯瑟琳则拿枪看着 躺在地上的恶魔 威廉倒是一点都不担心 他是一名警察 在警局有一大帮朋友 即便被抓也能很快获得自由 到时候他一定会让女人 付出惨痛的代价 对于这点 凯瑟琳深信不疑 过了十几年提心吊胆的日子 现在已经无所畏惧了 在警察来之前 布里和所有的闺蜜 统一了口径 而这些证词 对整件事的性质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布里成名后 准备出一本自己的烹饪书籍 为了达到完美 他把大量时间 用在拍摄封面照片上 因此凯瑟琳 不得不担起 大部分的宴会工作 可让他感到生气的 并不是工作有多辛苦 而是那本书里 有一大半的师谱 都是两人共同研制的 但对方却对他的名字 只字未提 其中一道煎肉卷 几乎完全是他本人的配方 只不过书中 把卷曲的香菜碎 改成了平直的 甚至还有一道焦糖松塔 布里从来没有做过这道甜品 凯瑟琳被气坏了 既然如此 她打算给搭档 一次展示的机会 于是在采访现场 谎称手外受伤 可她正在做棉花糖衣 用来缠在著名的焦糖松塔上 所有人都在期待 女人只能优雅地接过工具 表演正式开始 却不想刚演示不到一分钟 糖浆就开始结块 她不觉加重了手上的力道 女人并没有第一时间 查看记者的伤势 而是赶紧对准 镜头调皮的缓解尴尬 几分钟后 棉花糖衣终于做好了 下一步只要把她 优雅地蒙在松塔上 就大功道成 但在操作的过程中 再次发生了一点小意外 糖衣竟然站在了 女人的手镯上 她赶紧背对镜头 手忙脚乱地处理 那些不听使唤的虚众物 谁知越理越乱 一个精致的面纱 瞬间就被毁得不成样子 如此严重的翻车事故 估计记者也是头一次见 然而女人刚想要 摄影师停止拍摄 助理却说 她的手腕已经不疼了 现在可以重新 为大家做正确的示范 很快布里的 第一本样书就做好了 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 只是奥森发现 封面上妻子的名字 竟然用的是 她前夫的后缀 难道自己的名字 有什么问题吗 而布里给出的解释是 这个说法听起来 有些离谱 为了安慰丈夫受伤的心灵 他答应晚上 亲自下厨 给对方做炖肉 可儿子提醒 他有一个采访要参加 那么只能改到明天了 当晚的节目 虽说是广播的形式 但全国都能听到 在布里强调 家人对他有多重要的时候 奥森正独自一人 在办公室吃快餐 接着 主持人提了一个问题 听到这里 男人有些不淡定了 难道只因自己坐过牢 就再也上不了台面吗 要知道他当初之所以去自首 完全是因为只有那样做 才能得到妻子的原谅 可对布里来说 当时他也没想到 有一天会成为公众人物 对外宣称自己有一个 肇事逃逸的丈夫 确实不光彩 现在他的压力很大 不仅要忙着组织宴会 还要操心出书的事情 那晚布里忙完一切到家时 已经快凌晨了 可奥森却仍坐在餐桌前 等着他的炖肉 他不明白丈夫 怎么变得如此不尽人情 难道事业和家庭注定 不能两全吗 几天后 女儿一家要来拜访 奥森提醒妻子注意言辞 可布里看到丹尼尔的第一眼 就对那一身 花里胡哨的衣服有很大一件 好在他及时忍了下来 不过在听到外孙 直呼丹尼尔的名字时 还是忍不住多说了两句 如果不是奥森及时出口打断两人 母女俩估计在大门口就会吵起来 看着一起进屋的几个大人 小本杰明就知道 这个周末一定很漫长 而事实证明 他猜得一点没错 布里想要烹制 最拿手的嫩牛肉做晚餐 可女儿却说他们一家都吃素 包括小本杰明 但吃素怎么能获得全面的营养呢 更何况如果孩子的午餐盒里 每天装的都是素材 难道不会被其他同学嘲笑吗 对于这个问题 布里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男孩根本就没有上学 而是丹尼尔在家里教他 这简直是离了个大 奥森再次提醒女人注意言辞 可对布里来说 眼睁睁看着外孙的身体和灵魂都惨遭伤害 他实在做不到脂弱网文 然而孩子是别人的 他说再多都没用 即便如此 布里也没有放弃拯救被荼毒制身的外孙 趁单独和本杰明相处的时候 他特意把丹尼尔以前吃肉的照片拿给男孩看 在成功勾起对方的兴趣后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热狗 当晚 布里宴请好友们共进晚餐 可本杰明突然感到不舒服 结果还没等他跑进洗手间就吐了出来 丹尼尔忙上前查看 竟在呕吐物里发现了类似肉块的东西 这样的环境他们实在无法再待下去 当即就抱着孩子离开了 晚宴过后 奥森也不想和妻子说话 他们努力了三年才让丹尼尔答应带着孩子来做客 可布里用了一天时间就逼走了他们 五年前他被逮捕的时候 本杰明还在叫他爸爸 可出狱后 他却永远地失去了那个孩子 几位嘱咐神色各一来朋友家做客 在开门的那一刻 所有人脸上瞬间堆满笑容 但如果你仔细观察 就能发现笑容背后隐藏的嫉妒神情 不管是漂亮的花卉 还是美味的菜式 亦或是昂贵的名牌包包 都可能是别人羡慕的对象 然而这些还不够 布里的烹饪书籍马上就要出版了 而且下个月还会登上著名杂志的封面 同时营销团队已经规划好了整个市场的开拓 广播出版签名售书等等 一整套流程走下来 他想不火都难 对此 朋友们只能把极度藏起来 只流露出羡慕和祝贺 话音刚落 女人就接到了助理的电话 对方说她刚刚被商委会提名为年度商业女性 这实在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她转过身想把这个喜讯告诉朋友们 可又突然意识到这么做可能有些残忍 既然不想让朋友们感到不适 那就分享给自己的家人 与此同时 奥森正坐在路边的长椅上看招聘广告 当得知妻子要去办公室找她后 忙找各种借口推脱 可就在这时 身后却不合时宜地响起了街头音乐的声音 不离有些疑惑 但下一秒就在路边看到了丈夫的声音 实际上 奥森三周前就失业了 也就是说这三周她一直在假装工作 眼看妻子越发成功 她心中的自卑感更加强烈 所以始终不敢告诉对方事情 这天奥森一脸高兴地回到家里 妻子以为她终于找到了工作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她之所以这么高兴 是因为在回来的路上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也许这个镇上没有公司欢迎一个坐过牢的人 但至少有一个雇主肯定不会拒绝她 表面上看这的确是个好想法 但却触及到了另一个人的利益 凯瑟琳一直都是布里的得力助手 一旦奥森参与进来 过不了多久她就会被挤走 所以两个人只能留一个 布里很清楚凯瑟琳对自己的重要性 因此只能劝说丈夫继续找工作 一个月找不到就找两个月 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连家人都不愿意雇佣她 奥森的心中不知有多难过 当晚她就搬到了客房 即使妻子亲自来请 男人都坚持一人睡挺好 布里明白这是丈夫无声的抗议 但她能怎么办呢 欲待其官 必成其重 布里不知道现在得到的一切是否值得 不过幸好还有朋友的支持 两天后 男人在床头发现了一个盒子 里面装着一顶厨师帽 这代表妻子终于同意和她成为合作伙伴 接下来 奥森决定在一场宴会上把此事公之于众 但布里却一直犹豫不决 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对凯瑟琳开口 几年前 在丈夫进监狱的前一晚 他特地举办了一场小型的欢送会 可现场的气氛并不如他想象般的凝重 奥森喝了很多酒 其他人都在开监狱的玩笑 这样的场景让布里一边怀疑让丈夫去坐牢的决定是否正确 一边又强迫自己相信只有这样才能过去心中的那道感 他感到心中满是郁闷 于是不受控制地喝光了手中的酒 身边的人都知道布里有酒瘾 所以当凯瑟琳发现他又开始喝酒后 直接把他从床上拉了起来 丈夫坐牢了 儿子离开了 连唯一的小外孙也被女儿抢走了 他控制不住自己通过喝酒来避免崩溃 幸好凯瑟琳在那时拉了他一把 陪着他一起拼命工作度过了最难熬的那段时光 所以他宁愿开除丈夫也不愿伤害对方 对于这些虔诚往事 奥森并不知晓 他现在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没有人愿意雇佣一个重刑犯 所有的邻居都以为他现在是靠妻子养着的 每天早晨和邻居们点头微笑的时候 似乎能从对方的表情里看出鄙视 他感觉自己快要被淹死了 妻子好不容易递过来一根绳子 现在却又要抽回去 宴会结束后 布里把凯瑟琳为他做的一切告诉了丈夫 奥森表示理解 于是亲自找到凯瑟琳 除了表示感谢外 特意请求成为凯瑟琳的下属为他工作 而不是以合作伙伴的身份 奥森加入了布里的公司 他的确是个优秀的员工 上班第一天就接了老同学的一个大单子 而且提前做完了第二天的所有准备工作 既然今天已经无事可做 布里打算让搭档提前下班 可过了一会儿 他却发现对方还在厨房干活 因为凯瑟琳知道自己回家也无事可做 没有孩子没有丈夫 甚至连男朋友都没有 与其被寂寞吞噬 还不如给自己找点事干 第二天 布里见到了丈夫介绍的那个大客户 当得知对方是个黄金单身汉后 立刻想到了寂寞的同伴 于是决定特别为对方安排一顿晚餐样品 起初 凯瑟琳很排斥相亲 但看到对方的帅照后 立马不再假装矜持 当晚 丈夫刚一到家 布里就忍不住把自己当红娘的事说给他听 谁知奥森得知后立马紧张起来 事实上 那个男人并不是他的大学同学 而是曾经的育友 好心办了坏事 布里感到非常内疚 可当他打电话通知朋友时 却发现两人已经睡在了一起 听着对方感激涕零的话 他实在不知该如何开口 既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 索性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 布里提前调配好了一杯鸡尾酒 等凯瑟琳满面春光的来上班时 先是为他递上那杯酒 接着把那个男人的真实身份如实相告 得知实情后的女人忍不住痛哭流涕 可怜又孤独的他甚至想要离开这里 布里安慰说自己早已把他当作自己的家人 虽然两人会时不时的争吵 但这不正是姐妹间常做的事情吗 感受到同伴的关心后 凯瑟琳很快就恢复了过来 夫妻俩没羞没臊地在厨房里过起了二人世界 谁知第二天就得知监控录像被盗了 小偷是因为偷钱被开除的一名员工 对方开价两千美金 否则就把视频传到网上 女人不想被一个连偷了他们两次的小流氓勒索 但是她的新书下周就要出版了 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丑闻 那现在拥有的一切都将毁于一旦 于是决定全权委托儿子处理此事 从前她一直教导对方要遵守法律 不要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情 但是现在 很快安德鲁就拿回了那盘录像带 可在销毁之前 她还是想让母亲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里面的那对男女并不是他们 此刻 看着录像带里缠绵的两人 布里着实有些吃惊 要知道里面那个男人可是她好闺蜜的前后 几人现在住在一条街上 因此在把那盘录像带交给凯瑟琳时 忍不住提醒对方这么做可能会有不好的结果 但对于单身五年的女人来说 能和一个难得的好男人约会 付出一点代价又算得了什么呢 既然如此 布里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而且她接下来要操心一件重要的事情 今天约好的记者来自纽约 如果采访成功 她将会登上知名特刊的首页 那么她的新书一定会大卖 布里有些紧张 忍不住夸赞搭档的头发又浓又密 转播身看到儿子进来了 赶紧说对方今天简直帅呆了 安德鲁在网上查了那个记者的资料后发现 对方最喜欢的就是爆料别人的丑闻 她刚想劝母亲最好不要接受这次采访 可已经来不及了 不过布里根本没有要退缩的意思 她相信自己能够搞定这个女人 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 漂亮整洁的环境 其乐融融的氛围 让人找不到一点瑕疵之处 然而就在这时 电话铃声响起 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 女人坚持不接电话 这下糟了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桑德拉向发现猎物的猎人般兴奋起来 采访结束后 布里发现那个女人并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在向她的邻居打探消息 等对方离开后 她立刻上前询问 邻居两口子说那个记者似乎掌握了很多她的丑闻 而且下一步要去酒吧听奥森的演唱会 好挖掘更多的爆料 事情正在往最糟糕的方向发展 布里不明白自己写了一本很棒的书 为什么对方却抓住她这个人不放 可在桑德拉看来 那本书就是在炫耀她有多成功 而别人有多失败 这是令人极为反感的 可这并不是布里的初衷 她走到今天也曾遇到过很多次失败 写这本书只是想告诉大家 不论生活有多糟糕 总有机会能把事情做好 即便只是做菜 女人从没想过丈夫的憨声会如此震耳欲聋 医生说病人的鼻黏膜受损 做个小手术就好了 但男人胆子太小 死活不同意 结果被妻子毫不留情地赶出了卧室 为了重新回到舒适的地盘 她偷偷在对方的茶杯中加入了一剂助眠的药物 一听妻子这么说 男人赶紧拿走她手中的杯子放在床头 看来自己是多此一举了 第二天一大早 奥森就接到了助理的电话 直到这时她才知道 妻子九点钟有一个重要的展示会 于是她赶紧去叫醒对方 不理这一觉睡的昏天暗地 被强制开机后感觉口渴难耐 等不及丈夫为她准备果汁 就顺手端起那杯隔夜茶一饮而尽 尽管已经喝了三杯特浓咖啡 但女人还是感觉困急了 整个人都处于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 结果好好的一场新书宣传会 硬是变成了认清现场 一点好处都没有 因为奥森终于答应去给鼻子做手术 据说夫妻间有一种奇妙的权力平衡 如果其中一方耍了花招 比如对另一半下了安眠药 那么权力就会向受害方倾斜 那位年轻的医生并不是很理解这些话 但还是给爱人打去了一个电话 手术做得很成功 为了表示感谢 布里在离开前想要给医生留一张感谢卡 可就在这时 桌子上的一张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 上面的那个人不是别人 而是他的亲生儿子 其实 布里很久之前就接受了儿子是同志的事实 而且那个医生看起来很不错 他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瞒着自己 可对安德鲁来说 自从母亲知道他特别的取向后 就再也没有关心过他的感情问题 他以为对方根本不想知道 为了弥补自己作为母亲的失职 布里决定明天晚上宴请儿子的男友 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另一对邻居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但鲍勃两口子却看亚历克斯非常眼熟 突然 李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们嘀嘀咕咕的画面让布里感到有些疑惑 但晚餐就要开始了也不方便直接问 可在拥抱未来的女婿时 他发现两人又在焦头接耳 这下再也忍不了了 当即就把他们拽到了厨房 布里不敢相信听到的那些话 那个一表人才的医生怎么可能做那么不堪的事情 可这两口子却非常确定 因为他们上个月刚刚租过那部电影的录像带 第二天 布里特意去影像店租了那盘DV 打算把此事告知儿子 但出乎意料的是 安德鲁毫不在意 因为他早就知道此事 当年亚利克斯为了支付医学院的学费 不得已才做出那样的牺牲 可谁还没有一些前程往事呢 他自己曾经做的那些龌龊事也好不到难去 不过男孩还是很感激母亲的关心 而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布里不打算再插手儿子的选择 也许在孩子长大的同时 父母也在一起成长吧 也只有这样 才能拥有更和谐的母子关系 很快到了亲家见面的日子 这原本是个开心的时刻 但仅仅过了五分钟 布里就开始怨恨起那个女人 因为在应该去谁家里过节这件事上 对方先发致人 强行抢走了两个重要的节日 更过分的是 在听到两个孩子说附近的房子太贵买不起后 那个女人竟然劝说儿子搬去他家附近住 因为那里的房子比较便宜 对此 布里一百个不愿意 但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在正式的宴会上 玛丽娜毫不客气地坐在了主位上 因为那个位置能同时挨着两个孩子 虽然布里心中奔腾过无数只草泥马 但骨子里的礼貌还是让她微笑着强忍了下来 然而对方的花招并没有停止 除了怂有儿子在他家附近买房子之外 还说他们当地的一个知名老医生退休了 要儿子回去接替工作 这对亚历克斯来说是个好消息 他不仅能有一份好工作 而且还能用现有的钱在那里买到一所大房子 毕竟他们将来还想要孩子 一听到孩子 布里立马坐不住了 可还不等他说些什么 玛丽娜就说自己可以为他们带孩子 眼看事情就这么说定了 布里一下子就慌了 男人敲完人生的最后一颗钉子 就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而手中剩下的那颗钉子沿着防眼滚落 正好掉进工具箱中 就像她的人生一样 没有留下一点烂摊子 一来是小镇上最受主妇们欢迎的男人 此刻 几个女人一边打牌 一边商量如何置办她的葬礼 但只有家布一声不吭 因为她想起了刚搬到这里时的情景 那时的丈夫一直忙于工作 每次都用昂贵的礼物来打发她 善良的修理工看出女人的孤单 于是好心介绍她加入其他主妇们的牌局 然而 家布的第一次亮相就让众人印象深刻 打牌的过程中 她说的每句话都在彰显自己的优越感 不是炫耀她做超模式有多风光 就是嫌弃住在这里的人有多无聊 对此 其他几位主妇只能礼貌地沉默不语 不过他们把各自的真实想法告诉了修理工 一来告诉女人 如果不想在这所大房子里无聊到发毛 就要放下姿态去真心地结交一些朋友 几天之后 家布敲响了邻居的家门 不过 这次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 只有真情实义地道歉 思绪回到现实 作为对依赖的回报 家布坚持要承担葬礼上所有花圈的费用 这是他唯一能为对方做的事情 至于葬礼后聚会上的食物 自然落在最会做饭的布里身上 有人建议菜谱可以参考他的烹饪书 于是家布从桌角拿出朋友送给他的那本 布里看着封面上的自己 思绪回到了前夫还活着的时候 为了做出更美味的食物 他想要换一个新的烤物 可雷克斯却责怪他不能体会赚钱的辛苦 第二天 女人就想到了一个赚钱的好点子 那就是写一本自己的烹饪书 但遗憾的是 这个想法遭到了雷克斯的无情嘲笑 既然丈夫不同意 而且已经答应为他买一个新烤物 那么也许自己应该放弃这个荒诞的想法 毕竟成为一个优秀的家庭主妇 才是女人该做的事情 至于那些整理一半的书稿也没什么用了 多年以后 雷克斯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葬礼过后 布里一人坐在厨房里发呆 此时 一来走了进来 在得知女人对以后的生活感到迷茫时 他拿出了当年被扔掉的那份书稿 还夸赞上面的诗谱有多棒 尽管布里当时并没有心思写书 但这个失而复得的东西 却成就了一个事业有成的女人 傍晚 几个人为明天的葬礼做准备一直忙到很晚 就在这时 一个小女孩来找妈妈辅导功课 可勒奈特还没忙完 便让女儿自行学习 在那一刻 勒奈特想到了最初怀上这个女儿时的情景 那时的他已经生了三个儿子 所以在即将生产的最后一刻 他仍在处理工作的事情 更离谱的是 孩子刚出生不到一个月 他就再次开始寻找新的工作 以至于把小婴儿 望在三十多度高温的车里都毫无所知 直到好心的修理工把女儿抱到他面前 他才意识到自己差点酿成大错 无论如何 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勒奈特放下手中的一切 去陪伴心爱的女儿 此时 厨房里只剩下苏珊一人 他为自己倒上一杯酒 回忆起了在依赖见证下的三段感情 当得知卡尔背叛自己后 他扔掉了对方所有的东西 还让修理工来换掉家里的门锁 可从依赖的口中 他竟得知丈夫在外面的女人远不止一个 于是更加愤怒 几年之后 在和第二任丈夫离婚后 他又请依赖来换锁 这次他哭得异常伤心 麦克是他一生所爱 两人分开完全是迫不得已 依赖不忍看苏珊如此伤心 于是在旁边坐下来陪他一起难过 此刻不需要过多的言语 有人陪着就挺好 几天前 苏珊再次和男友分手 但这次他没有哭也没有闹 只是淡定地请依赖换了门锁 然后顺便请对方帮忙修一下屋顶 在得知今天是男人最后一次工作时 便想去买一瓶好酒为对方送行 然而等他买完酒回来 竟发现对方在他家的屋顶上永远闭上了眼睛 小镇上所有人都出席了依赖的葬礼 他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这个难得的好人 然而没有人知道 依赖刚来这条街上时有多落魄 一双鹿脚趾的鞋子让爱丽丝看出了他的窘迫 于是善良的女人改口说自己家里有一个碎掉的花瓶需要补 而且还要把它介绍给邻居们 几年之后 男人的手艺已经赢得了所有人的认可 这天他来给爱丽丝送修好的手表 但在离开前 对方竟要把当年被修好的那个花瓶送给他 依赖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第二天 所有人聚集在街道上 看着对面那个在自己家里自杀的女人 而依赖也在不远的地方默默看着 之后他在车里做了一个小事 为自己没能挽救爱丽丝的生命深深自责 同时悄悄对上帝发誓 他一定要竭尽所能帮助身边的人 终其一生 而事实上 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奥森原本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 但自从失去牙医的工作者而成为妻子的雇员后 就感觉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大不如前 这天 夫妻俩参观儿子和女婿的新家 屋里的家具布置得很有品味 尤其是那个装沙拉的水晶碗 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 还有贵族才喝得起的96年拉土葡萄酒 据女婿说他们买了整整一箱 要知道以安德鲁现在的工资水平 根本消费不起这些东西 接着从女婿口中 奥森得知妻子竟然瞒着他给妻子涨了工资 至于到底涨了多少 女人却一直避而不谈 这让男人更加好奇 于是私下里向妻子的理财师打听 但要知道账户的支出明细 必须提供正确的密码 对方提醒她是客户小时候养的宠物名字 可惜的是 奥森胡周了好几个都不对 为了从妻子口中套出密码 他故意说刚刚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网站 只要填上一个宠物名字 就能测试出自己的艳星一名 布里根本不想参与这个幼稚的游戏 但又耐不住男人的软磨硬泡 最终还是说出了小时候养过的一只宠物名字 在得到自己想知道的东西后 奥森就开心地离开了 然而查到的结果却让他极为不满 要知道自己的学历是所有人中最高的 而且曾经是一名牙医 现在已经不是工资多少的问题 而是他的价值竟还不如一个大学没毕业的毛头小子 这实在太侮辱人了 可布里觉得安德鲁是公司的顶梁柱 而且又是元老级别的 理应拿到和他能力相当的工资 第二天 当奥森在厨房见到安德鲁的时候 先是夸赞他的细心和负责 但等男孩一离开 他就不受控制地把对方心爱的银笔装入自己的口袋 从那次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只要有人让他感到不适 他就会不自觉地带走那人的一样东西 可不巧的是 连续两次作案都被妻子发现 布里对丈夫的行为很不解 忍不住以命令的口气禁止他在那样做 但对奥森来说 他在失去牙医身份的同时 也失去了人们的尊重 他要惩罚那些侮辱他的人 看着生气离开的妻子 男人的目光瞥向对方刚刚摘下的那副耳坠 这天 布里回家时看到两个闺蜜正在路边聊八卦 疑问之下才知道苏珊家里丢了一个水果盘 明明昨晚大家聚餐时还在的 当时奥森还夸那个盘子很漂亮 家布怀疑是自己爱吃糖果的女儿偷走的 因为小姑娘今天早上刚去过苏珊家里 之后就发现那个果盘不见了 然而只有布里最清楚谁才是那个小偷 于是打电话取消了当天所有的行程安排 接下来他必须彻底解决这件事情 因此当奥森回家时 看到的是一桌子他从别处顺走的小玩意 以及正经危坐的妻子 女人是去邻居家借消炎药 但实际上却趁着男人去取药的时候 快速把一个小盐罐放在桌子上 接着他又去第二家借螺丝刀 同时留下一个水晶球 然后去第三家借大料 并顺便回赠对方一个糖果盘 事情似乎进行得很顺利 但轮到第四家时却发生了变故 眼看去取鸡蛋的邻居又折返回来 女人赶紧把东西放在身边的桌子上 本想得自己速度够快对方发现不了 却不曾想 家布不仅看到了那个陶瓷娃娃 还意识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原来是要归还的东西太多 女人搞混了 幸运的是 朋友以为是女儿偷的 没有对他产生一丝怀疑 然而 布里刚走出门外 就发现丈夫鬼鬼祟祟的从另一个邻居家里出来 他立即意识到对方一定又去偷东西了 于是直接追了上去 他原本以为悄悄把东西还回去就万事大吉了 却怎么也没想到丈夫仍然死心不改 既然如此 只能带他去看心理医生了 可如果有外人在场的话就会发现 当时女人的气场高达两米八 而男人就像一个犯错的孩子 想解释却没机会 由于第一次心理治疗没什么效果 第二次的时候女人表现得更加生气 甚至连医生都插不上嘴 奥森看妻子这么强势 终于开口说出自己偷东西的真实原因 布里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于是当即打发走医生要和丈夫好好谈谈 他一直以为男人很支持他的事业 而且他还好心给了对方一份工作 可对奥森来说 他想成为的是合作伙伴 而不是雇员 这一年以来 妻子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公司的经营上 他也想过做一个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 但发现自己实在做不到 在了解了丈夫的真实想法后 布里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那就是卖掉公司 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他的婚姻 可这样的牺牲真的值得吗 看着那些曾经获得的荣誉 心中有一万个舍不得 与妻子的落寞相比 奥森表现得非常开心 恨不得立刻让双方把合同签了 对于母亲的这个决定 安德鲁表示不能理解 如果继父觉得不开心 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去调解 为什么一定要牺牲掉如日中天的公司呢 但布里觉得自己是个传统的女人 他写的那本书的主旨就是弘扬传统理念 所以更应该以身作则 以家庭为重 对于这个问题 布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但等丈夫回来后 他便提出想要一年的过渡期 慢慢放弃公司 但奥森早就迫不及待了 怎么可能会同意 那一刻女人觉得男人可能也没那么爱自己 既然如此 为什么还要傻傻地为对方牺牲一切呢 奥森不明白妻子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他说如果不卖掉公司 自己可能还会取透东西 但布里已经不在乎了 从这一刻起 两人的婚姻也开始一点点地瓦解 当天晚上 男人赌气要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即便妻子亲自去请 他也铁了心地不回卧室 布里无奈只能独自回房 谁知女人前脚刚离开 后脚男人就从沙发上坐起 他来到门外 坏笑着看向一户关灯的人家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奥森被老太太袭击后顾不上疼痛 立刻夺门而出 但在走到路中间的时候 一辆小汽车朝着他急驰而来 司机被路上突然出现的男人吓了一跳 急忙猛打方向盘 却不想车子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 紧接着一段电缆被吹断后锤了下来 车子停下后 女人准备下车查看情况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男人见状连忙溜走 与此同时 所有的邻居都听到了那声巨响 他们立刻放下手中正在做的事情 然后冲向事发地点 有那么一分钟 所有人都弄在原地 似乎是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 直到一个女人发出惊呼 大家才开始行动起来 在急救车到来之前 一滴似乎听到死对头趴在耳边安慰她 果然天敌就是不一样 两秒钟后 在所有邻居的注视下 她咽下了此生最后一口气 两天之后 应一滴丈夫的请求 几位邻居带着骨灰赶往百公里外的一所大学 他们要把这个消息通知死者的儿子 四个小时的车程着实让人感到无聊 于是众人开始回忆关于一滴的往事 大家都知道她和苏珊一直是死对头 但两个人本来是有机会成为朋友的 初次见面 苏珊正把从垃圾桶里剪出来的甜甜圈放进嘴里 那是她刚才不小心掉进去的 可正在跑步的伊迪却以为她是一个流浪汉 当即就要给钱让她买些干净的食物 误会解除后 两人一起进屋喝咖啡 后来每天早上还会一起跑步 但事实上苏珊并不喜欢运动 跑了一个星期后就坚持不下去了 可在发现对方时常勾搭已婚的男人后 她就毫不犹豫地结束了这段友谊 本以为两人不会再有任何交集 可有一天伊迪却主动登门 她的本意是不想朋友被蒙在鼓里 谁知苏珊一点都不领情 然而三周之后 她就在丈夫的车里发现了其他女人的内衣 此刻轮到勒奈特抱骨灰坛了 她一边直接打开坛子观察 一边想起了自己的癌症的那段时间 几乎每个邻居都非常友好 心甘情愿为她做各种事情 而她也享受得心安理得 像极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废物 而唯一和众人不同的是伊迪 她竟然把本应去医院接受化疗的病人 带到了一间热闹的台球厅 甚至还为她点了一杯烈酒 勒奈特觉得这一切太荒谬了 要知道她可是一个得了大病的人 但那又如何呢 世界上不幸的人那么多 难道都要像她一样自怨自艾吗 最终 勒奈特凭借强大的毅力战胜了病魔 就在这时 车子一阵摇晃 轮胎似乎爆了 所有人都看向后排的老太太 因为她是唯一一个会换胎的人 在修车的间隙 部里发现停车的地方非常熟悉 伊迪被他们从小镇驱逐后就住在附近 那时丈夫正在坐牢 她第一次去监狱探望时 就对里面简陋的环境感到极为不适 可监狱不是宾馆 不可能提供舒适的单间 她本打算这次就算了 等下次准备好了再来 然而在离开前 她却得知丈夫今天还有一个访客 而且还是个女的 在花了一点小钱后 她终于找到了那个女人 事实上 伊迪并没有耍任何的阴谋诡计 只是单纯地觉得那个男人很可怜 为了妻子主动坐牢 到头来对方却连看都不愿看一眼 在那之后 布里终于鼓足勇气去探望丈夫 同时开始反思当年坚持 让男人去自首是否正确 车子终于修好了 众人再次出发 家部想起了自己刚离婚的那个晚上 她和伊迪都自称是小镇最美的女人 如果他们一起去酒吧一定所向无敌 果然 两人刚到就有帅哥送上饮料 只是一山不容二虎 当两个漂亮的女人处在同一个空间时 免不了要展开一番竞争 两人各显神通 都收集到不少的调酒棒 不过最终还是年轻的家部更胜一筹 之后伊迪就先行离开了 等家部到家时 发现朋友正一个人坐在鞦韆上伤感 伊迪觉得自己活不顾五十 时间就像一个小偷 不经意间就偷走了女人年轻的容颜 即使再多的化妆品也无法挽回 此时几人终于到达目的地 他们见到了伊迪的儿子 可男孩在听说母亲去世的消息时 竟没有一丝悲伤 也是 对于早早就抛弃自己的女人 能有什么情感呢 可就在她要离开时 却被凯伦拉住了胳膊 在儿子忌日的那天 老太太独自一人在家喝闷酒 后来伊迪来了 她说自己很清楚老人的感受 因为她也失去过 没有哪个母亲是不爱孩子的 她之所以放弃抚养权 是因为太清楚自己的德行 只有让孩子远离她 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男孩听完似乎有些动容 但还是离开了 可众人刚走到门外 她又追了上来 也许心中对母亲的怨念 终究是消散了吧 这时加布突然想起 他们这次来的目的 于是赶紧从车里取出骨灰坛 男孩抚摸着母亲 最终决定把处置权交给 眼前这几位看似有好的邻居 那天他们到家时已是半夜 所有人都又累又困 因此决定明天再商量 如何处置骨灰的问题 当晚凯伦抱着一笔 一边喝酒一边发愁 就在这时 一阵风把门吹开 凯伦走到门口 看着外面安静的街道 瞬间就明白了 第二天 几个人聚在一起开始分骨灰 他们要让一滴安息 在这片美丽的街区 但在正式开始前 每个人都要说一句 对死者的评价 说完后几人分散开来 把骨灰撒在紫藤郡的各个角落 接着一阵风吹来 把剩下的吹到空中 只要好好活过 死并不难 避泪又怎样 不被理解又怎样 生命是有限的 没有遗憾地过好每一天 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吗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 一个男人偷偷爬进一户人家 进屋的动静 惊醒了刚刚睡下的老太太 瑞斯没有丝毫害怕 拿着一个棒球棍就来到客厅 在看到有人要偷他的东西后 一棒子就敲了上去 等把那人赶出去后 他站在窗口准备报警 但就在抬头的瞬间 竟在窗外看到了可怕的 老太太被吓坏了 当即就晕了过去 等他从医院醒来时 就对身边的人说自己看到了死神 对方戴着面具要偷他的百件 但被他一棒子打走了 死神看带不走他 于是带走了另一个女人的性命 凯瑟琳只认为是对方老糊涂 但他不知道的是 老人口中的死神 此刻就躺在对面的病床上 奥森说自己头上的伤势 晚上出去散步时不小心磕倒的 布里虽然觉得不可思议 却也没有怀疑什么 只是他现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丈夫 要知道男人之前养成了偷窃的习惯 虽说偷的东西都是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 但数量之多还是让女人感到震惊 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妻子只不忙工作忽略了他的感受 男人才故意偷东西来惩罚对方 在得知这一切的真实原因后 布里本打算卖掉公司全心全意照顾家庭 可最后一刻还是犹豫了 毕竟自己一步步走到今天不容易 男人看到妻子反悔后很不满 当晚就赌气睡在了沙发上 谁知第二天他竟住进了医院 奥森说自己不想再纠结下去了 同时向妻子保证再也不会偷东西 更不会撒谎 只求两人能好好过日子 看丈夫如此诚恳 布里决定再给对方一次机会 不过有一个人却提醒他要小心一点 可现在那个男人又突然说要坦然接受这一切 这不得不让人有所怀疑 当时布里并没有把儿子的话放在心上 还是要去医院把丈夫接回来 在出院前 医生做了最后一次检查 他说男人头上的伤不像是磕到的 倒更像是打架时被棍棒类的东西击打所致 但在女人的印象里 丈夫从来不会打架 顶多也就大吼大叫 在去前台办理出院手续时 布里遇到了一位朋友 凯瑟琳是来看望那位被死神吓到的邻居的 由于老太太一直胡言乱语 医院已经决定把她送进养老院由专人照顾 听到这里 女人似乎明白了什么 等再次看到丈夫时 眼神中明显有了不一样的东西 当晚到家后 女人再次试探性地询问 丈夫头上的伤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着一脸平静却又满口谎言的男人 她直接出门去了儿子家里 第二天 布里就去见了安德鲁安排的离婚律师 她原本想好心给丈夫留一点东西 但律师却说对方根本不需要她的好心 因为按照法律规定 只要两人离婚 男人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分走她一半的财产 这是布里无法接受的 那可是她自己辛苦做起来的事业 丈夫只是公司的一名雇员而已 如此看来 这名有职业操守的律师并不是自己要找的人 不过很快她就发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苏珊的前夫是一名离婚律师 虽说人品不咋地 但对如何钻空子帮当事人分到更多的财产 她要称第二就没人敢称第一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第二天 布里就来到了卡尔的律师事务所 医疗之下果然发现对方是个没品没得的高手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卡尔提出了一些建议 比如伪造账目或者做秘账 布里都表示没问题 可男人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 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对于抢劫自己家这件事 布里觉得有些过分 虽说他现在做的事情本来就不光彩 但也不能毫无底线地做任何事 经验丰富的卡尔早就料到女人会有这种反应 他不慌不忙地让对方冷静下来 然后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一个画面 女人闭着眼睛想象着 等睁开眼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了 第二天晚上 趁奥森去参加晚宴的时候 两人一身黑衣开始动手 完事后 布里立刻赶去宴会现场 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之后再和丈夫一起回到家中 看着一片狼藉的客厅 女人假装惊讶 为了在离婚前把财产转移出去 两人合谋盗窃了他自己的家 同时把偷出来的东西都存在了一个仓库里 只要不申请保险理赔 离婚后他就能独自拥有这些财富 然而事与愿违 这天奥森在家里接到了一个电话 得知妻子秘密租了一个仓库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找到了那个地方 但看到的东西却让他大吃一惊 里面竟装满了家里被盗走的东西 那个小丑面具还是两人度蜜月时一起买的 他记得清清楚楚 男人心中五味杂陈 但并不确定妻子的真实用意 当天晚上 布里刚到家打开灯就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些本已丢失的东西竟奇迹般的回来了 转头就看到丈夫拿着小丑面具坐在桌前 他瞬间就明白事情已经暴露了 那么再瞒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布里早就受够了每天对讨厌的男人笑脸相迎 本以为把一切都说开后 两人很快就能彻底结束 可惜布里想得太简单了 因为奥森不仅没打算搬出去 而且还决定要挽回他们的婚姻 他知道妻子不愿意 但有确信对方权衡了利弊关系后一定会同意的 由于布里当时用自己的名字租的仓库 所以一旦被保险公司起诉 他百分百会因为保险欺诈被逮捕 而男人完全可以说自己也被蒙在鼓里 这下女人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塔尔安慰他不要担心 事情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 但谁也没想到 他竟找了一个混混去威胁奥森 听到这些话 不用想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刚开始奥森以为是妻子顾的打手 但布里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此事 现在对男人来说 究竟是谁打的自己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他已经决定留下来 布里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第二天就生气地找到了卡尔 他原本只是想保护自己的财产 可在这个道德败坏的男人怂恿下越陷越深 竟慢慢变得失去了自我 但卡尔早已看清这个女人的真面目 对于男人突然间的表白 女人有些错了 他以为对方是在开玩笑 于是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 而且现在就要解除两人的合作关系 谁知男人听后不仅没有退缩 反而一把抱住了他 在原始欲望的冲击下 男人当即就想发生点什么 只可惜他这次撩的不是头脑简单的小姑娘 布里很清楚对方在这张沙发上祸害了多少女人 他可不想就这样草草了事 于是两人约定等男人找好宾馆再联系 很快卡尔就在偏远的小地方订了一间房 虽然条件差点 但好在不会碰到熟人 男人一进屋就迫不及待地躺上床 可女人却局促不安地站在原地 不仅如此 这里的床单又破又久 而且还散发着工业漂白剂的味道 他是绝不会在这样的床上感到快乐的 接下来两人来到商场采购 没一会儿就选了一车的床上用品 卡尔有些不耐烦了 一个小时前自己还半裸着准备嗨皮 此刻却在无聊地挑床单 更糟心的是 好不容易选好和地毯颜色搭配的床品 女人竟还要去费时间去买花 他不禁怀疑对方根本不想和他在一起 男人真的是没有多少耐心 既然如此 那就好去好散吧 但已经被撩过的女人会就此打住吗 看着丈夫与别的女孩跳舞 女人就气不打一处来 趁服务生转头的瞬间 他快速拿走餐车上的一壶油 接着打开瓶盖等待时机 很快两人就旋转到桌子旁边 女孩似乎摔断了鼻子 需要立刻去医院 然而谁也想不到 这个女人打翻醋坛子并不是因为丈夫 而是为了另一个男人 一个小时前 这对男女还在汽车旅馆里逍遥快活 卡尔提一周末一起去度假 可布里却认为他们的关系本就是相互消遣 远没有达到那么亲密的地步 为了保持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最好不要向对方提出任何无理的要求 男人听后似乎有些受伤 当即就离开了 谁知两人刚分开没多久 就在宴会上再次相遇 最开始不理以为对方是在跟踪自己 直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出现 他才见识到这个男人撩妹的速度有多快 卡尔感到有些尴尬 拉着女友就要离开 却不想再次被叫住了 艾迪斯曾是奥森做牙医时的病人 是个很可爱的姑娘 既然都是熟人 四人决定拼桌 奥森本想邀请妻子去跳舞 但布里现在根本没心情 便怂恿丈夫和艾迪斯一起跳 两人离开后 布里开始斥责卡尔的三心二意 可男人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 布里不甘心 抬眼看到服务员正推着餐车过来 心中立刻有了一个主意 虽然做法有些卑鄙 但还是达到了想要的结果 只是 整个过程中他似乎忽略了丈夫的感受 第二天一大早 奥森就坦白自己看穿了一切 地面上的油并不是意外 而是有人故意撒上的 从卡尔带着艾迪斯出现 他就看出妻子有些异常 想了一个晚上后 他终于明白妻子是吃错了 原因是看到他和别的女孩跳舞 也就是说对方还是在意自己的 那么他们的婚姻或许还有救 可怜的男人只顾开心 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头顶正绿的发光 听到丈夫的这句话 布里突然意识到他似乎真的对卡尔动心了 于是拿起电话主动与对方和好 在那之后 两人的秘密约会越来越频繁 女人总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临时开溜 同伴只认为他事情比较多 并没有怀疑什么 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 想当初他们第一次走进这家宾馆时 女人浑身都散发着抗拒 但一个月不到 他就对这个地方变得依依不舍起来 直到服务员要进屋打扫卫生 他们才准备离开 可刚走出门外 布里又折返回来 因为他的珍珠耳环不知落在什么地方 服务员好心地表示会帮忙找找 就在这时 女人接到了丈夫打来的电话 他撒谎说自己正在逛超市 一会儿就回家 挂完电话后 服务员也找到了他的耳环 为了表示感谢 他想要再留下一些小费 但出乎意料的是 虽然没有任何难听的字眼 可对方的态度 还是让女人感到极不舒服 不离此生最在乎的 就是别人的看法 此刻被一个宾馆的清洁工看不起 更是感觉受到了侮辱 第二天 女人再次来到那家宾馆 她必须要和对方解释清楚 自己为什么偷情 但在陶勒斯看来 如果有一个真心爱自己的丈夫 每天等他回家 还愿意分担家务 她是绝不会离婚 更不会出轨的 难道戴着珍珠耳环偷情的人 就不是罪人吗 布里很生气 但对此他无可反驳 几天之后 他再次找到了陶勒斯 对方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布里觉得只有被丈夫背叛的女人 才会如此愤世嫉俗 然而 陶勒斯说他的丈夫 是世上最好的男人 可惜他仍不满足 为了寻求快乐和刺激 他背地里又找了一个男朋友 两人过了一段逍遥快活的日子 可当一切都结束后 他不仅失去了男友 同时也失去了丈夫 不理听后有所触动 但他不相信自己也会重蹈覆辙 每个快乐的人都觉得 自己会是最幸运的哪一个 却不知种什么因 结什么果 等事情真的发生时 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刚对情人产生爱意 就决定和对方分手 因为男人糟糕的餐桌礼仪 低劣的道德准则 还有游离的色眼 都让女人嫌弃到了极点 他绝不能让自己爱上这样的男人 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 分手是最好的选择 一般情况下 这个时候男人应该会极力挽留 但对高手来说 出气不易才能反败为胜 那一刻 在甜言蜜语的冲击下 女人完全放弃了离开的想法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让他再次警醒起来 那天 他本来高高兴兴地去朋友家做客 可意想不到的是 刚进乌苏山就发现了那枚胸针 还说那是前夫十年前送给他的 只不过后来丢了 而现在待在布里身上的正是那一枚 连背面的刻字都一模一样 此时 卡尔刚好来送女儿回家 于是一幕好戏正式开场 奥森问妻子从哪里得到的胸针 女人随口编了一个古董店的地址就打了 既然这个东西来得蹊跷 布里决定让他物归原主 而对于那个道德败坏的男人 他这次绝不会再心软了 于是第二天就找对方分手 在卡尔看来 他本就是在拿回自己的东西 只不过偷的东西太多 忘记了那枚胸针是苏珊的 可谁又是完美的呢 要知道此刻正一份填膺责怪他的女人 还不是为了财产亲自盗窃了自己的家 好在女人现在是清醒的 无论对方如何狡辩 都坚持要结束这段感情 然而谁也想不到 卡尔接下来做了一个怎样疯狂的决定 对于突如其来的求婚 女人一时没反应过来 但还是下意识地拒绝 不过男人也不在乎 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只要够诚心 什么人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女人想说些什么 可对方根本不给机会 只让他回去好好考虑 布里不是不安适适的小姑娘 他清楚自己内心深处 并不想结束这段感情 不过现在需要找一个理由 让他接受那个男人 于是表面上去给朋友送吃的 实则想打听卡尔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以前苏珊每次提起前夫 总是离不开外遇 或者谎言这些字眼 但要说起优点也还是有一些的 然而 他现在已经找到了真爱 这个兄贞对他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既然是朋友花钱买的 那么就应该物归原主 第二天 布里来到卡尔的办公室 宣布了几件事 他没有打算拒绝求婚 但是接下来 卡尔需要全心全意帮他离婚 第二 他要男人保证 真的会有所改变 否则一切免谈 第三 为了头脑清醒地看清楚对方 他们必须清心寡欲地相处一个月 卡尔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 但这样的女人却让他更加着迷 三个人的感情 必定会有一个人受伤 奥森自始至终都不想离婚 那晚在宴会上 看到布里把那枚胸针给了苏珊后 便想重新买一个送给妻子 此时 男人已经到了楼下 看着桌上放着的两个酒杯 更加确定自己的猜想 他悄悄走进门口 然后猛地打开房门 听着电话里的声音 安吉有些疑惑 但一转头就在屋檐上看到了个赤身裸体的人 一时之间场面好不尴尬 而奥森虽然没有发现其他男人的身影 可楼下的桌子上明明放着两个有酒的杯子 他还是不相信只有妻子一个人在家 对此布里不知道该如何搅拌 就在这时 安吉端着酒杯走了上来 接下来 两个女人一唱一和 彻底打消了男人的怀疑 奥森离开后 他们立刻行动起来 一个去关门 一个把衣服抱给窗外的汉子 原本 安吉并不想管别人家的破事 那天他本来是去找布里的 可只有奥森一个人在家 男人看起来很伤心 因为他觉得妻子似乎在外面有人了 但这个周末他要去打高尔夫 所以希望对方能帮忙留意一下妻子 安吉不想趟这趟浑水 当即就拒绝了 关键是 他不相信那么淑女的一个人会做偷摸的事情 于是第二天就把这件事转述给本人 布里得之后有些惊慌 出门就给情人打电话商量对策 殊不知这一幕刚好被屋里的安吉看见 那天晚上 当卡尔来找布里的时候 安吉就站在不远的地方 而男人之所以敢在这种时候冒险 是因为他想到了一个让女人顺利离婚的伴 他们要做的就是找一个奥森的育友来和他见面 然后偷偷拍下他们的照片 这样一来 如果对方还是不同意离婚 那假释官就会收到那些照片 之后奥森就会再次被送进监狱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完美的计划 为此 布里打算奖励一个香文给对方 但卡尔并不满足 要知道这可是他们认识以来 女人的丈夫第一次不在家 如果不好好利用就太可惜了 于是两人来到楼上准备嗨皮 却不知窗外还站着一个看戏的人 安吉不敢相信看到的一幕 还真是人不可冒相 然而就在这时 楼下的停车位开进了一辆车 当看清楚是奥森时 他立刻掏出手机给布里打电话 情况危急 可对方竟然不接 他不放弃继续打 好在这次终于接通了 等把两个男人都打发走后 安吉则问布里为什么这么做 要不就离婚 要不就和情人私奔 很简单的事情 为什么要搞得如此复杂呢 但对布里来说 这件事一点也不简单 哈尔粗俗自大 却带给他从未有过的激情 而丈夫威胁他就是不离婚 手段狡猾又老练 新出了一部歌剧《蝴蝶夫人》 布里看完后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可反观和他一起观看的卡尔 不仅一点感觉都没有 反而不分场合的动手动脚 然而当他到家时 发现丈夫正一个人在听蝴蝶夫人 奥森把录音机的声音打开 两人一起陶醉在动人的歌声里 其实这种时候 无论他怎么选 结果都不会好到哪里去 只是当局者民 等悲剧发生是一切都晚了 为了尽快离婚 布里私下找到了奥森坐牢时的育友 并希望对方能去安慰一下失忆的丈夫 拉木不想坏了规矩 如果被发现跟同窗见面 他们就会再次被送进监狱 但女人早有准备 对于一个生活拮据的惯犯来说 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比金钱更有诱惑力 第二天 布里就在家里再次见到了那个男人 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不久之后 他就把离婚协议拿到丈夫面前 这次邮布的对方同不同意 手中的那些照片就是他的王牌 奥森没想到妻子为了离婚 竟然下了那么大一步棋 但事实上完全没这个必要 当初他威胁要把对方送进监狱 完全是气话 既然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早餐过后他就会收拾东西离开 强扭得刮不甜 好聚好散才是最体面的结局 如愿以偿后 布里就迫不及待把这个消息告诉秦王 并和对方相约晚上在宾馆见面 却不想这番话刚好被丈夫听到 其实奥森很久之前就察觉到妻子在外面有人 因此并没有多惊讶 只是希望对方能在他离开后 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毕竟谁也不想成为大家的笑笔 布里知道这一切对奥森来说太过残忍 当即就保证在两人彻底离婚前 不会把他们的事情公之于众 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 卡尔竟然擅自制定了一个大计划 夫妇俩共同经营着这家公司 对于妻子无时无刻的抱怨 杰夫烦不胜烦 而把一切看在眼里的卡尔 作为专业的离婚律师 立刻递上自己的明天 圣诞节当天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参加盛大的节日派对 卡尔并不住在这个街道上 他来只是想告诉女友自己 为他准备了一个大惊喜 在得知今天实在不是个好时机后 他立刻打电话取消安排 可已经来不及了 此刻即便行驶在空中 妻子仍在喋喋不休地抱怨 杰夫受不了了 直接拿出一张律师名片说要离婚 谁知女人听后更加愤怒 当即就和丈夫吵了起来 吵着吵着 男人突然感到喘不上气 紧接着胸部传来一阵剧痛 没一会儿就晕了过去 这下女人开始慌张起来 他呼叫地面寻求帮忙 对方要他松开尾部的横幅 然后找一个空旷的地方降落 可糟糕的是 下面全是居民区 根本没有合适的着陆点 没办法 他只能先稳住飞机 与此同时 布里得知了空中求婚横幅的事情 一旦被大家看到 奥森就太可怜了 这将是多大的羞辱啊 他必须立刻坦白所有的事情 好让对方做好心理准备 但卡尔觉得或是自己闯的 便决定亲自去说明白 于是带着奥森走进 临时搭建的圣诞小屋里 却不想没说几句 两人就打了起来 布里想要劝架可根本安不住 就在三人纠缠在一起的时候 天空中似乎有一架飞机 越飞越低 失控的飞机朝着人群聚集的方向冲去 不仅夺走了情人的性命 还导致丈夫下半辈子 都要在轮椅上渡过 这可能就是因果报应吧 为了让良心过得去 他决定接受神父的建议 把残疾丈夫接回家好好照顾 然而 男人并不想跟他回家 对奥森来说 他宁愿被一只猴子照顾 也不愿接受妻子的好意 但真正的原因并不是恼怒对方 红杏出墙 不接受女人的可怜 这是他最后一丝尊严 布里知道男人无处可去 于是请人在家门前 装好方便轮椅出入的蟹坡 可当他给病房打电话时 却得知丈夫已经出院了 这就奇怪了 一个残疾人能去哪里呢 就在这时 布远处响起一阵敲击声 看到邻居家门前也在装蟹坡 他立刻就猜到了丈夫的去向 果然 奥森打算租下凯伦家的一楼 作为新住所 老两口本来也没什么收入 自然很乐意做这个生意 至于房租 男人用离婚后分得的财产就能支付 不过 布里可不会让他们的计划得逞 老太太是个聪明人 亏本的生意还是不做得好 这下奥森没了后援 对妻子的任何行为都无力反抗 但他绝不会就此罢休 尤其是从神父口中得知 女人这么做只是在做慈善 这样他死后才能上天堂 一想到妻子如此在意死后的去向 便决定给对方一个机会 他说自己盘子里汤似乎凉了 于是女人贴心地用自己的热汤和他交换 紧接着他又想喝酒了 而且饭后甜点想吃妻子最拿手的焦糖布丁 另外家里的香草豆也没了 需要有人去商店购买 布里察觉到丈夫是在故意刁难 但他只能不动声色地咽下这份委屈 接下来的时间 奥森表现得更加颓废 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看电视 而且已经几周没有洗澡了 同时对妻子精心准备的早餐 他总能挑出一些毛病 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 为了让自己得到应有的尊重 女人故意把食物放在高处的架子上 谁知男人却利用此事诬陷他虐待残疾人 为了让丈夫身上的臭味散发出去 布里特意打开房门通风透气 对于男人的侮辱 女人没有反驳 而是放下花篮 去橱柜拿了一样东西 接着就把丈夫推到了外面 等把轮椅固定好后 立刻从身后拿出洗洁精 毫不客气地洒满男人全身 奥森并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 直到看见妻子拿水管对准自己 他才明白过来 随着冰冷的水浇变全身 男人狼狈到了极点 但女人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 一个请字很简单 可却是奥森最后的尊严 布里已经疯了 想起丈夫这段时间的各种刁难 恨不得把所有的委屈都在此刻发泄出来 所有以前能自己做的事情 现在都要请别人帮助 这就是男人现在的生活 布里没想到会这样 看来丈夫受到的伤害 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 这让他更加愧疚 然而世上没有后悔药 做过的错事终究是无法挽回 不过在这件事之后 男人的情绪渐渐稳定了下来 脸上甚至出现了久违的笑容 但是布里却开始担心起来 要知道在此之前 丈夫的情绪极不稳定 不是瞬间哭泣 就是极度抑郁 可这几天却表现得异常平静 女人预感到可能会有事情发生 果然 他一进家门就发现丈夫 正和几位邻居谈论着什么 一问之下才知道 奥森打算把自己的东西 送给需要的人 包括最喜欢的耳机 布里对这帮打秋风的男人很不满 看女主人的态度 几人意识到夫妻俩 并没有提前商量好 只好赶紧撤离 奥森说那些东西留着或者送人 最终都无关紧要 至于为什么这么说 答案马上就会揭晓 这天 布里像往常一样 在家中摆上鲜花 却无意间看到丈夫的电脑开着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想偷偷看一眼 可这一看却让他大吃一惊 那竟是丈夫起草的自杀遗书 奥森说自己已经想通了 他这辈子曾经拥有过美好的东西 这就足够了 能自己决定如何退出人生舞台 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布里绝不会同意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丈夫自杀 有时不得不外出的时候 就请邻居帮忙看着点 谁知对方竟然睡着了 不过 老人觉得自己并没有失职 因为他在轮椅里插了一把条种 这样一来 对方就是想自杀也无能为力 只是一直这么防着也不是办法 于是布里请了两个同样残疾的人来开导丈夫 奥森明白女人的用心 但他现在需要的不是心灵鸡汤 而是被爱 他很清楚妻子现在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因为愧疚 既然如此 离开人世似乎成了男人唯一的选择 看着水中的倒影 他推动轮椅朝池塘边走去 幸好在最后一刻 布里及时感到并阻止了他 谁的生活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们曾经相爱过 但能否再次相爱 谁也不知道 永远不要轻视自己的生命 只要活着 未来就有无限可能 只因一首柴可夫斯基的曲子 女人就忍不住蠢蠢欲动 先是招摇地扔掉刚刚剪下的丝巾 接着又脱掉外套 同样随手一丢 对于妻子奇怪的行为 男人很是不解 而女人也不做任何解释 自顾自地继续表演 只见他爬上丈夫的大腿 然后开始抖动肩膀 在轮椅上跳步进行 他又退到地板上打起了花手 男人越看越猛逼 可女人却越跳越嗨皮 接着 他转过身又要开始脱衣服 却不想脱到一半竟然卡住了 丈夫想要帮忙 可他却说自己能够搞定 于是边脱边扭动身体 像极了一个行动僵硬的木偶 奥森实在看不下去了 便推动轮椅打算上前搭把手 谁知竟然不小心碾到了妻子的脚趾头 不理吃痛大叫一声 接着就扑通一下摔倒在地 男人见状赶紧关掉音乐 而表演终于随之结束 直到这时 奥森才意识到女人刚才竟是在诱惑自己 可自从双腿残疾后 他以为妻子不会想和他过于亲密 却不知对方也是同样的想法 在话都说开之后 奥森拍了拍自己的双腿 示意妻子坐上来 此刻 耳边萦绕着美妙动听的乐曲 怀中抱着温柔贤惠的妻子 他感觉幸福极了 而对布里来说 这样的结果也是最好的 可他绝不会想到 不久之后这一切都会离他而去 包括引以为傲的事业 最开始 布里只是对店里的一个员工不满 泰德虽然长得不错 但是脑子却不太好使 店里明明只需要十盆花 他却订购了足足一百盘 如果不是安德鲁说情 这个男孩早就被开除了 如何处理剩下的九十盆花成了一个难题 就在布里为此发愁的时候 办公室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男人叫山姆 是来应聘的 虽然他自我介绍的履历非常优秀 而且对工资要求不高 但公司现在并不需要新员工 最终还是被拒绝了 山姆表示很遗憾 但在离开前 他提了一个小小的意见 不理想了一秒钟 这确实是个很棒的主意 对于顾新人加入公司这件事 安德鲁非常反对 他试图说服母亲放弃这个想法 可刚进工作室 就看到山姆正在处理工作上的事情 这个男人很勤奋 而且他也发现了泰德的不称职 从公司的角度出发 这样的员工必须要开除 但安德鲁坚决反对 非要说对方还是个孩子 他的这般维护法让山姆怀疑起来 本来是试探性的疑问 却没想到安德鲁并没有否认 看来却有此事 布里不敢相信儿子竟然劈腿了 这样的行为是令人不耻的 但他忘了自己前不久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说到底母子俩都是一个德行 谁也别鄙视谁 虽然布里没资格批评儿子 但泰德这个员工他炒定了 只是这样一来 本来就存在诸多问题的母子间再次有了嫌隙 相反的 山姆的表现就让布里感到舒心许多 这个小伙子不仅勤奋能干 还聪明过人 一下就看出了公司的问题所在 他说安德鲁是个不错的人 但公司要想发展壮大 就必须要斩断裙带关系 不能任由他成为一个家族企业 说完后表示会主动加班处理完所有事情 对此 布里感到很欣慰 却不知自己这么做 其实是在隐王入室 布里对这个员工非常满意 没多久就想提升他为副经理 可这个决定引起了安德鲁的强烈不满 要知道他不仅是公司元老级别的副经理 而且是老板的亲儿子 母亲怎么能让一个刚来的新人 与自己平起平坐呢 可布里心意已决 在正式宣布山姆升职的那天 安德鲁也来了 但他可不是来道贺的 相反的 喝了点小酒之后 心中的火气更大了 山姆想要让他离开 却没想到被猛地推翻在这里 布里觉得故意不去 随后就带着一篮松饼来到山姆的住所 邻居说他家里没人 但是门没锁可以直接进 本来女人只是想把吃的放下就走 可此刻竟在墙上发现了丈夫年轻时的照片 正当他疑惑之际 房子的主人回来了 女人一时间无法接受 只想快点逃离 从男孩的年龄推算 事情应该发生在他和丈夫相恋之前 只是前夫已去世多年 现如今他的私生子主动来自己公司工作 是否有什么企图呢 他有很多疑问想要知道答案 于是决定给对方一次解释的机会 山姆说母亲和父亲一夜情之后怀孕 等父亲得知此事时 已经爱上了年轻时的布里 他表示会给他们母子提供经济上的援助 可是母亲却非常有骨气地拒绝了 六个月前母亲去世 他这才打算来找其余的家人 对于这么懂事又让人心疼的孩子 女人心中不禁泛起母爱 温柔地给了对方一个拥抱 却不知这一幕恰好被他的亲儿子看到 因此当第二天得知自己多了一个哥哥时 安德鲁并没有表现得很震惊 布里说一大早就通知了女儿 等丹尼尔明天飞过来后 就要举办一场全家宴 他的这般急切让奥森感到有些不妥 要说让两个孩子和新任的哥哥培养感情 这是无可厚非的 毕竟他们有血缘关系 可他不明白为什么妻子会如此兴奋 从根本上来说 这个男孩与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女人在说这番话的时候 并不知道自己将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 在家宴上 布里再次对山姆赞不绝口 这个男孩不仅有MBA的学位 而且上大学期间打两份工来照顾母亲 这大概是每个母亲做梦都想要的孩子吧 就连丹尼尔也更喜欢现在的这个哥哥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 山姆都利亚安德鲁 布里说前夫喜欢音乐 在得知山姆会弹吉他后 直接取出雷克斯生前最喜欢的那一把 让他现场表演 男孩弹得很好 布里一高兴就要把吉他送给他 但这再次引起了安德鲁的不满 他嘴硬说自己也学过 可从母亲手里接过吉他后 只费劲地凑出了几个音符 这么看来 谁更应该得到那把吉他是显而易见的 在那之后 布里对山姆更好了 从男孩的身上 他似乎能看到前夫的影子 而他的这些行为被奥森看在眼里 一切都太完美了 他觉得这个男孩的心思 绝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于是提醒安德鲁应该查查对方的背景 或许会有所收获 果然 经过一番调查后 安德鲁发现山姆说谎了 他并没有拿到MBA的学位 可当这个谎言被拆穿后 对方并没有慌张 而是淡定地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个说法让说谎的人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大孝子 连安德鲁都无言反驳 更别说不理了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山姆在查账时发现了一些问题 客户明明支付了五箱的福特加钱 可实际收到的酒只有四箱 而安德鲁上周刚举行过一场派对 现场恰好就有很多的福特加 对于自己的中饱私囊 男孩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关键是他认为这件事一定是山姆告的状 而母亲似乎是被那个男的操纵了 才会处处找他的茶 既然如此 再继续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布里只顾转身离开 根本没有看到二楼的男孩露出得意的微笑 然而 就在山姆以为得偿所愿时 却从布里口中得知安德鲁可能还会回来 毕竟他们可是亲母子 男孩当时没有再多说什么 大厨只是尝了一口刚做的猪排 就意识到大事不妙 原本上面撒的应该是学历酒 可不知什么时候竟被人换成了醋 他让服务员赶紧把已经上桌的菜品端回来 现在并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 因为顾客不愿意退回食物 而且一分钟之后就要开始纠餐 这段饭直接关系到女人的第二本书能否出版 他绝不能让自己的事业毁于一半 该怎么办呢 突然间 他注意到了屋顶上的消防喷头 再低头看看员工手中拿的火枪 顿时有了一个主意 此时的餐厅里 顾客拿起刀叉就要享用美味的猪排 然而就在这时 到家之后 虽然丈夫贴心地为他做了热可可 可女人还是一脸愁容 她不敢相信儿子竟想要毁掉她的事业 而作为旁观者的奥森并不认同妻子的想法 他认为安德鲁没有那么深的心思 而且也没有时间换掉锁在酒柜里的酒 总的来说那个参与了整件事情的副经理才是最大的嫌疑人 可惜布里并不相信丈夫的分析 可之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让他第一次对珊姆产生了不信任的感觉 原本两人一起去超市采购食材 突然珊姆看到了一个售货员 他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接着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后就离开了 布里看他走得匆忙便追了上去 谁知恰好看到对方在和刚才的营业员争吵 两个人似乎认识 可奇怪的是 男孩在看到布里过来后 立马和那个女人分开 而且装作和对方不认识的样子 接着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哪里 布里当时没有深究 只是记住了那个女人的样子 第二天 他再次找到了那名营业员 本是想弄清楚昨天发生了什么事 却不想眼前的女人竟是珊姆的亲生母亲 要知道男孩之前几次提到 他的母亲在六个月前就去世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而女人也没想隐瞒什么 毕竟两人曾伺候过同一个男人 当年雷克斯和布里结婚后开了一家诊所 似乎挣了不少的钱 他便给一夜情之后怀孕的女人写了一封信 想要全权抚养孩子 可那个女人却不愿意接受施舍 当时就很有骨气地拒绝了 六个月前 珊姆无意中看到了那封信 自己本可以住在大房子里 过着锦衣玉石的生活 可却和母亲过了二十多年苦逼的日子 这让她暴跳如雷 之后就对外宣称母亲死了 同时想方设法加入了布里的公司 至于她到底想干什么 谁也不知道 回到工作室之后 布里就向南海坦白自己知道了一切 此时 珊姆也不想再装了 十年前 当得知儿子撞了朋友的婆婆后 她暗中操作瞒下了所有人 可五年前 当得知二婚丈夫撞了另一位朋友后 她却道德感爆棚 非要对方去自首赎罪 为了得到妻子的原谅 男人主动过了五年的牢狱生活 出狱后不仅失去了工作 还因妻子的出轨成了残疾人 怎一个惨自了得 后来女人开了一家公司 经过八年的辛苦经营 终于成就了一番令人瞩目的事业 现如今 她即将面临一个巨大的选择 这个选择很可能会改变现有的一切 自从得知珊姆是前夫的私生子后 女人便决定补偿她 但后来却发现这个男孩有些心灵隐区 布里不敢再留这样的人在身边 可又不敢直接开除对方 安德鲁建议暴力解决 找几个打手威胁她自动离开 但奥森考虑到如果真打起来 自己可能会是个累赘 也许用钱解决会更斯文一点 这个方法听起来似乎要比大家靠谱 于是第二天 布里就把珊姆叫到了工作室 并给了她一张大金额的支票 然后亲自开门送客 直到这时 男孩才意识到那笔钱是被开除的补偿金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她不仅没有为此心动 反而毫不犹豫地撕毁了那张支票 看来这招也不管用 那只能试试安德鲁的方法了 为此 布里特意请了两名退休的警察朋友 他们一看到珊姆就把她拉到两人中间 接着讲述了一个故事 是关于有人骚扰了一位美丽的女士后 警察暗中使用的那些手段 比如拿一个电话本 对准她的喉结 然后一击击中 珊姆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他们的意思 但她并没有被吓到 而是再次找到布里 让她把公司的一切都转到自己名下 如果对方不照做 那么 这个家庭藏了十年的秘密就会大白于天下 事业还是儿子 对一个母亲来说其实并不难选 只是当另外两人得知他打算把公司拱手相让后 反应各不相同 安德鲁不想一个卑鄙小人自认为掌握了自己的把柄 就让母亲放弃辛苦经营八年的事业 如果对方想告发就让他告 也许是时候该还债了 而奥森是第一次知道这个秘密 他看妻子的态度如此坚决 也就没再多说什么 第二天 布里就爽快地签署了各项协议 之后他就与这个公司再无关系了 不过为了儿子 这些都不算什么 至于珊姆 他本想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 最终却只获得了一些客户名单和酒水的经营权 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 只有他自己知道 布里以为处理好这件事 一切就尘埃落定了 然而他忽略了这件事对丈夫的影响 要知道奥森曾经也做过相似的事情 那时的布里说他就由自取 还坚持让他坐牢赎罪 可如今宁愿放弃八年的事业 也不让儿子去自首 奥森也不希望安德鲁去坐牢 但自从知道珊姆的恐吓后 他就把这件事当成对妻子的一个测试 可惜的是 布里没有通过 他已经无法在这个家里待下去 所幸好就好散 没多久 奥森就收拾东西搬了出去 而布里不想成为丈夫口中那个虚伪的人 因此他下定了一个决心 好好的墙纸不知何时翘了一个脚 女人想把他摁回去 可也许是时间长没有粘性了 他连试了好几次 都无法令壁纸恢复如初 女人一气之下猛被一扯 看着手中被扯下的东西 心中感觉一阵舒爽 下一秒 他就开启了疯狂的撕纸模式 借此宣泄压抑的情感 没过多久 整间屋子都被糟蹋得差不多了 他的心情也的确好了不少 第二天 布里找了一个油漆公打算把客厅重新装饰一番 就在两人商量什么颜色更合适的时候 准前夫来送离婚前的财产分割协议 自此以后 他们就在无瓜葛 然而布里没想到的是 两人分开还不到一周 男人就和他的理疗是好上了 布里茫然地回到家里 此时油漆公刚好挑中了一个名为月色疗人的颜色 他看着认真性感的男人 眼神中明显多了不一样的东西 金丝是个善良的小伙子 会主动帮小女孩修理自行车 但他不知道的是自己早已成为别人眼馋的对象 就在刚刚 他无意中发现了一块上好的木料 忍不住拉着布里一起感受他迷人的质感 谁知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 竟让女人感到心神荡漾 为了掩饰自己的坏心思 他赶紧逃回车里 只是目光仍然停留在车外的男人身上 以至于完全忘记了倒车之前扫一眼后视镜 布里赶紧下车查看 却发现邻居小女孩被他撞翻在底 幸好胡安妮塔只是轻微受伤 否则他就万死难辞其咎了 家不当着大家伙的面没有多说什么 但把他们母子俩单独叫到一边后 瞬间就开始发飙 布里感到很抱歉 他对儿子解释说自己当时听广播听得太入迷了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要知道安德鲁当时就站在不远处的地方 他说母亲当时看金思的眼神 就像是盯着一道美味的牛排 同时他好心提醒那个男人比他小整整15岁 不过谁能不爱小鲜肉呢 布里一到家就看到男人赤裸着上身在工作 金思看到他回来赶紧穿上衣服 可不巧的是 他竟然穿反了 没办法只能脱下来重新穿 女人本是要去冰箱放东西的 可看到男人又把衣服脱了 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谁知手中的牛奶净意外脱落砸到了自己的脚 金思看他表情不对 还以为他仍在为今天撞了胡安妮塔感到愧疚 于是贴心地上前给对方一个温柔的拥抱 完全不顾他这么做的后果有多严重 此时的布里心跳加速 好在最后理智战胜了冲动 对此金思感到很意外 但面对情绪这么不稳定的雇主 赶紧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 第二天 邻居老太太就发现那个性感的油漆功不见了 说实话 虽然他一把年纪了 可每次金思从家门前经过 自己那颗小心脏还是蓬蓬直条 而对正直中年的单身妇女来说 这种诱惑力就更大了 布里不想再让自己陷入感情的泥潭中 凯伦是过来人 他劝对方不要过分压抑自己的情感 要勇敢地做想做的事情 否则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 布里听后若有所思 他觉得老太太说的也不无道理 于是主动找到了金思 希望他能回去继续为自己工作 可惜的是 对方不想再伺候一位可能随时会找麻烦的雇主了 女人看出对方的不愿意 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走出门后就要开车离开 可就在他倒车的时候 后面再次传来一声惨叫 他赶紧下车查看 却发现金思被自己撞倒在地 两个年过半百的女人相约去酒吧调男人 可红头发的姐姐却打扮得像一个黑寡妇 实在让人不忍直视 因此 性胆的黑姐决定亲自帮忙挑衣服 只是满柜子的各色毛衣让他犯了愁 最终 女人选了一件黑色的裙子 两人刚到酒吧 雷妮就盯上了一个忧郁的性感小鲜肉 布里一看竟是自己的装修工 便好心提醒同伴说对方已经有女朋友了 但黑姐可不管那么多 一口闷掉剩下的酒就准备开撩 原本 布里以为很快就能看到朋友出丑 然而 服务员却告诉他那个男人下午刚被女朋友甩了 所以才会来酒吧买醉 这下女人既高兴又担心 要知道他可是惦记人家很久了 直到昨天看到对方有女朋友后才放弃的 眼看到嘴边的鸭子就要被别人抢走 这怎么能行 布里转过身看看镜中的自己 立马心生一记 一分钟后 女人身着性感的低胸装亮相酒吧大厅 而且恰好碰到金丝 得知对方正要离开后 他就猜想朋友并没有得逞 可事实上 男人只是去开车了 稍后就会来亲自送维尼回家 得知这个消息后 布里开始找各种借口劝说朋友矜持一点 可惜的是对方的字典里从未有过这两个字 他不甘心 明明是自己先看上的 绝不能白白便宜了别的女人 到家之后 他手拿高尔夫球杆站在草坪前 一脸忧愿地看着对面雷妮的家 然后拿起电话打给金丝 谎称家中遇到了紧急情况需要他帮忙处理 做戏当然要做全套 虽然手段有些卑鄙 好在成功把男人从虎口里救了出来 而且表示感谢 他特意邀请对方明天晚上一起吃个饭 雷妮心里很清楚昨晚是怎么回事 从未有人能从他的床上抢男人 这无疑激起了他的好胜心 从此刻开始 两个女人之间的斗争正式开始 雷妮率先出击 当得知对手已经有了外孙后 立即就联系了一个重要的人 当晚 布里正准备和金丝一起出发 没想到女儿竟然带着外孙来了 这本来应该是团聚的幸福时刻 可母子俩来的实在不是时候 尤其是本杰明一直外婆外婆地叫个不停 直到金丝离开后 布里才知道丹尼尔突然到访的真正原因 既然知道是情敌在背后搞鬼 他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 可要如何才能羞辱到对方呢 勒奈特是雷妮的老相识 他很清楚对方的违缘的确不咋地 尤其是在抢男人的时候 所以很乐意帮朋友的忙 只是他觉得自己知道的那些东西没什么用 比如雷妮的肚脐炎长辈有些奇怪 又或是他似乎对矮人有些神经过敏 这些消息从表面上看确实没卵用 但实际上却恰恰是不理想要的东西 第二天晚上 雷妮和金丝一起吃晚餐 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 但突然好像有什么东西一傻过 女人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正当她自我安慰可能看错了的时候 却被路过的一个小朋友吓了一条 雷妮不想金丝觉得自己是个怪人 忙向对方解释 可就在这时 金丝有些不知所措 所有人都在看着他们这一桌 而失控的女人看矮人还不离开 小心地拿起一件外套往下一丢 恰好盖住了矮人的整个身子 等衣服被人拿掉后 那个矮人才说自己认错人了 可她离开后却来到了一个包间 果然 高手过招 招招致命 第二天 雷妮找到布里想要来个痛快的 让金丝直接从两人之间选一个 布里害怕自己会输 更害怕成为外人口中绝望又饥渴的离婚妇女 但雷妮觉得根本不用在意别人的目光 不过既然布里是真的喜欢金丝 她愿意成全他们 年轻半百的女人学小年轻玩文化 谁知下一秒就摔了个大马趴 她尴尬地站起来 忍不住吐槽今天的天气可太热了 男友以为她是故意摔倒 好逃避和自己的父母见面 可实际上 女人是真的觉得特别热 感觉就像有人在身边生了炉子一样 男人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忙上前询问 经过社区医生的简单检查 发现女人除了心率有点上升之外 没有其他不正常的地方 而她本人也觉得自己状态很好 半个小时前还喝过一瓶水 因此也不可能是运动脱水的原因 说着说着那种感觉又来了 医生听完她的描述 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这可比在男朋友面前摔倒要干大多了 于是忙阻止医生说出实情 可如果女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一定会选择在此刻主动告诉男友 别说不理不相信自己到了更年期 就连朋友们也觉得难以接受 纷纷劝她要隐瞒此事 否则 对方很可能直接去找一个 精力充沛的年轻女人生孩子 可即便自己不说 身体本身的状况却不会撒谎 考虑后她决定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也许有什么办法能延缓更年期的到来 不巧的是 她平时找的那位医生休产假了 来接替工作的是一位完全陌生的女人 好在维内尔医生不仅有20年的妇科经验 而且本人也正出于更年期 既然是同病相连的人 不理就把自己的症状和顾虑都说了出来 其中包括自己交了一个小15岁的男朋友这件事 很快就到了见家长的日子 女人很紧张 不知道待会该如何解释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 可金斯却一点都不担心 然而布里怎么也没想到 金斯的母亲不是别人 而是昨天给自己治疗更年期的那名医生 应该没有比这更尴尬的事了吧 更糟糕的是 说话间那种燥热的感觉的又来了 金斯发现了她的不对劲 便要求作为医生的母亲给诊断一下 此事维内尔正不知该如何拆穿眼前的女人 听儿子这么一说 当即就决定现场出诊 布里越是想掩饰 对方越是紧逼不舍 这种滋味简直太难受了 说完后她就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再待下去也只会让双方更难堪 女人刚到家不久 男友也追了回来 其实金斯根本不在意这件事 两人结婚后领养一个孩子也是可以的 只是对布里来说 不仅仅是不能生的问题 而是她再也不想经历一次养孩子的过程 这倒是男人没想到的 她不确定能不能接受一辈子不要孩子 但很确定自己不想结束这段胆情 为了继续开心的在一起 两人决定暂时逃避这个问题 几天之后 维内尔带着一束鲜花找布里道歉 他那晚之所以咄咄逼人并不仅仅是因为儿子 更多的是自己的原因 丈夫是一名刚刚退伍的军人 长久以来两人适应了远距离的交流 却忘了静在身边该如何相处 因此每次说话都会以吵架收场 布里建议他应该向对方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 同时邀请他们夫妇参加感恩节晚宴 当晚参加宴会的还有邻居夫妇 本来应该是欢乐美好的时光 却不想因为维内尔和理查德的争吵变得乏味又漫长 两人就像仇家一样 坐在一起就忍不住地相互诋毁抱怨 其他几个人想要转移话题 可一点用都没有 男人为今晚的约会已经准备了一个月 可刚要进入正题 就再次看到了阴魂不散的父亲 对方说自己只是碰巧来点些外卖 然后带回家独自一人边看电视边吃 女人听到后有些心软 可却看到男友朝他摇头 男人有些生气 要知道这段时间每次和女朋友约会 都少不了父亲这个电灯口 最关键的是 今天晚上他是有特殊安排的 其实女人也想过二人事件 只是圣母型的人格让他总是不好意思拒绝 但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一位刚刚离婚的朋友 心中顿时有了一个好主意 接下来四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 不理的本意是想撮合男友的父亲和自己的朋友 奈何没人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两人信仰不同爱好不同 还没说两句就起了争执 就算月老来了都没辙 金斯看不下去了 单独把女友拉到一边 他现在急需让那两个不相干的人离开 否则安排好的事情就无法正常进行 这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好好的一场求婚就这样被搅黄了 随后不理去找金斯 可只有他父亲一个人在家 比查德以未来公公的身份问了一个问题 听到这样模棱两可的回答 男人忍不住坦白自己的想法 他试探性地劝说女人应该和更成熟稳重的人在一起 不理不知道该如何接这个话题 而且他发现气氛有些不太对劲 于是也不再等男友了 立刻起身告辞 但他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一大早就在家门口看到了金斯的身影 他好像已经在地上跪了很长时间 看到女友出来 金斯拿出戒指就要再次求婚 谁之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听到但是两个字 男人就明白了一切 再纠缠下去似乎也没什么意义了 但他刚准备离开 却被女友叫住 虽然只是同居不是结婚 可这还是让两人的感情往前迈了一大步 理查德得知这件事后有些吃惊 他劝儿子应该再考虑一下 对此金斯倒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 他相信这段感情一定会有结果 只是耐不住父亲的劝说 还是决定确认一下 在搬进布里家的当天 他拿出那枚婚戒想要女友戴上他 既然两人终究是要谈婚论嫁的 早一天戴上似乎也没什么不妥 关键是能给自己一个有利的承诺 可布里觉得婚戒就是要在婚后才戴的 况且他还没有准备好做出承诺 看到女友的态度 男人意识到也许父亲说的话是对的 既然这段感情终究不会有结果 为什么还要继续下去呢 金斯离开没多久 理查德就来了 他说后院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工作 自己会代替儿子尽快做完 说完就去干活了 然而就在布里准备饮品的时候 却听到客厅里传来动静 他出来查看却发现一个陌生人出现在自己家里 对方似乎走错了地方 但布里为他指出正确的方向后 那人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就在这时 理查德从后院走了出来 男人见到他后立马没了刚才的嚣张镜头 看到女人确实被吓坏了 理查德从背后抱住他给以安慰 可抱着抱着却忍不住闻起了他的头发 布里有些惊讶忙转过身 却不想男人竟然得寸进尺又吻了上去 女人立刻下了逐颗恋 可男人却坚持要做完后院的工作再走 十分钟后 理查德做好了一切 这时金斯也刚好赶到 不过他是收到女友的信息后才来的 布里不想隐瞒什么 直接把理查德刚才的行为告诉了男友 金斯本身就有些暴力倾向 了解一切后二话不说就把父亲从车里拉了出来 当天的街道上聚集了很多人 有个人认出金斯曾因故意伤人被刑拘过 一个钱磕犯在大庭广众下再次打人 几个正义感爆棚的人立刻上前对他拳打脚踢 布里想要阻止 可却被人一把甩到一边 眼看自身的力量太弱小 他立刻奔回家中 不一会儿就拿着一把枪跑了出来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布里疑惑地转身 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把枪口对准了前方 人群顿时骚动起来 所有人都开始惊慌失措地逃走 围栏很快就被冲破了 有人摔倒在地 有人被砸得头破血流 现场要多混乱有多混乱 直到警报声响起 街道上才逐渐恢复平静 就在两人同居的第二天 前夫哥却带着行李出现在门外 他说自己被女朋友赶了出来 希望在前妻家里暂住些时日 如果是正常人遇到这种情况 一般会觉得不妥 但圣母心泛滥的布里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金斯也不是个小气的人 只是三番两次看到别的男人和女友有肌肤接触 心中难免会感到不舒服 关键是前夫哥自认为高贵优雅 看不上他的粗鲁接地气 这本是一场正式的晚餐 可男友却只穿了一件背心来参加 前夫哥看不下去了 忍不住讽刺他衣品有问题 女人感到有些尴尬 想上楼为男友拿件衬衫下来 但对方死活不同意 他说在自己家里想怎么穿就怎么穿 而且还提议前夫哥把外套也脱掉 否则很可能会沾上食物 被如此无礼地对待 男人并没有抱怨什么 只是镇定地请前妻帮忙把青豆递过来 为此 女人还特地瞪了男友一眼 可他万万没想到 前夫接过豆子后竟也开始反击 他被气坏了 立刻起身呵斥 可两个孩子气得男人紧紧安静了一秒钟 就再次开始大战 就这样 精心准备的一场正餐全毁了 为了恢复以往的平静 布里找到奥森的女朋友 希望他能好心把男人暂时接走 对此 朱迪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 因为当初是对方主动选择离开他的 这是布里没想到的事情 可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就更不能让男人住在家里了 但在让前夫离开前 他想要先和对方谈谈 原本奥森当时的离开就是意识冲动 后来他发现自己仍然深爱着前妻 要知道他们曾经是那么的心有灵犀 而且他不相信一个优雅高贵的淑女 会爱上那个双臂有纹身的粗鲁小子 然而对布里来说 要回到从前那个贤妻的角色很容易 只是自从遇到和自己完全不同的现任男友后 他整个人都感觉焕然一新 此时 门外的金丝正在焦急地等待结果 看女友从里面出来 迫不及待地想要去帮忙收拾行李 但不理看前夫那么伤心 实在不忍心就这样把他赶出去 却不知他的心软会伤害现任 金丝原本就对这段感情不太自信 面对这样的结果 想当然地以为女友还爱着前夫哥 既然如此也许该离开的是自己 可这并不是不理的意思 他追上去想要解释 眼看男友就要离他而去 女人立刻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只见他猛地扑向对方 紧接着两人一起滚落在满是牛粪的草坪上 而此时奥森也推着轮椅到了门外 看着如此疯狂的女友 男人忍不住开心地笑起来 试问这样的事爱谁能拒绝呢 奥森看着抱在一起的两人失落到了极点 这一刻他终于意识到一旦错过 就再也回不去了 难道他们的缘分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 看着熟睡的男友 女人越想越气 在给出重重的一击后 他赶紧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男人被打醒后有些猛逼 刚才的梦中自己明明在刷墙 可女友却说他不断喊着安博两个字 然后就突然醒了过来 这就有些奇怪了 虽说他曾经一个女朋友的名字就叫安博 但对方在七年前离开了他 此后两人再也没有任何交集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那个女人在白天的时候来找过他 只不过当时只有女友一个人在家 刚开始 安博还以为布里是房东 便请他传话给金斯让他去旅馆见面 布里不明所以 只好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 却不想对方听后竟有些失控 这里面明显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当天晚上 女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干脆叫醒熟睡的男友问得清楚 在得知那人是男人的前女友后 他并没有提起白天的事情 而是在第二天独自在汽车旅馆找到了安博 他一直想不通女人的目的是什么 直到在房间里看到了一个六岁的男孩 安博说自己在离开金斯后才发现怀孕 他本想一个人把孩子养大 但近来小家伙不断地问东问西 他无法再像以前一样含糊其词地糊门过去 所以才会有昨天的突然袭击 不过在看到金斯已经有了同居对象后 他只想赶紧离开 当晚的餐桌上 布里试探性地问了男友一个问题 金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两人很早之前就约好不再谈论这个话题 他的确想当一名父亲 可后来遇到了不能也不想再生孩子的布里 虽然他没有明说 但布里看得出来 男友是真的很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即便如此 为了自己的幸福着想 他还是狠心做了一个自私的决定 怕良心上过不去 他又给了对方一张支票作为补偿 却不知正是这个行为改变了原有的计划 当晚布里正在做晚餐 突然接到安伯的电话 他赶紧找了一个借口独自出门 原来白天的那张支票要五天后才能兑现 但女人有些账单明天就要支付 因此希望能换一张现金支票给他 于是 两人约定明天下午两点钟在银行对面的餐厅见面 在离开前 安伯把查理的照片交给布里 虽然他知道金斯不想认那个孩子 但还是希望他能知道孩子长什么样 第二天 布里带来了另一张支票 在安伯去银行取现金的时候 把查理留给布里看一会儿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金斯竟突然出现在餐馆里 女人有些慌张 想赶紧把男友打发走 可就在这时 男孩上前问他要硬币玩游戏 巧的是金斯身上刚好有几枚 于是想当然的就去和男孩一起玩了起来 布里有些害怕安伯再此时回来 但看着异常开心的父子俩 不免心生不忍 可怜的金斯此时还不知道男孩就是自己的亲儿子 花完手中的硬币后就离开了 而自从那件事后 布里就开始纠结 一边是男友和查理在一起时的快乐情景 一边是自己下半辈子的幸福 是成全还是欺瞒呢 得知真相后 金斯再次见到了查理 父子俩一起真的很开心 只可惜相聚的时间太短暂了 母子俩马上就要离开这里 小时候他的父亲就应当兵经常离家 他曾发誓一定不让自己的儿子重蹈覆辙 可如今他竟也成了父亲那样的人 经过深思熟虑 他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那就是和女友一起搬去查理所在的城市 可要布里离开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 这里有那么多的朋友 还有数不清的美好回忆 他怎么可能愿意 那么只剩下一个办法 那就是金斯独自离开 可谁都知道异地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所以这个想法也被否决了 之后的日子里 金斯总是忍不住的小儿子 布里看着魂不守舍的男友 终于下定了一个决心 曾经他一直觉得年龄不是问题 可事实证明年龄是个很大的问题 作为一个过来人 在自己分分合合的感情中 他从未停止过爱自己的孩子 所以比起爱情 只要为人父母就一定会以孩子为重 与其到时两人都痛苦 不如提早成全对方 至少还能留下一段刻骨的美好回忆 布里接到邻居的电话 在女婿的帮助下 他们一起把烂醉如你的儿子赴回家 亚利克斯说安德鲁的这个状态 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刚开始只是周末喝一些酒 可后来却变本加利天天如此 对于儿子酗酒的现状 布里可谓深有体会 要知道当年他的酒瘾更大 既然自己都能够戒酒成功 那么他也有信心帮安德鲁渡过这个难关 为了不引起儿子反感 他骗对方一起去一个地方送餐 到了之后 安德鲁才发现那里竟是戒酒协会 对母亲这种先斩后座的手段 男孩早已习以为常 在倾诉的缓解 安德鲁毫不顾忌地吐槽自己的控制狂母亲 对于儿子陈述的事实 布里忍不住反驳 周围的人并不清楚两人的真实关系 于是好好的一场倾诉会变成了他们的辩论会 安德鲁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 因此会议还没结束就离开了 第二天布里又来叫儿子去戒酒协会 可男孩觉得自己状态良好 只是在感到无聊的时候才会喝酒解闷 根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一次 女人没有再坚持 既然儿子不希望别人插手他的生活 那么自己还是不要多管闲事的好 然而他刚走出门外又停了下来 想了几秒钟后又转身回到屋里 因为就在昨天 一位邻居因为绝望和孤独自杀了 在此之前 只是当时自己没把他当回事 谁知几天后就听说对方出了事 听母亲说完 安德鲁两眼泪花 痛苦地说亚历克斯昨天离开了 他非常自责 不知道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 不理安慰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但首先要把酒戒掉 为了帮助儿子戒酒 他打算使用当初让自己成功戒酒的12条法则 比如收掉家中所有的酒 又比如把自己伤害过的人都列出来 然后挨个去道歉 这个办法刚开始进行的还算顺利 到目前为止 安德鲁已经做到30天滴酒未占 接下来只要继续按照那些步骤走下去 就一定能够成功 可在进行到第八条的时候却卡住了 第八条的内容是列举伤害过的人并逐个道歉 刚开始布里还以为自己是儿子伤害最深的人 便鼓励他勇敢地说出来 可事实上 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才是安德鲁犯过最大的错 既然母亲这么支持 他现在就要去向当事人道歉 这是布里万万没想到的 但他很确定一点 那就是必须阻止儿子 一旦卡洛斯知道真相 后果将不堪设想 男孩看母亲岔开话题 当时也就没再多说什么 但周末的一大早 布里竟从朋友口中得知 安德鲁和卡洛斯两人一起去公园打猎了 他害怕儿子坦白一切 更害怕卡洛斯会伤害儿子 于是立刻回家带上自己的枪 然后火速和家布一起去了临终小屋 可等他们赶到时 却只看到卡洛斯一人 两人以为安德鲁已经遭遇不幸便坦白了一切 谁知就在这时 对方却平安无事地出现在众人眼前 可此时卡洛斯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他气急了 一直被自己当朋友的人竟然是害死母亲的凶手 而且一瞒就是十年之久 更糟心的是 妻子似乎早就知道此事 但却从来没告诉过他 卡洛斯,你去哪里? anywhere,但这里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家布都没有联系上丈夫 邻居说卡洛斯刚刚打来电话 请他帮忙照顾一下孩子们 家布听后马上就知道了对方的去向 随后三人一起出发 果然在婆婆的墓前见到了丈夫 这次 安德鲁想要独自面对 人总是要长大的 曾经犯下的错必须勇敢地承担起来 否则一辈子都要活在阴影里 这是布里第一次为儿子感到骄傲 让人欣慰的是 卡洛斯原谅了当时还是孩子的安德鲁 虽然当时没有选择报警 却明令禁止妻子再与对方有任何往外 这可苦了两个要好的姐妹 以前一起八卦一起逛街 现在却只能隔着马路偷偷打电话 为了见上一面 他们假装在另一个朋友家里偶遇 这样就不算背叛 为了多聊一会儿 他们拉好窗帘不让别人发现 偷偷摸摸的样子像急了一对地下小情侣 可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这天卡洛斯中午回家吃饭 却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块菠萝蛋糕 他不禁想起了不久前在布里家也吃过同样的东西 虽然妻子解释是他自己做的 但一个连圣诞晚宴都要点外卖的人 怎么可能做出如此高难度的甜品 因此 男人决定要亲眼见证女人是如何创造奇迹的 原本 家步还想通过色诱蒙混过关 可丈夫铁了心的要看他表演 没办法只能先找借口上楼 以便给朋友打电话求助 此时的布里刚好在家 两人一商量决定来一招瞒天过海 首先要保持电话畅通 然后家步散开头发挡住耳机 接着按照电话里的指示开始操作 与此同时 布里也开始动手 随着丁的一声 美味的蛋糕就要完成 只可惜家步做出来的成品惨不忍睹 眼看丈夫就要走进厨房 他赶紧拿起一块毛巾盖在上面 幸运的是 布里的蛋糕一如既往的完美 只要再撒上一层糖粉就大功告成 接下来他不敢有丝毫蛋格 端起蛋糕就往门外冲 然后趁卡洛斯不注意 偷偷换掉了窗台上的那份半成品 时间把握得刚刚好 而卡洛斯在看到妻子手中那块完美的蛋糕时 满脸都是不可置信的表情 成功度过这次危机后 两人更加大胆 竟要在周末相约去海边度假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临近出发前 卡洛斯因为一根头发识破了妻子的谎言 他非常生气 于是给了对方两个选择 最终 家不选择忠于自己的朋友 布里自然很乐意收留闺蜜 只是没想到对方还带了两个小脱油瓶 在看到女孩们走进家门的那一刻 女人就意识到自己的血压可能要升高了 以往的时候只要发现家中有害虫入侵 她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消灭它 有时用毒药 有时用枪支 总之干脆利索毫不留情 但现在家里闯入了不能直接消灭的害虫 她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听到妈妈这么说 女孩们满不在乎的就要在台阶上蹭掉鞋上的泥巴 女人见状赶紧阻止 生怕台阶也被弄脏了 布里实在想不通已经一个月没下雨了 两个女孩是从哪里踩的一脚泥 却不知对有些孩子来说根本不需要去踩 那些泥巴就会自动找上门 当然 这一定与家长放养式的教育息息相关 女人看不下去了 非要拉着朋友去做一个母亲该做的事情 谁知刚进厨房就发现二十多块取奇饼干被一扫而空 对此家不早以习以为常 只是淡定地提醒朋友下次要把甜点藏起来 布里希望能趁此机会教孩子们什么叫规矩 谁知话音刚落 外面就传来盘子碎裂的声音 女人快要崩溃了 这几天去教堂祈祷的次数明显增多 虽然知道没什么用 但至少眼不见危机 看着被糟蹋的惨不忍睹的玫瑰花 她也懒得再多说什么 一把提器挡在车后面的儿童自行车 毫不客气地扔在旁边的草坪上 可就在这时 她发现一辆陌生的车子挡住了车道的出口 本来就一肚子气没出撒 也不知道是哪个不长眼的司机会这样停车 女人见车中没人 便直接坐进去拼命地按喇叭 不一会儿 一个陌生男人出现在窗户的另一侧 虽然占用别人的车道违法 但私闯名车也是犯罪行为 好在也不需要报警 因为男人自己就是警察 布里见对方亮出证件 立马没了刚才的嚣张气焰 女人是真的快要崩溃了 看着在家中乱跑的两个小土匪 她示意朋友管一管 却不想对方只是不痛不痒地说了一句别跑了 布里觉得应该采取更严厉的手段 女人受不了了 决定亲自上阵 用她的方法教育两个孩子 首先就是要明确这个家里的规矩 然后用讲成的方式让女孩们乖乖听话 只可惜这两个小祖宗不是她从小带大的儿女 根本不吃她那一套 而这早在家部的意料之中 再没有比她更了解自己的女儿了 自从搬到朋友家后 她便和丈夫轮流带孩子 两人之间的矛盾一天不解决 就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胡安妮塔不明白父母为什么会这样 卡洛斯觉得孩子长大了 应该能理解大人之间的事情 于是简要地告诉女儿 布里是害死奶奶的帮凶 而她的妈妈却坚持要和对方做朋友 几分钟后 男人自以为已经讲得足够清楚了 可她刚离开 女孩就告诉妹妹 然后一脸恐惧地告诉她 第二天一大早 当两个小姑娘再次来到布里家的时候 完全就像换了个人一样 表现得异常乖巧听话 因此当家部来到厨房后 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首先是大女儿在厨房帮忙准备晚餐 而且她们今晚要吃女孩们最讨厌的芽菜干燃 然后是小女儿竟在乖乖地收拾玩具 对布里说的话唯命是从 家部不仅怀疑着还是自己的女儿吗 她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朋友一离开 她就告诉胡安妮塔可以停下来了 谁知女孩坚持要把手上的事情做完 看这招不管用 她又端起刚做好的蛋糕诱惑女儿 可即便她亲自做了示范 还主动递上一块 对方都无动于衷 当晚睡觉之前 布里来到两个女孩房中到晚安 看到一个枕头掉在地上 便想把她捡起来 可就在她要把枕头放在床上时 胡安妮塔突然睁开了眼睛 下一秒 两个女孩就一边尖叫 一边冲出了房间 家部听到声音后也走了出来 她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知道两个孩子把自己关进另一个房间 死活就是不出来 没办法 她只能对丈夫打电话 可话音刚落 外面就响起了敲门声 让人不解的是 来人并不是孩子们的父亲 而是一名警察 五分钟后 卡洛斯赶来解释了一切后 这件事才算过去 只是那名警察在离开前 把自己的名片给了不理 言语中似乎是希望两人之间能发生点什么 突然 楼下的警报器响了起来 等两人慌张地冲到厨房时 里面早已是一片烟雾缭绕 男人立刻打开窗户 女人则快速把食物从烤箱里取出来 原本诱人的烤鸡从里到外都糊了 这样的东西怕是连狗都嫌弃 就在他们不知所措时 屋外传来了热闹的人声 在客厅等候的客人们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看到一对衣衫不整的男女从厨房出来 全员的目光立刻向他们看齐 不理解是说家里的烤箱坏了 导致肌肉都烤糊了 众人安静地听女人狡辩完 一张张耐人寻味的脸似乎说明了一切 今晚的宴席是要轮流去各家吃不同的菜品 有了这个小插曲做调味剂 原本乏味的宴会一下子变得生动又有趣 马上就是最后一道甜点了 他被吓了一条 这个戴帽子的男人不是别人 而是在十几岁时侵犯过他的禽兽继父 几天前 他明明拿枪赶走了那个男人 却不想对方不甘心又折返了回来 而且还要再次对他不利 危急时刻 女人的丈夫及时赶到 并用烛台重重地把那个禽兽打倒在底 可谁也没想到 由于卡洛斯下手太重 男人竟然被打死了 正在两口子不知所措的时候 布里带着另外两个闺蜜来了 看着地上躺着的陌生男人 三人都想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此刻最重要的是冷静下来想想对策 可惜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外面的大部队正朝这边走过来 包括布里刚交的那个警探男友 几个人对视后一起看向地上的尸体 一分钟后 晚宴照常进行 所有在这间屋子里的人 看起来都很开心 没有人怀疑这里会是一个凶杀现场 可就在这时 布里看到一个烛台上 沾了一些红色的脏东西 于是不动声色地拿起来把它擦干净 他知道男朋友在看着他 淡定地抬头解释道 为了隐瞒同一件事 几个女人间的友情前所未有的身后 一个小时后 家布送走最后一位客人 只剩下几个闺蜜留下来帮忙收拾残局 首先最要紧的 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理掉那具尸体 于是几个人分工合作 把尸体运倒了郊外的一片树林中 接着在那里挖了一个深坑 卡洛斯把尸体推进坑里之后 就暂时离开去处理车折印了 而剩下的四个女人需要把坑填上 事情发展到现在 他们已经不能回头了 可几人刚准备动手 坑中却传来了刺耳的电话铃声 家布赶紧趴下去把手机取上来 这不堪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手机的来电显示竟然是家 苏珊一听当即就慌了 这说明对方是一个有家事的人 她的家人迟早会找来的 但如果现在报警 不仅卡洛斯要以谋杀罪把牢底做穿 而且他们几个包庇者也脱不了干系 就在其他三个人争吵不休的时候 一直冷静地布里说话了 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不管是警察还是家人 谁都不行 这件事将成为一个秘密 永远深埋于此 自那以后 几人的生活都发生了一些改变 尤其是充当领袖人物的布里 由于新交的男友是一名警探 所以他一方面要努力保持正常 另一方面还要探听 是否有对他们不利的消息 这天 查克无意中提起了一辆来自外地的车 那辆车似乎在附近停了很久都没人开 女人一听立刻意识到了什么 而事实也正如他所想 当时家部把死者的东西一股脑扔进了保险箱 根本没有留意到其中还有一把车钥匙 好在两人经过一番寻找 终于看到了那辆快要放报废的车子 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把车开到治安差的街区 然后那些偷车贼自然会帮忙处理 可现在的问题是 这辆车居然是手动挡的 布里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车 幸好家部在高中时曾开过一次 说白了不就是多了一块踏板吗 应该难度不大 只是一分钟过去了 他不仅没能成功把车开走 反而招来了一辆警车 更糟糕的是 走过来的警察竟然是布里的亲男友 这下两人怕是没那么容易糊弄过去了 男人只是随口问了一句这是谁的车 两人就你一句我一句的讲起了相声 可不管车主是谁 刚才那样磕磕绊绊的车技都相当危险 一不小心就可能害人害己 因此查克决定亲自送他们去雪莉姨妈那里 这样一来 两个罪犯不得不冒险让警察帮他们销赃 至于能不能蒙混过关就只能看运气了 车刚开出去没多久 男人就在车上发现了一顶红色的棒球帽 据他所知 很少有女人喜欢棒球 如果硬要这么说也不是不可以 但一个热爱棒球的女同志也喜欢干嚼烟草吗 她从没见过哪个女人有这个爱好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说谎 家部捏了一把就塞进嘴里 只是那个味道不是谁都能受得了的 虽然他极力压制恶心的感觉 可还是没忍住干呕了一声 眼看马上就要吐出来了 他赶紧让司机靠边停车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查克陪加布下车呕吐的时候 一个拿枪的年轻人突然闯进了车里 这还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布里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最终成功地让劫匪开走了那辆车 路边的两人看见车子一溜而烟地离开 完全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还好女人反应够快 随口胡扯说雪莉姨妈刚好经过这里 然后顺便开走了自己的车 虽然危机暂时解除 但现在三人只能另外找人 把他们送回去 她偷偷翻动警察男友的东西时 发现了一张特殊的照片 经过仔细比对 震惊地发现那竟是自己的手部特写 女人放下照片继续寻找 没一会儿又找到了一个 鼓鼓囊囊的信封 上面赫然写着她的大名 正当她疑惑里面究竟装了什么事 外面传来男友上楼的声音 她不敢有一丝耽搗 忙以最快的速度 把所有东西放回原位 幸运的是 在男人推门的前一刻 屋里的一切就已经恢复了正常 只是 想起自己和闺蜜们 一个月前犯下的罪行 再想想男友 作为一名警探的身份 她不禁怀疑对方 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 布里在自家的信箱中 发现了一封诡异的信件 上面写着几行大字 我知道你干的好事 真恶心 我要告诉别人 都说不做亏心 是不怕鬼敲门 可对于心中 藏了一个大秘密的人来说 这样的信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可能毁掉她的一切 要知道在十年前 有一位邻居 也曾收到过一模一样的信 可第二天 那位主妇就在家里自杀了 女人害怕地跌坐在台阶上 心中祈祷自己 不要有相同的结局 为了弄清楚写信的人 到底是谁 她去监狱 见了那个自杀女人的丈夫 因为当年知道 那封信的人少之又少 而嫌疑最大的就是这个男人 虽然保罗是个杀人犯 但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还是有的 见女人怀疑自己 生气地扔掉电话就要离开 可看着对方哀求的眼神 又重新做了回去 她明确地说那封信 不是自己写的 而且她也不知道 写信的人究竟是谁 临别前 保罗好心提醒女人 一定不要独自承受一切 如果当年妻子 能和朋友们聊一聊 或许一切都会不一样吧 第二天不理 就把那封信拿给闺蜜看 却不想对方的第一反应进食 可话又说回来 除了这封信外 目前为止 他们没有再收到 任何人的骚扰或敲诈 因此在对方有下一步行动前 静观其变才是最好的应对之策 不过当下有一件重要的事 需要布里去做 那就是立刻甩了她的警探男友 毕竟耗子和猫怎么能住在一起呢 当晚 女人回家后发现男友正要去洗澡 本来对方邀请她一起洗 但布里心中正盘算着如何分手 于是敷衍地说自己想静静 然而 就在男友离开后 他接到了一通来自监狱的电话 对面是他前两天见过的那个男人 保罗说自己想起来一件事 当年他自首的时候 曾和警察说起过那封信的事 布里被吓得立刻挂掉了电话 在看到男友从洗澡间走出来后 原本要和对方分手的想法 在那一刻发生了改变 第二天 加布特意带着一杯奶昔 来安慰刚刚失恋的朋友 可下一秒却看到查克从楼上走下来 看样子某些人并没有旅行昨天的沉默 男人刚一离开 他就忍不住发出质问 布里解释自己之所以不着急分手 是因为他觉得那封恐吓性 是很大的可能性是男友写的 因此在弄清楚对方的真实目的之前 还不能打草惊蛇 加布听后建议他主动出击 不管是搜查对方的东西 还是监听对方的手机 总之必须查到真相 因为这关系到他们所有人的安危 当天晚上 趁男友在厨房帮忙时 布里偷偷溜进楼上的卧室 经过手忙脚乱的寻找 终于在男友的箱子里 发现了一张自己手部的照片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写着他名字的信封 但由于当时情况紧急 他并没有看到里面装了什么东西 当家不得知这件事后 立刻断定扎克在犯罪现场 发现了手印 所以才会特意拍下布里的手 好做比对 而信封里装着的 一定是准备揭穿他们的证据 如果非要这样解释的话 也说得通 经过商议 两人决定当天晚上 李英外河把那个信封给偷出来 当天晚上 布里本想把男友引出去后 再让闺蜜潜入家中动手 然而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这样一来 他们原定的计划就行不通了 于是女人借口要上楼梳洗 实际上却是去通知闺蜜计划有变 两人猜测对方一定是打算 用信封里的东西进行敲诈 为了以防万一 家不决定在后面 跟着他们见机行事 十分钟后 一男一女来到一家餐厅 男人本想定一个隐蔽点的餐桌 可女人却坚持要坐在餐厅 最显眼的位置 看到闺蜜已经就位后 她假装有点热 借此提醒男友脱掉外套 同时向朋友试一东西 就在外套的口袋里 接下来要开始点菜了 布里负责牢牢吸引男友的注意 而家不则开始在对方的外套中寻找 只是他翻遍了这一侧的所有口袋也没找到 于是布里巧妙地把菜单又拿到了另一侧 看到朋友得手后 女人终于松了口气 可还没等男人反应过来 他就起身说还要去梳洗一下 此时的家不早已在卫生间等候多时 他害怕信封里可能装了人骨之类的东西 所以一直没敢打开 可事实上 布里从里面取出来的只是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而盒子里装的竟是一枚钻截 这下一切都能解释得通了 只是对布里来说 虽然他喜欢那个男人 但并不想和对方共度余生 更何况他和闺蜜们在一个月前 把一个男人的尸体埋在了一片树林里 与狼共枕迟早是要出事的 重新回到餐厅后 布里先是不动声色地把信封放回原位 接着就委婉地向对方提出了分手 却不想男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原本觉得两人之间是那么的心灵相通 而且已经做好了求婚的准备 结果却莫名其妙地被甩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 他一时之间变得有些歇斯底里 在离开前 男人放下狠话 接下来的三周里 布里的生活重新恢复平静 直到女儿带着外孙来投奔他 丹尼尔前不久刚被丈夫抛弃 本来是想回家疗伤的 可刚进屋不到一分钟 就被爱找茶的母亲批评了三次 他这段时间只想安静地做一个废人 吃吃冰淇淋看看电视的那种 第三天的时候 布里终于看不下去了 他鼓励女儿振作起来去找一份工作 就算是为了孩子 也不能一直这样颓废下去 丹尼尔还真想好了自己要干什么 不久前他设计了一款运动器材 而且写好了商业计划书 如果能成功做出来并在网上销售 一定会带来相当不错的收入 可现在的问题是 他需要5000美金的启动资金 用来购置原材料 以及租赁一个办公地点 这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布里想了想 最终决定给女儿500美金 再把自己的厨房借给他 这样一来就什么都不差了 接下来丹尼尔便开始了 自己的第一份事业 他一直忙着赶工 生意似乎还不错 布里偶尔会来厨房送些喝的东西 但看着堆放在桌子上的半成品 完全搞不懂那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话音刚落 丹尼尔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也许是有客户要下单了 于是请母亲帮忙带儿子去吃些东西 当天晚些时候 布里本是去厨房收杯子 可却忍不住想试一试那些新奇的运动器材 就在这时 一位邻居来借食谱 看到女人手中拿着的东西 立刻断定她又和男友重归于好了 刚开始布里还不信 非要说这是女儿的新生意 直到对方亲自动手帮她体验了一番 此时丹尼尔刚好回来 看着在器材上挣扎的母亲 就知道免不了又要受一顿数目 要知道当年布里可是让员工戴着头套上班的 可现在却有人在这里生产那种见不得人的东西 对丹尼尔来说 她一直活在母亲的指指点点中 如果是在以前 布里一定会推卸责任 但想起一个月前发生的那件事 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资格批评任何人 现在她只想请求女儿的原谅 同时为了证明自己的真心实意 她打算给对方的生意增加点投资 最后再撒上一点油炸薯尾草 一份简易版的南瓜浓汤就做好了 原来的厨师只是简单尝了一手 评价就破口而出 然而谁能想到 这样的美食竟是特意为那些流浪者准备的 可由于女人做的浓汤实在太好喝了 导致一些无关的人员也被吸引到了这里 但是看这个男孩的穿着 以及桌子上价值2000的笔记本电脑 就知道她绝非无家可归的人 女人礼貌地请她离开 可男孩却说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她刚在博客上发了一个帖子 关键是这首诗在脸谱网上大受欢迎 已经被转发了两百多次 女人没想到自己做的食物被那么多人喜欢 在虚荣心的驱使下 不仅没有在驱赶男孩 反而要给对方再续点汤 当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有什么不妥 没过多久 原本是专门为饥饿的可怜员提供免费食物的地方 现如今却看不到一个流浪者 相反的 里面坐满了衣着光鲜的年轻大学生 就连神父都是硬挤进来的 直到这时 布里仍然没有察觉到自己犯下的错误 于是神父向她提了一个问题 女人转过身看着在座的假流浪者们 立刻意识到对方说的没错 于是上前开始收拾餐具 并劝说他们离开这里 但已经习惯享受免费美食的年轻人并不愿意 布里的这些话很有说服力 不仅那些蹭饭者听了进去 而且刚刚走进来的地产开发商也听了进去 第二天的市政议会上 一番诚意十足的肺腑之言后 在座的众人心服口服地给出掌声 就这样 布里顺利帮本拿下了土地使用权 他很高兴自己急帮了邻居 又为那些低收入的人群争取到了好处 然而福祸相依 女人怎么也没想到 本的建筑工地竟然选在了小镇边上的树林里 那是一个他无比熟悉的地方 因为就在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 他和闺蜜们在那里偷偷埋了一具男人的尸体 情况紧急 布里只能先找其中一个闺蜜商量 可由于对方的女儿也在场 他便寒沙摄影地讲了一个恐怖的万圣节故事 听到这里 家布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眼看闺蜜又把问题抛了回来 女人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万圣节的那天早上 布里从冰箱里拿了三颗鸡蛋 然后偷偷来到本家的门前 在确认周围没人后 他就把鸡蛋朝玻璃窗上打去 接着又装作没事人一样敲响对方的家门 女人原本的目的是伪造一个假象 让男人以为在附近盖楼可能会惹上麻烦 并以此劝说他去别的地方选址 却不想本根本不在乎 要知道他刚花了十万美金把工程从一个湖边搬过来 只因环境部门在那个地方发现了稀有物种黄斑蛙 所以在把工程搬到那片树林前 他已经找人仔细检查过 确认那个地方不会有半只两栖动物 总之工地明天一定会顺利开工 虽然不理的计划落空了 但他却从本的话中受到启发 心中顿时有了一个让对方不得不停工的办法 当天中午 他就叫上闺蜜一起去湖里抓青蛙 只要能抓到一只放进那片树林里 然后再匿名投诉到环境部门 那些黏黏糊糊的小动物 可为了不坐牢也只能忍着恶心下水 虽然其中的过程艰辛又漫长 好在最终他们还是抓住了两只 不过似乎有好大一会儿没有听到小东西的动静了 不会是死了吧 布里赶紧把盆拿到前面查看 却是什么也没听到 于是顺手打开了盖子 谁知小东西一下就从里面蹦了出来 家布忍不住朝自己的胳膊上看去 车子在女人们的尖叫声中停了下来 两人赶紧下车 但小东西们也随之跳了下去 并迅速跑远了 这下他们全完了 只要明天工地动工 就一定会发现那具尸体 到时候 他们五个人谁也逃不过牢狱之灾 于是在万圣节当晚 三个闺蜜打算故地重游 车子直接在树林边停下 接下来他们需要找到那个坑把尸体挖出来 然后用防水布包好 再用几块砖加重 最后一起把他扔进河里就大功告成了 可走着走着 三人缤纷三路快速散开 逃跑的过程中 家布躲在一棵大树后躲过巡逻员的灯光 勒奈特被一节树制半倒 但他立刻爬起来继续跑 有了他们两个吸引注意力 布里第一个顺利到达现场 但眼前看到的一幕却让他遍体声寒 于是忙呼唤另外两位同伴 三人一起朝下看去 却只看到了一个深坑 而里面的尸体早已不翼而飞 在回家的车上 几人都在猜想究竟是谁做的这件事 首先肯定不会是警察 因为那样的话周围一定被围上了醒目的黄线 另外也不可能是家布的丈夫 因为那个男人最近相当颓废 一通分析下来 当时参与此事的人中只剩下苏珊 要知道自从经历过深夜埋事后 那个女人的情绪就一直不太稳定 所以三人一致认为她做这件事的可能性最大 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去找对方问个清楚 但是如果不是苏珊所为 那他们偷偷去小树林蛙尸体的事情就会不打自招 到时候那个女人难免又要发神经 布里说的很有道理 其他两人对视一眼 就心安理得的把这项光荣的任务交给了这位军师 即便对方也很想坐享其成 奈何队友不给力 第二天一大早 当布里去苏珊那里打探消息的时候 对方正在为绘画般的作业发愁 就在这时 女人的丈夫回来了 男人说树林里的工程全部停工了 老板似乎非常沮丧 听到这里 布里当即就猜到了什么 随后他就带了一篮子食物来到工地 表面上是为庆祝工程开工 实则为打听那具尸体的消息 由于这块土地原本就是布里帮忙拿下的 因此本并没有对他有所隐瞒 原来 昨天晚上工人在做土壤检测时 意外挖到了一具尸体 目前就放在工地上的一间库房里 他之所以迟迟没有报警 是因为想找到一个更加合适的解决办法 否则警方会勒令停工 到时候他损失的不仅是时间 还有一大笔金钱 本厅后若有所思 但转念一想 这样的做法太冒险了 一旦被查出来就是重罪 这下布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风一般地朝着树林深处跑去 而这一幕恰好被出来拿啤酒的本看到 他有些疑惑 于是跟着对方来到了那个发现尸体的地方 直到这时 本才明白女人想让她帮忙销毁证据 布里一脸期待地看着对方 但是 永远不要惹恼一名女画家 因为你不知道她会蠢到什么程度 表面上看 这是一幅充满黑暗和抑郁的作品 可实际上 它描绘的却是一件真实发生过的事 如果你觉得这没什么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第二天那幅画就被一家画廊的老板看中 为了发挥优秀作品的最大价值 对方竟偷偷把它挂在了展厅最显眼的位置进行售卖 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女画家彻底惊呆了 这个场景无异于是把自己的罪行招告天下 她想要强行把话取下来 可疯狂的举动反而招来了更多人为官 听到老板这么说 苏珊简直要疯了 她不敢想象万一被有心人看到 将会带来怎样的灭顶之灾 但她实在是没辙了 只能打电话向闺蜜们求助 没多大会儿 两个女人就赶到了现场 无论如何她们也没想到 众人费尽心机也要藏起来的秘密 就这样被赤裸裸地摆在众目睽睽之下 果真是千房万房对有男房 不过 此刻最重要的是想办法取下那些画作 虽然画廊老板狮子大开口要价一万美金 但两人没有丝毫犹豫 当即就各自开出五千美金的支票 可就在老板去叫人取画的时候 竟有人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玄机 这个男人不是别人 而是中间那位金发姐姐的前景探男友 自从被甩之后 查克就一直想找机会报复前女友 终于有一天 他发现一个离奇失踪的男人似乎与对方有关 于是开始重点对女人进行调查 果然 在跟踪部里来到画廊后 挂在墙上的那幅画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男人感觉已经触摸到了真相本身 因此他打算从长计议 慢慢享受让对方一点点崩溃的过程 第二天 除了不理 其他三个女人都被请进了警局 接下来查克将对他们逐个进行询问 第一个被叫进去的是苏珊 整个谈话的过程中 他都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画那幅画时 他更是结结巴巴的语无伦次 对于一个干了十几年的警察来说 立刻就能看出对方心中充满了害怕与愧疚 接下来轮到伦奈特 他一直是个内心强大的女人 在面对询问时表现的异常冷静 要应对这样的女人 唯一的办法就是扰乱他内心的平静 最后一位约谈的是加布 当被问及是否认识照片上的男人时 他微微一笑然后淡定地说不认识 接着 查克又提到了他正在戒酒的丈夫 虽然当时女人胡周了一个理由搪塞过去 但对方是否相信就是另外一回事 最重要的是 原本查克搞不清楚死者和几人的关系 但在谈话的过程中 他察觉到了一个小细节 紧接着他特意对加布的背景做了一番调查 果然发现死者竟是对方的继父 由于女人当时对此事之字未提 警方有理由怀疑她是为了掩盖罪行故意撒谎 基于这个事实 虽然没有发现死者的尸体 但查克仍然可以依法证实力 为了保护朋友们 布里去警局找到查克 并打算和他做一笔交易 看着前女友痛不欲生的样子 男人不仅不打算收手 反而觉得这样还不够 因为他太清楚这个女人的适应能力有多强 要知道不管是第一任丈夫死亡 还是第二任丈夫坐牢 亦或是失去苦心经营八年的事业 他都能很快地重新开始 所以这一次 他下定决心要让对方万劫不复 以此洗刷掉当初被甩的耻辱 那一刻布里陷入了绝望的深渊 这个女人越不开心 昏烤出的甜品就会越美味 因此 在所有的闺蜜都对他布里不惨时 他做了最拿手的樱桃烤饼 希望能缓解他们之间紧张的关系 然而事与愿违 第一个闺蜜非但不开门 还过分地拉上了窗帘 好不容易和第三个闺蜜说上了话 谁知对方气呼呼地又把他数落了一顿 随后 他就找到最容易被说动的一位朋友求和 可对方似乎比之前更生气了 这一次 女人没能像以前一样从烘烤中获得慰藉 于是 他开始借酒消愁 可对于一个曾经的酒鬼来说 只要沾了一点那个东西 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那天 布里泡在酒吧放纵时 被身后传来的欢声笑语所吸引 他端起酒杯就走了过去 三个好闺蜜原本聊得很开心 可在一个陌生人不请自来后 顿时感到有些扫兴 因为对方不仅错把他们当成别人 还啰里巴缩的大吐苦水 好好的一场闺蜜聚会就这么被毁了 几个女人只想赶紧逃离这里 第二天一大早 布里睡眼惺忪地打开房门 他明明记得 自己昨晚喝了一些酒之后就打车回家了 可邻居却告诉他 当时女人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好在本不是来讽刺他的 在了解了布里心中的苦楚后 建议他柿子要找软的捏 布里很感激男人的好心 在对方离开前 礼貌地和他拥抱了一下 但两人不知道的是 本的县女友就坐在不远处的车里正看着他们 不敢相信男友竟和女邻居抱在一起 晚上他去找男友喝酒 可奇怪的是 屋里的灯明明是亮着的 却始终没人来开门 而且相当凑巧的事 此刻那个女邻居刚好也要出门 想想白天看到的那一幕 只要心思稍转就能明白其中的猫腻 当天晚上 他在宾馆里开了一个房间 服务员离开后 女人坐在桌前 从包里取出一瓶酒和一把枪 等再次抬头的时候 他笑了起来 因为对面正坐着曾经自杀了的那个好闺蜜 不理想不明白 曾经那些幸福的日子都去哪里了 亲情友情爱情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三种情感 一旦他们在某个人的世界里全部消失 那这个人该有多绝望啊 雷妮不是个好惹的女人 在跟着对方来到一家宾馆后 二话不说就直接破门而入 此刻的她满腔怒火 根本没有留意到对方脸上绝望的神情 曾经她一直以为 眼前这个女人是一个优雅的贵妇 直到今天才发现 竟是个不折不扣的当负 可就在雷妮大骂不止的时候 突然发现桌子上放了一把枪 看女人表情异常 她终于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才知道对方刚才正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雷妮很庆幸自己阻止了一场自杀 而布里不仅捡回了一条命 还免遭了一顿暴打 与此同时 把这个女人逼到自杀的那名警察正要去警局 可就在男人走到马路中间的时候 一辆急尺而来的汽车 竟直朝她撞了上去 第二天一大早 布里刚进厨房就看到雷妮在为自己做早餐 而且对方貌似要在这里住下来 来到客厅后 她又发现所有运动鞋上的鞋带都不见了 对于如此无微不至的关怀 女人觉得完全没必要 因为她自认为现在的状态很好 只是不管对方怎么问 她都对自杀的原因闭口不提 就在这时 雷妮收到了一条信息 没过多久 布里的其他几个闺蜜都陆续接到了消息 要知道今天本是他们被正式提审的日子 可怎么也没想到 唯一之群的警察竟然被车撞死了 这无异于解了众人之危 可究竟是意外 还是有人特意在帮他们就不可知了 然而就在几人觉得危机解除时 布里却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 上面写着不用写 要知道在那件杀人埋事案发生后不久 他就收到过类似的信件 但上一次信里面的内容更像是威胁恐吓 虽然对方的行为在逻辑上有些说不通 但由于两封信所用的纸张和字迹一模一样 因此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同一人所为 截止到目前 他们对那个神秘的写信者一无所知 但唯有一点却是非常清晰的 那就是只有布里一个人连续两次收到了信 而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没有 对于两外两个女人的妄加猜测和无端指责 女人已经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然而 如果她能顺着闺蜜们的话往深处稍微探究一下 就会发现那个神秘者确实与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件事之后 女人变得更加消沉 一大清早就喝了快一整瓶的酒 雷妮实在见不得对方借酒消愁的样子 刚好自己心情也不太好 于是决定两人一起去酒吧放纵一番 不过 布里实在不适应这样的场合 她不仅用披肩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 还不停地用纸巾擦拭碰到桌子的胳膊主 别人是来这种地方找乐子的 她却连男人身上的薄荷味都嫌弃 实在是无趣极了 雷妮可没那么讲究 没多大会儿就在舞池中找到了一个男人 布里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的确是死气沉沉 于是她解开了披肩 让自己的状态放松下来 在自信地转过身后 她发现了一位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男人 或许这位穿定制西装的男士和她一样是个矜持的人 对方似乎刚刚参加完一场同学聚会 此刻有些沮丧落寞 不过两人倒是聊得很开心 在喝了不知道多少杯酒后 布里就决定和对方一起回家 男人的家中有一个很大的勇士 他们在岸上喝还不进行 又转站到了水里 然而 就在两人准备玩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时 周围所有的灯瞬间亮了起来 这天早上 布里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 他赶紧去看苗 却惊讶地发现已经八点多了 女人原本打算自己去打发门外的不速之客时 让男人趁机从后门溜走 可突然他发出一声惊呼 因为一个光着腿的男人正要下谋 在这种情况下 演示已经没什么必要了 布里只好解释两人是昨晚在酒吧认识的 凯伦很疑惑以前那个优雅矜持的淑女 现在怎么完全像变了个人似的 直到发现桌子上的空酒瓶才明白过来 虽然老太太没有立即拆穿对方 但想让她紧闭口风是绝无可能的 第二天 布里像往常一样在酒吧找乐子时 遇到了一位他最不想在这种地方见到的人 女人盲解释说自己正在引导年轻人往正道上走 但这样的话鬼才会醒 神父不傻 他已经从凯伦口中得知了一切 要知道布里是他最喜欢的信徒之一 他不能眼睁睁看得对方陷入泥潭无法自拔 然而就在女人准备跟神父离开时 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信奉了半辈子的上帝 可现如今却仍然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苦苦追寻的自我 其实就在这种能让人彻底放松身心的地方呢 神父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执迷不悟 既然如此 他决定取消布里妇女护助会主席的身份 而且接下来教会举行的糕点衣麦活动 也将会交给其他品行更高尚的教友负责 第二天一大早 布里出门拿报纸时 看到那个多嘴的凯伦正要去参加教堂的糕点衣麦 他不甘心 回到家之后就拿出食材开始做准备 当然最少不了的还是那一瓶美味的侠多利酒 接下来的时间 一边做烘烤 一边品美酒 布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有些可悲又有些让人心疼 半个小时后 女人端着完美的草莓蛋糕来到教会 只是简单聊了两句 神父就看出来他又喝了不少的酒 这样的精神状态显然并不适合出现在人群中 布里可不管那么多 自顾自的就去推销自己的美食了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由于他招待过的客人太多 竟然在这里遇到了老熟人 两人是在酒吧认识的 正常情况下 两人应该装作不认识的样子立刻分开 但在酒精的作用下 他却拉住男人想邀请他再续前缘 殊不知对方今天是带着老婆一起来的 到了这种时候 布里仍然没有一丝羞愧之色 相反还讽刺那个女人带来的甜点太普通 听到这里 再装下去似乎已经没有多大必要了 他索性破罐子破摔 大大方方地承认 从此刻开始 那个众人眼中传统优雅的淑女 彻底沦为了臭名昭著的荡妇 所有人都觉得他是自甘堕落 但没有人听到女人内心深处绝望的呐喊 自那以后 布里便再也无所顾忌 对于别人投来的一样眼光 他全当是对自己的赞赏 对于那些有家不想回的男人们 总是给予最无私的关怀 由于每天接待的客人不一样 他甚至都记不住那些人长什么样子 比如这个坐在吧台边的男人 明明两天前刚去过女人家 可现在竟被对方像第一次见面一样搭讪 时间长了 酒吧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他来这里的目的 然而今天晚上却是个例外 女人的心情似乎不太好 他明明已经拒绝了前来搭讪的男人 但对方却一直纠缠不休 无奈之下 布里直接结账走人 却不想那个男人竟死皮赖脸地追了上来 被自己看不起的女人打了一巴掌 男人顿时恼羞成怒 危急时刻 一个英雄般的人物出现了 千万不要小瞧这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 他可是特意带着秘密武器来的 女人没想到救了自己的竟然是前夫 要知道两人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奥森一直认为布里是一个完美的妻子 即便后来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导致两人分开 但他却始终记着对方的好 如今看到前妻那么痛苦 便决心要好好照顾他 可在此之前 他想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布里原本不想说的 可现在他已经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人了 于是便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悉数讲了出来 包括他们在树林中埋下的那具尸体 以及自己是如何与朋友们闹翻的 女人以为对方得知整件事情后 一定会对他特别失望 但出乎意料的是 男人非但没有指责他 反而对那些过河拆桥的朋友们感到气愤 然而 事情真的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吗 其实那天晚上布里之所以不开心 是因为在此之前 他的那些朋友们特意找到家里 声称要专门给他开一场干预互助会 布里根本不想听这些伤害过他的人废话 曾经他为了朋友两肋插刀 可后来却被那些人无情抛弃 伤心绝望下他曾差点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几个女人终于意识到自己做过的事情有多残忍 第二天 在得知奥森回来的消息后 闺蜜几个再次去表示关心 不过他们并没有见到布里 而回屋后 男人也没有把邻居们来探望的事告诉女人 之后的一段时间 他们像一对恩爱的夫妻一样生活在一起 一切看起来都完美极了 就像两人从未分开过那样 为了彻底帮对方走出阴影 奥森建议他们一起去远方度假 刚好他从姨妈那里继承了一间海边小屋 起初布里还担心再也见不到朋友们 但男人却说 在正式离开这里前 布里特意做了美味的牛角包 打算和朋友们重归于好 毕竟在被欺负的那天晚上 是他们给奥森打了电话 这也算是间接帮了自己 况且几人曾经那么要好 总要有人先迈出那一步的 可就在他准备出门时 却被男人拦住了 他说那几个女人早就来过 并且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 如果事实真的是这样 女人再去求和无异于自取其辱 终于到了出发的日子 布里把所有的行李都放进了后备箱 女人很激动 因为他们终于能戴上 曾经一起买的那两顶情侣帽了 他已经想做这件事很久了 但可惜的是 奥森竟然把他落在了自己的公寓里 布里当即决定顺路去取一下 谁知男人一听立刻就慌了 他开始找各种借口阻止对方 朋友只是随手捡了一片垃圾 男人就紧张地浑身冒汗 就好像对方手中拿着的是一颗定时炸弹 在离开前 女人想要把那片垃圾丢掉 可就在这时 一张照片引起了她的注意 细看之下不禁想起几个月前的晚上 她和闺蜜们一起干的那件大事 很明显有人目睹了他们搬运尸体的整个过程 在想明白了这点后 她又低头看看手中有些熟悉的性质 顿时浑身冰凉 男人没有否认 只是默默地关上了房门 但一个残疾人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 对奥森来说 是学会开车改变了原来的一切 而前妻就是她向前的动力 同时有了车子做掩护 她就能以全新的视角去关注对方 那天晚上在看到几人偷偷摸摸地搬着什么东西时 心中顿时燃起希望的火苗 她相信只要有足够的耐心 就一定能让前妻回到自己身边 计划开始后 她先是寄出了一封恐吓信 目的是离间女人和闺蜜们的关系 而结果也正如她所料 只是有一点是男人没想到的 那就是前妻因为朋友的排挤差点自杀 因为在那天晚上 她正忙着撞死那名要把所有人送进监狱的警察 在做完这一切后 她寄出了第二封信 正是这封信让女人对友情彻底失望 从而开始了堕落混乱的私生活 而此时的奥森仍然在耐心等待 终于 她等到了一个出场的机会 不仅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的戏码 还如愿回到女人身边 计划进行到这里已经成功了一半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说服对方离开这里 去到一个新环境重新开始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出发的前一刻 她做过的所有事情竟然暴露 回到家中 布里还未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就接到了奥森的电话 刚开始女人只猜到了男人想要自杀 其实除此之外 对方还给她留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在一切真相大白后 四个好闺蜜重归于好 他们一致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已尘埃落定 接下来总算可以回归正常生活了 可事实上 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 随着一封举报信被放到警探的桌子上 真相开始慢慢浮出水面 经过几天的折腾 工作人员终于有所发现 既然真的在这个工地上发现了尸体 也就说明那封信中的内容都是事实 看来有必要提审一下那个被举报的凶手 布里不知道警方到底掌握了什么证据 但此刻她很庆幸自己并没有慌张 因为在十几岁的时候 母亲就教过她如何用假面来应付男人 后来她结婚了 更是把这项技能在丈夫身上运用的炉火纯青 虽然现在是在警局 但女人不仅没有表现出一丝紧张 反而应对自如 面对说话如此滴水不漏的嫌犯 警察也无能为力 由于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只能放对方离开 不过他们也不是吃素的 虽然没有问出有用的信息 但至少得到了对方的指纹 接下来只要做一下比对 一切自然水落石出 女人刚坐进车里 就在后视镜中看到了两条腿 她忙下车查看 竟发现一名邻居正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眼看今天是死不成了 老太太只能失望地站起来 不过 她是不会放弃寻死这个想法的 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布里特意找对方的老伴商议 刚一进门她就闻到了派的香味 接下来两人边吃边聊 你别说 老太太的手艺是真不错 没一会儿女人就吃了两大块 可就在这时 凯伦从卧室走了出来 这可真是要命 现在必须立刻赶往医院 否则她怕是要死在 癌症晚期的老太太前面了 虽然情况紧急 但罪魁祸首倒是一点不慌 由于不会直接掉头 凯伦打算先转个圈 然后再绕到正确的道路上 同时 由于周际公路上车太多 她还准备走偏僻的小道 这可把不理计坏了 当初老太太请她帮忙弄死自己的时候 她的确答应了 但那是因为她曾经自杀过 很清楚那种绝望的感觉只是暂时的 因此她想拖延对方一段时间 说不定过几天老太太就不想寻死了 最重要的是 如果选择自杀 那些爱着自己的人将要承受多大的痛苦 最终凯伦被说动了 她决定和癌症抗争到最后一刻 看着拥抱的两人 女人感到很欣慰 但她不知道的是 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 在不久之后将会拯救所有人 解决完这件事后的第二天 布里就从两位邻居口中得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他们要结婚了 坏消息是昨天晚上男人莫名其妙地被警方带走了 好像是因为有人在工地上挖出了一具尸体 而他曾经是那个工程的负责人 听到这里 布里不禁想起几个月前那个埋尸的晚上 以及尸体第一次被发现是他告诉男人的一些事情 不过幸运的是 没过几天朋友就说警方撤销了对未婚夫的怀疑 得知此事后 女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刚送朋友离开 他就给本打了一个电话 特意感谢他为自己保守秘密 然而谁也没想到 在不远处的一辆车里 有人监听到了他们所说的一切 第二天 当警方上门实施逮捕的时候 布里正在帮朋友举办新娘洗礼派对 他没有惊慌 只是端庄地告诉众人自己去去救回 到了警局后 按照正规的流程 女人录了指纹 拍了嫌犯照 一个小时后 他再次回到了自己家中 三个闺蜜一直在这里焦急地等待 现在警方掌握的证据有三个 一个是他前夫的举报信 不过由于对方已经自杀 所以基本不具备法律效力 二是警方掌握了一通隐晦的电话录音 不过这个也能圆过去 最糟糕的是第三个 他们在死者的衬衫扭扣上 发现了女人的指纹 对于这一点几人都很惊讶 苏珊和勒奈特觉得 是他们共同做的那件事 不应该让布里一个人承担 可加不害怕 如果几人一起认罪 警方一定会发现真正的杀人凶手 是自己的丈夫 而布里认为自己是 现在唯一适合承担这件事的人 因为他没有工作 也没有孩子需要照顾 孤家寡人的怎么都好说 不管怎样 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找一位专业的刑事律师 鲍博刚好知道一个合适的人 第二天 布里就提了一篮松饼 来到那人的事务所 只是尝了一口松糕 律师就拒绝了女人的案子 因为能把食物做得如此美味 这样的人通常不可能是凶手 对于这番谬论 女人被气得哑口无言 真是白瞎了自己的一片心意 本以为此事就这样过去了 可第二天 两人就在警局再次相遇 当时布里正在审讯室外喝水 看他的状态似乎极度紧张 特里普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立刻改变了之前的想法 因为职业的敏感性告诉他 也许这个女人不是凶手 但他一定知道凶手是谁 这样的案子还是有点意思的 特里普自以为掌控全局 可预审听证会刚一开始 辩方律师就提供了一堆人证 这些人他从未听自己的委托人提起过 也就是说 死者很可能是嫌疑人酒后带回家的人之一 看到女人的表情 男人立刻闭嘴 再好的律师也打不赢出气不意的官司 现在他必须要了解这件事的每个细节 但对布里来说那是这辈子最不堪的一段往事 无论如何也不愿再提起 特里普是一名专业的律师 他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而且在整个审讯的过程中 陪审团将会一直盯着嫌犯 只要看到对方有一点愧疚之色 他们就会认为此人有罪 为了帮自己的当事人克服心理障碍 男人不惜爆料自己的私密糗事 接下来轮到女人了 过去的伤疤被重新揭开肯定不好受 但他不得不坦然面对 可谁也没想到 经过那一晚后 布里竟然喜欢上了自己的律师 朋友们提醒他不要重蹈前男友的负责 要知道被控谋杀不是一件小事 不管是当事人还是律师都必须保持头脑清醒 总之现在绝不是谈恋爱的好时机 虽然他明白闺蜜们说的有道理 奈何恋爱脑已经上线 谁也没辙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特里普挨个对闺蜜团的成员进行证词演练 内容详细到死者失踪的那碗布里穿的什么衣服 宴会上准备的肌肉搭配的什么酱汁等等 这样事无巨细的律师确实让人安全感失足 布里也更加迷恋对方 不过闺蜜们倒是不担心了 因为他们发现律师上了其他女人的车 车里的那个女人更加年轻漂亮 远不是年近半百的布里可比的 可真正让她无法接受的 是那个女人竟然跑到检察院找特里普 对于这样的回答布里立刻猜到了对方的职业 于是毫不留情地指责对方是不是来错了地方 街角和路边的小宾馆似乎才是她的地盘 就在这时特里普走了出来 看着生气离开的女人一脸猛逼 对方是他一直合作的私家侦探 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 当布里找到那个女人的时候 对方正在监视一个跟了很久的劈腿男 可由于他的突然出现又白忙活了一场 布里为自己昨天的失礼和今天的莽撞道歉 林赛是个聪明人 早就想明白了自己之所以被莫名攻击 是因为误解了他和特里普的关系才会猝意大法 在离开前 他提醒对方不要因为男人无微不至的关心而会错译 在正式庭审的前一晚 特里普突然来布里家拜访 但他并不是来讨论案子的 而是特意带了甜甜圈和影碟 今晚没有压力只有放松 第二天庭审开始 由于事先做了演习 整个过程进行得很顺利 当特里普拿出一些男人的照片让女人辨认时 他坦然地说出一切细节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所有人都会以为布里是一个模范的家庭主妇 即便曾经犯过错误 也绝不会是杀人凶手 然而 对方律师却出其不意地拿出了一件重要的证物 这个东西将推翻之前所有的一切 那是布里在那个绝望的晚上亲笔写下的遗书 现如今他的谋杀案已经人尽皆知 虽然委托的律师相当优秀 可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证人 这个人曾帮他处理过尸体 如果对方实话实说 那这个案子就输定了 幸运的是 本是个讲义起的人 在法庭上始终对那件事闭口不提 对此法官也无可奈何 只能将男人暂时收押 雷妮一直不清楚事情的真相 直到男友无意间提起谋杀案发生的时间 他才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番谈话竟被控方律师听了去 他威胁雷妮出庭指正部里 否则就通知移民局 把他澳洲籍的未婚夫驱逐出境 第二天 本仍然不愿开口 可就在他被带走时 却看到女友作为证人出现在法庭上 在说出这些话后 陪审团的表情明显发生了变化 现在的形势一下子变得糟糕起来 连续挨几次闷滚 作为律师的特里普感觉从未如此被动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委托人死活不肯说出真相 要知道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这个女人已经不仅仅是他的客户那么简单 接下来 布里把真相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却不想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 庭审再次开始 眼看法官就要宣布结案了 特里普不再犹豫 向法官申请传唤家部 要知道死者是他的继父 也是整个案件的源头 不离几次想要打断审问 但都被法官驳毁了 没办法他只能用那个万能的招数 可逃过了一时逃不了一世 总要有人担起这个责任 此时 谋杀案真正的凶手准备去自首 但却被妻子给拦了下来 由于卡洛斯有前科 若是再次被判有罪 那这辈子就别想再出来了 而家部小时候曾被继父侵犯 陪审团中有很多都是父母 如果他去自首 所受到的判决一定要比丈夫亲不少 两人只顾争吵 丝毫没有注意到屋里的老太太听到了一切 第二天开庭之前 凯伦带着假发和氧气筒来到法院 声称自己可以作证 那天晚上雷妮喝得不省人事 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觉 克里普已经没有其他招数了 所幸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然而在法庭上 凯伦刚开始并没有谈任何与案件有关的事情 而是聊起了那些可爱的邻居们 几十年来 他们像一家人一样彼此扶持 就在这时 家不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大喊自己有话说 好在贝勒奈特及时阻止 有人不相信一个虚弱的老太太 有能力犯下那样的罪行 最终 法庭撤销了对布里的所有指控 同时考虑到海伦的身体状况 因此也不会追究他的任何责任 当天晚上 布里邀请了很多人来参加庆祝晚宴 但有一个人他再也不会相信 此人为了套出信息 竟然假装对他产生了感情 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根本不配出现在他家里 可事实上 特里普是真的喜欢布里 他想约对方当面说个明白 但却一直被拒绝 凯伦得知此事后 决定在自己撬辫子之前 最后再做一件有趣的事 原本 他打算在自己的葬礼上用一首经典的老歌 而且必须是用唱片机播放的那种才有感觉 只是那种老古董很难找 布里一直没寻到合适的 于是凯伦把这件事告诉了特里普 对方跑了二十多家店后终于找到了 对此布里很感动 不过他始终有一个心结 对于恋人之间 没有什么是一个文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可能是爱得不够热烈 在朋友的婚礼进行到一半时 女人接到了一个电话 她立刻拉着特里普朝家的方向奔去 生命是一场轮回 有的生命即将逝去 但同时也有新生命刚刚降生 只要有爱存在 死亡就不是终结 两年后布里和他的新丈夫离开了小镇 并在新地方加入了保守女性俱乐部 接着特里普鼓励他加入当地政坛 接着特里普通过去 Kentucky State Legislature 谢谢大家